大片大片的雪花伴随着里面的寒风从昏暗的天空中纷纷落下 刹事间 山川 田野 村庄全都笼罩在白蒙蒙的大雪之中 一个身穿单薄衣物的女人泡在冰冷刺骨的溪水中 迟迟不肯离去 当她被人救起时已经阴了过去 原来她怀孕了 她想以这种方式让自己流产 因为家境贫寒 他们家已无力再多养一个孩子 阿信看着晕倒的妈妈沉默不语 她便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养活这个家 在那个为了吃一口饱饭就要卖掉孩子年代 年仅七岁的阿信决定去富人家当家仆 当妈的有哪个不幸当孩子的 虽然不舍但又不得不让她去 至少在富人家总有一口饱饭吃 父亲早给阿信联系到了一家木材店 这天地主家派人提前付足了阿信一年的工钱 一年的工钱就是一袋大米 阿信看着大米想着母亲暂时性的不用去受苦 脸上的愁容才渐渐的舒展开 临别前 母亲把自己的嫁衣改小为阿信做了一身新衣服 这也是母亲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母亲又给阿信挂上一个护舍服 哽咽着对阿信说 阿信的奶奶虽然身患疾病 但她非常疼爱阿信 她送给阿信一枚银币 以备不时之需 这也是奶奶的全部假的 阿信将银币放入护身服中 宝贝的揣进怀里 就这样阿信坐上了离家的木筏 母亲跟随着渐行渐远的木筏 呼喊着阿信的名字 母亲的身影渐进变得模糊 无情的生活仍然推着木筏继续前行 天还未亮 她就被女管家叫起来干活 木材店并没有因为阿信只有七岁 就特殊优待她 她反而比其他家婆干的活还要多 瘦瘦的身躯提着大大的水桶 她不知来回跑了多少次才灌满水缸 还没缓过一口气 她就要继续打水拖地 端菜送饭 干完所有活 她早已饿得厉害 她双手搭在木筒上 看着饭桶里的萝卜饭 开心极了 但等待她的却是 女管家扔给她一个扫把 命令她继续干活 当她干完所有活准备吃饭时 但饭已见底 看着所剩无几的萝卜饭 但也至少比饿着肚子强 她一边盛着萝卜饭 还一边重复着女管家告诉她的话 本该到了上学的年纪 但年仅七岁的阿信 却成了木材店最小的家婆 她一边带着女属人家的孩子 一边跟在同龄的孩子身边跑 她要渴望读书 带完孩子 女管家又人给她一大堆脏衣服 结果却被管家一顿打罢 只因为她在井边洗了脏衣服 无奈的阿信只能带着衣服来到小溪边洗 但自古的薪水根本不是一个七岁小孩 所能承受的 阿信就这样 无休止地在木材店做了大半年 也正是因为管家的磨练 阿信对于自己要做的各个工作 都得心应手 等到雪荣时 也该是她回家的时候了 她每天都在期盼着 那天的到来 但好景不长 管家钱包里少了五十块钱 她怀疑是阿信偷的 不等阿信解释 管家就扒光了阿信身上的衣服检查 最后她在阿信的护身符里搜到了 奶奶留给她的五十元银地 她想抢过奶奶留给自己的银地 但又遭到了管家的一耳光 她什么都可以忍 但这一次她不想再忍 这是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委屈 她决定离开地主家 独身走进了森林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在这冰天雪地里 阿信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倒在了荒无人烟的雪地中 当她再次醒来 已到了一个温暖的屋子里 救她的是一个舒适和静坐哥哥 静坐是一个军人 她因为不想看见战争使人妻离子散 所以才做了逃兵 经过静坐的悉心照顾 阿信的身体也恢复了正常 就这样 阿信和这个大哥渐渐地熟络了起来 静坐还将阿信读书写字 她成了阿信的启蒙老师 他们一起上山砍柴 坐下来休息室 静坐还会将阿信吹口风琴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寒冬已过春暖花开 静坐为阿信收拾好行李 尽管不舍 但她还是决心让她离开 因为她知道阿信不能跟她生活一辈子 她有自己的家人和生活 更何况自己是逃兵 如果被抓 后果不堪设想 静坐又掏出自己最爱的口风琴 送给阿信 当作离别礼物 但就在静坐送阿信下山时 他们遇见了正在巡逻的军人 他们拿枪指着静坐 质问她是不是逃兵 静坐为了不拖累阿信独身跑了出去 她想引开这帮人 但还没跑远 就被当场击毙 他们放了阿信 阿信拖着疲惫的身体 终于找到了那个阔别已久的家 她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人 她与母亲相拥而弃 但等待她的却是父亲的一顿毒打 父亲见着许久没回家的阿信 就是一顿毒打 她气愤阿信没有履行 当别人一年家谱的诺言 私自逃跑的代价就是 地主又收回了那一代作为一年工钱的粮食 虽然已回到家 但家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有多好过 他们家里依旧接不开国 母亲怕养不活孩子 将刚出生不久的妹妹送到了妇人家 阿信独自一人待坐了好久 为了家人能吃饱饭 她再次坐上了木筏 又踏上了当仆人的路程 她来到了遥远的县城 被一处叫家贺屋的地方吸引 可这里并不招工 悲剧之后 她依旧不想放弃 在门口坐了一天一夜 并一直恳求主人留下自己 也正是她的诚心和耐心 成功打动了家贺屋的太夫人 就这样 阿信成功留下来 得到了太夫人的肯定 这让阿信更加珍惜这份来迟不易的工作 天还没亮 她就已经煮好了米饭 她起得最早 干得也最多 她的勤快劲 让其他家不都另眼相看 而且她在这里 还可以吃上满满的一大碗白米饭 这天 她帮主人家带孩子时 被桌上的一本书吸引 她打开书忘我的读了起来 但因为做事 她忘记了把书放回去 也因为这件事 她被小姐误会成了小偷 当这一家人准备将她赶走时 太夫人还是决定再给阿信一次机会 如果她真的识字 那就算她借书了 太夫人让她读书上的内容 她竟一字不差 将书上的内容全部读了出来 这样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她才七岁 没有上过学 却能读出整篇文章 太夫人知道阿信品行端正 她从看阿信第一眼就相信这个孩子 太夫人还让孙女将书借给阿信读完 但也因为这件事 小姐对阿信有了更大的怨气 她讨厌阿信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讨厌她跟所有人好 这天她听见了阿信的琴声 她不顾一切裹走了阿信的口风琴 并表示 这个口风琴她买下了 但这个口风琴是郡座哥哥留给她的唯一中心 她上前去夺 可谁知小姐一气之下 将口风琴扔了出去 还用脚连踩了好几下 阿信心急便将小姐推了出去 可谁知小姐倒在另一旁一动不动 因为这件事 她被小姐的父亲毒打一顿 太夫人再也不能抱住她 但还好小姐并无大碍 阿信在零酒时 托其他人送给小姐一个自己做的手工猫头鹰 她希望小姐开心 如果小姐接受了 她才能安心离开 当小姐听见阿信要离开的消息时 连忙冲进房间 求奶奶能把阿信留下 随后她又哭着将事情的紧过说了出来 太夫人笑中带泪 她终于看见孙女懂事了 从小她都是个自以为是的千金大小姐 现在她终于为别人着想了 至此之后 阿信与小姐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小姐去哪里都要带上阿信 但也就在这一天 她受到了奶奶即将离世的噩耗 她穿着小姐送了新衣服 赶回家去见奶奶最后一面 但当阿信赶到家时 奶奶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她始终没能见到奶奶最后一面 阿信终于还是听到了 当她醒来 母亲将奶奶送她的那枚银币交给了她 阿信又将银币放入了自己的护身符中 宝贝地放入怀里 这也是奶奶唯一留给自己的东西了 休息几日后 阿信又带着自己的信念再次启程 人生皆苦 但终须自动 生活煮饭 端茶倒水 洗衣脱地 还包括带主人家的小孩 这是一个七岁小孩当家仆 所要做的全部事情 奶奶去世后 阿信又重新回到了家和屋 她要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行 她心疼奶奶 在临死之前都没有吃过一口纯白米饭 她在心中暗下决心 要改变自己和这个家庭的命运 自从阿信的奶奶去世后 家和屋的老夫人也更加疼爱阿信 但阿信做完所有活 老夫人就把阿信叫到自己房间 叫她读书练字 大代小姐看奶奶教阿信 原本不喜读书练字的她 也嚷嚷着要跟阿信一起学习 但这也遭到了主人与夫人的不满 阿信再怎么好 也终究是一个下人 她怎么能跟主人一起学习呢 万一再给家带灌输一些不好的东西 该怎么办 但老夫人依旧有自己的一套 从家带跟阿信在一起后 她就有了天大的变化 认真学习练字才是真 老夫人不顾所有人反对 依旧将阿信所有知识 包括算术 阿信也不负重托 学得极快 而家带也不甘示弱 夫人见妞不过老夫人 就私下警告阿信 当用人 就有当用人的规矩 嗯 要记住 不能忘记 但也因为女儿的一丝意外 全家人都对阿信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这天 因为家带灌完 她不顾危险 跑到正在做施工的位置 边看边缠着工人问问题 但也就在这时 一根大木桩眼看着 就要倒在家带身上 阿信发现了不对 迅速将家带拨倒在地 也正是阿信的这一举动 成功救了小姐一命 夫人直接被眼前的这一幕 吓晕了过去 还好两个孩子并无大碍 此事之后 夫人把阿信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 还让阿信以后 一定要好好帮助家带 阿信还跟夫人一家 见证了有灯泡的时代 他们还为阿信输新年头 与家带穿一样的衣服过新年 就这样 阿信也更加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一切 是他们一家 给了他从来都不敢想象的奢望生活 转眼间 阿信已经在家贺屋待了整整九年 他十六岁了 他也成了家贺屋的得力助手 各种账目都不在话下 就连家贺屋的一切都打理得津津又条 老夫人看着阿信已到了成婚的年纪 便给阿信介绍了一门婚事 对方是一个爆发户 也是做米航生意 他们看着阿信能干的样子 也喜欢得不得了 就这样 阿信在老夫人的安排下 迷迷糊糊地与一个不认识的男人 定下了口头婚约 家带得知阿信要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着实为他感到可惜 他认为 不管对方家庭背景有多好 也该和自己所爱的人结婚 尽管阿信明白家带的心意 但身为电农的他根本没资格选择 这天 阿信因为夫人的指示 让他去海边找家带 但他刚走不远 就被一个男人搂进怀里 让你赎金来 能这样和我走一会儿吗 我绝不是坏人 他让阿信假扮自己的女友 躲避跟踪他的人 突然冒出个男人 着实把阿信吓了一跳 也就在这里 三人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也正是这个男人 让阿信和家带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面对欣赏自己画作的男人 家带很是惊喜 他也就此爱上他 隔着男人叫浩泰 家带便坚持要送他回旅馆 换回家的家带 也就此遭到了家人的一顿骂 毕竟他是家贺屋的继承人 但在家带心里 他渴望自由 也渴望美好的爱情 每天他都会偷偷跑到浩泰住的旅馆 给他送一些好吃的 与他讨论一些新时代女性的话题 并暗示着跟他告白 但浩泰却脱一脱地表示 他并不适合他 这天 阿信突然接到了浩泰的电话 他让阿信到旅馆一趟 并让他对所有人保密 阿信独自赴约 浩泰请求阿信能帮自己一个忙 因为长时间在外 他身上已经没有多少现金 所以他让家人帮自己寄了一笔钱 但因为自己有着特殊的工作 不能暴露自己的位置 而且在这里 他又没有任何认识的人 所以他只能找阿信帮忙了 见阿信拒绝 浩泰连忙解释 自己并非坏人 他只是个电脓 目前正在向政府抗议压榨电脓的行为 他们每年辛辛苦苦中的稻子 需要上交一半给地主作为租金 而剩下的大米 他们却最多只能吃到夏天 没有饭吃的半年 又只能向地主借 借来的米还得加倍还 种稻子的吃不上大米 还要加上萝卜种树 就连萝卜饭一家人都吃不饱 地主手不沾土 榨取电脓血 汗过着奢侈的生活 他不能容忍 他要尽自己所能 让大家改变这个现状 他说的这些话 让阿信倍感欣慰 他又何尝没过过那种 吃不饱饭的日子呢 所以阿信决定帮浩台这个忙 几天后 阿信将收到的钱 第一时间交给了浩台 浩台感谢阿信的同时 并跟他表白 第一次面对这种情况的阿信 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还没等阿信缓过神 他今晚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他还表示 以后他们还会再次相见 离开的这段时间 他会跟阿信写信 他希望阿信等着他回来 即使阿信心动 但他仍然隐藏了 那份对浩台的感情 因为他知道 家带小姐也爱着他 等到阿信收到浩台的来信时 还是隐藏不住 内心的喜悦之情 阿信瞒着所有人 与浩台在沙滩上会面 他们如好久不见的挚友 又如好久未见的爱人 相互了解 自己的生活跟理想 浩台牵着阿信的手 让阿信一定要等他 等他成功了 他一定会把他带走 去阿信想去的地方 面对浩台的再次告白 阿信扭过头 不想让浩台 看见自己流泪的样子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浩台的爱 像我这样的女人 会带来不幸的 一定来接你 我早晚 要把你从这里带走 当阿信回到家和屋时 母亲竟然也在这里 原来是因为自己的婚事 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阿信倍感痛苦 但是老夫人给过自己太多恩惠 她又无力拒绝 就连母亲都同意 这门来之不易的婚事 这让阿信更是不知 如何开口回绝 夜晚 阿信就告诉了母亲 自己已经有了心上人的事实 但事已成定局 母亲也没有办法 她已经答应了她动家 第二天 老夫人就为阿信准备了订婚宴 到了秋天 她就能与樱木家的儿子完成婚礼 家带听见这个消息 为阿信打抱不平 她气负奶奶 随随便便安排别人的生活 但奶奶接下来说的一些话 让家带更加怒不可恶 奶奶因为家带安排了一门情事 而且她与阿信会同时举办婚礼 她气愤地跑了出去 她才不要被别人安排的婚宴 当她收拾东西准备出门散心时 被桌子上的一封无名信吸引 她好奇地打开信件 里面的内容让家带更是郁闷至极 她翻箱倒柜收拾自己的行李后 气愤地将阿信叫到自己房间 把她大骂了一顿 没等阿信解释 她便要跟阿信断绝所有来往 她气愤阿信对着自己 做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但她并没有将自己 看到性的事实告诉阿信 她独自一人带着行李 来到了浩泰与阿信的约定地点 浩泰见不是阿信转身要走 家带见浩泰要走 便直接告诉浩泰 阿信不会来的事实 她还将阿信已经订婚的事情 告诉了她 她还请求浩泰能带自己去东京 当浩泰听见这一消息后 以心如死灰 夜晚 夫人告诉阿信 桌上有一封她的信誓 正安阿信高兴不已 正当她兴奋地准备看信誓 桌子上却什么都没有 她这才意识到 家带肯定已经看到了那封信 为什么家带会如此气愤 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 她都无从得知 阿信跑到浩泰曾经住的旅馆 但旅店老板说 她并没有来过 她又来到他们曾经相约的地方 却依旧没有浩泰的身影 回到家 夫人递给阿信一封家带留下的信 家带只想追求自己的生活 她不想给阿信结婚 也不想跟继承人 所以她离开了 夫人请求阿信能帮自己找回女儿 并托阿信去车站看看 当她来到车站询问小姐的消息时 这才知道她跟一个男人 买了去东京的车票 原来他们是一起离开的 家带离开后 家贺物的气氛令阿信感到窒息 思念浩泰的她更是如坐针毡 她想离开这里 但为了等待浩泰的来信 她只能苦苦地忍耐着 但是十天过去了 无论是家带还是浩泰 依旧没有任何回音 因为她与樱木家订婚 樱木家为了正式对外介绍阿信 特别邀请她参加昌仆欣赏会 不料儿子竟趁机想带阿信屋里 只让阿信吓得她推进了水里 受到惊吓的阿信跑回家贺物 并决心退到这种回事 满怀愧疚的阿信 为了不为难家贺物的人 毅然决然选择辞职离开 老夫人虽然气愤阿信的做法 但她既然以下定决心离开 那也只能放她走了 夫人掏出了一打钱 送给阿信作为离别礼物 她从八岁开始就在家贺物 他们早已把阿信当成了一家人 老夫人知道阿信所得的一切 这也是阿信应得的 拗不过老夫人的阿信 还是接过了庄前的信封 随后老夫人又迅速转过身去 偷偷抹去了眼角的泪水 至此之后 阿信又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之后的路该怎么走 她也并不知道 这可能是我见过最招人恨的父亲了 女儿在外打工整整九年 全部工钱也都资助了家里 好不容易回一次家 父亲不但没有好脸色 反正要把他送到酒屋里服侍男人 只因为这样可以帮他们家赚更多的钱 回到家后的阿信生活也并不好过 他想尽自己所能帮家里做一些事情 而且家里的姐姐阿春 也因为工作原因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父亲和归归为了生计问题 决定把阿春独自丢到柴房 让他自生自灭 不忍心的阿信势必要替姐姐找到医生帮他看病 阿信气负父亲与哥哥的做法 他掏出老夫人给他钱 决心要为阿春姐姐治病 他抱着姐姐安慰着 他们一定会熬过去的 但在医生看过之后 却直接给阿春下了死亡通知 这种病熬到现在 他已经无能为力 但阿信却不想放弃 不顾父亲哥哥的反对 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姐姐 这天父亲突然带回来一个男人 说是帮阿信找到了工作 而且还能赚大钱 事实上就是让阿信去酒屋陪客 父亲听说可以赚很多钱 并跟阿信应了下来 姐姐听见了几个人的谈话 他奋力起身想要阻止 先阿信进屋 他急忙告急阿信 千万不要相信那个男人的话 他认识这个男人 他时常徘徊在他们的工厂外 去拉一些不想吃苦的女工人 去做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但父亲已经帮他硬了下来 他不得不去 姐姐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 交给阿信 让他快逃 姐姐知道 如果阿信不去 也会跟他绑去 布袋里有去东京的车费 还有姐姐熟人留下的一个地址 那是一处可以学习盘头发的地方 因为自己的病情原因 他已经放弃了 他想让阿信延续自己的梦想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他又告诉阿信 女人永远不要任人摆布 只有靠自己的双手 才能开创未来 做仆人永远都是为别人打工 如果学会了书头 他就可以独立地生活下去 他让阿信代替自己活下去 便倒在了床上 姐姐最终还是走了 他才18岁 他短暂的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家 让临死前 却都没有得到家里的一丝好处 姐姐死后 阿信对这个家已经没有了任何留恋 他决心带着姐姐的遗愿 去往东京完成他的梦想 夜里 他就跟母亲说明了一切 母亲掏出自己在外做工的钱 交给阿信 他也希望阿信能在外面好好生活 这个家已经拖累了他太久 母亲决定私自送阿信离开 即便他知道自己会被老公打骂一顿 离开前 阿信就跟母亲发誓 只要自己在东京有所成就 就一定会回来接他 母亲望着阿信离开的病影 欺人泪下 他心疼自己的女儿 没有跟自己过过一天好日子 就这样 阿信提着行李 独自一人前往东京 开始了盘头发的求学之路 阿信按照信上的地址 找到了姐姐所说的美发店 兴起不已 但没有高兴多久 现实就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刚进屋 美发店里忙碌的身影 让阿信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店里的人似乎都不欢迎这个陌生人 但阿信说出自己是来当学徒时 却被赶了出去 待阿信出门 里面竟还传出了 嘲笑阿信是乡下人的笑声 赶了两天路的阿信 不利的摊坐在地上 等待着美发店师傅的导来 好不容易等到师傅 阿信却被告知 这里并不需要学徒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赶 阿信吹头丧气的 走在小巷中 变得有些迷茫 突然店里传来 没有热水的吵闹声 此时他灵光一闪 偷偷溜进了厨房 他蹲在灶台边 就开始生火烧水 他也不顾所有人反对 扎起衣袖 拿起水桶 就帮他们添水 师傅过来 这才驱散了所有人 阿信看着师傅 连忙跪在地上 求他留下自己 但师傅却只回阿信一句话 你看火又灭了 干活不能等别人都指出来 自己要不主动地去找活干 是干不好的 师傅说的这句话 似乎点醒了阿信 难道这是留下自己了 他没有多想 哪个地方有活干 他就会到哪里 没有活 那就跟自己找活干 不等别人安排 他就已经将事情全部做好 他将客人冷卷茶水换热 他还擦干净了所有客人要穿的鞋子 看客人离开 他也会帮忙拿鞋 看着桌上的脏毛巾 他会偷偷拿出去洗掉 再全部晾好 就这样 他马不停蹄地干到了晚上 直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 这就是他来到东京所过的第一天 在这人海茫茫的东京 群目无形的他也只能投款阿贵师傅 面对四周冰冷的目光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 晚饭时 他也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对着角落吃饭 没有人愿意理会他 没有得到准确答复的阿信 询问师傅是否留下自己了 随后阿贵师傅的答复 给了阿信一个顶心丸 所有人对他的另眼相待 让阿信变得有些尴尬 被所有人冷漠得对的感觉 估计谁都忍受不了吧 但阿信却总是以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 接下来的日子 阿信在美发店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 这也成功让美发店的小律 担心其他的工作会面临危机 如果阿信把他事情全部做了 那么他就将面临被辞退的风险 小律也是一个乡下姑娘 他好不容易才被留下 所以讨厌阿信抢活干的样子 而且店里事情少 不可能要这么多人受 阿信听见小律说的这些后 心里虽然有些难受 但他还是找得了阿贵师傅 想要辞掉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他不想抢别人的饭碗 而阿贵师傅就告诉阿信 我告诉你 只要你们想学手艺 几个人我都关着 就算你手脚再慢 手艺也不算高 我也不会把你演出去的 阿律才13岁 你要是不敢抢别人的活干的 那你就干不好 你要是把阿律的活抢过来干的 那你都抢弹吧 我倒要看看你究竟干的怎么样 当师傅回到店里时 店里已经被阿信打走得一尘不染 不等自己吩咐 他竟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做得这么完美 师傅的脸上也不停露出了笑容 得到师傅的准确答复后 让阿信立感欣慰 他更加卖力地干活 希望在这里可以如愿学到师傅的手艺 并独立地生活下去 但美发店的日子也过得很快 抛头露面的活 他紧离让阿律去做 自己则把那些看不见的事情 全部包了下来 他觉得自己是后来的 这么做理所应当 不知不觉中 他的善良也感动了每个人 阿信因为自己做的这些事 小律心里都知道 渐渐地两人关系越来越好 阿信就像小律的姐姐 尽所能地包容着他的一切 在店里干了一个月后 阿信才安心给母亲写信保平安 虽然不知道几年后才能出师 但他向母亲保证 只要一赚钱 一定会寄回家里 久而久之 也到了春节 美发店会因客人众多 而人手不足 于是 阿贵师傅叫阿信来帮忙梳头 这样他感到相当惊讶 因为每天早起 他都会帮师傅梳头 师傅早已知晓阿信的手艺 他相信阿信能做好 除夕夜这天 他们在店里整整忙碌了一天一夜 突然被提升为梳头 师傅的阿信 仍然闲不下来 他还要在厨房 忙着给大家伙做饭 除夕夜 师傅给所有人发了一个红包 也包括阿信 这样身为学徒阿信 受宠若惊 大家也都说这是他应得的 他永远最忙 却没有一丝怨言 钱虽然少 但这也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还没高兴多久 美发店的阿夏和阿慧 却因为阿信要辞职 他们向阿贵师傅拜师三四年 才学到手艺 对于短时间内 就能替客人梳头的阿信 令他们感到不满 师傅对于心胸狭隘的两人 并没有挽留之意 如果他们想走 他也无需挽留 听到这个消息 阿信连忙冲进房间 为两人求情 如果是因为自己 他愿意继续做杂工 阿贵师傅对于阿信的这种做法感到不快 他只对阿信说了一句话 如果你想赢过别人 超越自己 你这样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 我也以为阿信有这种意志 但是我错了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没办法了 从这之后 阿贵师傅再也没让阿信输过头 阿信失去了一次上升的机会 但他并不后悔 他知道学徒生活是严格的 他心甘情愿地跟阿绿一起做杂工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 有时候也会让他感觉到焦躁不安 时间不知不觉 外界似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然 每发电影会跟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这天 店里来了个身穿时髦衣服的客人 他要求做一个波浪卷 但店里的人一听却直接回绝了他 他们表示 只做日本发誓 不做西洋誓 客人也只能骂骂咧咧地离开 经过这样的事情 让阿信感到不安 难道日本发誓真的不流行了吗 这天 店里来了一封阿信的戏 是母亲寄来的 报平安的同时 他还给阿信说了一个事情 九田佳客屋的小夜 因肺炎离世了 家带又不知去向 这样大家都心灰欲冷 小夜是阿信从小高到大的孩子 得知这个消息的阿信 决定向师父请假回九田探望 毕竟老夫人一家 给了自己极大的恩惠 阿贵师父并没有说什么 直接给了阿信一笔钱 并给阿信修了五天假 他还给阿信送了几套衣服 毕竟回家一定要体面 这让阿信不知道 以何种方式感谢师父 五天后 并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警察来到美发店 竟传来阿信被捕入狱的消息 警察来到美发店 要求阿贵师父去警察局 交保阿信 原因是阿信在昨天 参加了一场粮食暴动 得到消息的阿贵迅速前往警局 将阿信保释了出来 阿贵师父询问阿信 为什么会参加昨天的暴动 阿信将一切缘由都说了出来 就在几天前 请假回到九田的阿信 又回到了家和屋 老夫人看着阿信能回来甚是欣慰 他祈求阿信 如果在东京遇见了家带 一定要让他回家看看 如果家带遇见什么难事 还请阿信能多帮忙他 毕竟他是家和屋唯一的孩子 看着老夫人这么大把年纪 还在操心孙女的事 阿信还是硬了下来 陪着老夫人过了几天后 阿信又坐上火车回到了东京 但刚一下车就遇见了粮食暴动 由于粮价暴涨 引起了众多民众的不满 参加暴动的民众多达70万人 他知道 浩泰带领农民参加过多次反抗运动 如果有人搞暴动 阿信相信 这一次他肯定也在 他想找到浩泰 刚面询问夹带了下落 他被人群挤到了一个广场 还没找到浩泰 却被警察拘留 事情的经过也就是这样 有着真相的阿贵师傅 也并未责怪阿信 从这之后 因为阿信经过局子 同事们开始不停地 在阿信背后显焉碎晕 就连客人变少的原因 也归咎在阿信的身上 而阿贵师傅则表示 只是因为现在流行西洋发型导致的 输入日本发誓的人日渐变少 往后可以试着 从西洋发型着手学习 师傅维护阿信 让店里的一些人瞬间不满 发誓的手艺 他一个人偷偷伪装成顾客 跑到别人店里偷吃学艺 晚上就回店里不断练习 几天后 阿信突然被师傅安排了出去 这让阿信感到非常茫然 但他又不能拒绝师傅的吩咐 这可是他平生头一次 外出帮客人梳头 而且还是一个人 还好 阿信是个聪明的孩子 他跟客人梳头有自己的想法 他会根据客人的脸型 来设计适合客人的时尚发型 然子看见这新奇的发誓 对阿信的手艺赞不绝口 他掏出小费交给阿信 并指明以后都让阿信服务 阿信的这一举动 也使得然子对他更加满意 阿贵师傅对于阿信的这一做法感到高兴 外出学习是不应该收费的 只要力气得多了 手艺好了 到时候自然而然都会找你 阿信则在一旁虚心受教 这对于阿信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店里有个规定 只能做日本发誓 师傅想让阿信学好西洋发誓的手艺 尽管店里很忙 他都会把阿信派出去 阿信盘头发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 他会根据客人的脸型做不同的发型 同时这也吸引了更多的客人 指定要他做头发 得知阿信会写字的然子 将其拉到了房间 他想让阿信帮自己给一个名叫 田苍龙三的人写一封信 这让第一次帮人写情书的阿信 感到相当稀奇 然子又拿出小费 这一次他势必要让阿信手下 第一次接触到外面世界的阿信 对一切都感到稀奇 他写着然子爱着那个男人的名字时 他也会想 那个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能让然子如此着迷 但阿信做梦都不会想到的是 这个男人会在遥远的将来 能和自己结为夫妻 此后的日子 阿信在外帮人梳头的工钱和小费 不管多少 他都一分不留地交给师傅 师傅看着如此耿直善良的阿信 欣慰不已 自从流行西洋发誓以来 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 有些人为了一些额外的缴费 都费尽了心思 而他却一分不剩地全交给师傅 阿贵师傅将里面的一半交给阿信 让他拿着 但阿信却拒绝了 他说自己还在美发店打工 这些钱他就不应该拿 我知道 阿信早晚是要努力的 钱我先给你存债 阿信每天都在尽心尽力地工作 他用他的手艺 很快便收获了一批忠实顾客 当时阿信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发店 为了快速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用一夜时间帮别人做好一件衣服 替顾客做完头发后 再带笔写信 只要能赚钱 他什么都做 今天这已经是第三个客人 他给龙三写情书了 三个女人给同一个男人写信告白 这让阿信更加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 如果他同时玩弄三个女人的感情 那这个男人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 阿信早出晚归地替别人做头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获得了父亲所有人的好评 尤其是他打破惯例 做自由事发时 成功俯获了那些赶时髦年轻女性的欢喜 经过不断练习改进 阿信的手艺早已超过了店里的任何人 但这也遭到了店里人的嫉妒 只要阿信在店里 他们就会当着阿信的面对他冷嘲热讽 阿贵师傅知道阿信现在的难处 他也知道阿信的手艺早已到了出师的地步 所以他做了个决定 让阿信出去自立门户 来赚取他这么努力应得的费用 就这样 阿信在师父和朋友的帮助下顺利独立 为了庆祝阿信能独立自主的生活 他们决定给阿信准备所有的生活物品 阿信想到终于可以离开那个每天 受人冷言冷语的地方 心里不由地豁然开朗 虽然碰到了很多困难 但是有朋友的帮忙 这样独立不久的阿信 多少得了些安慰 这天燃子又给阿信介绍了一处名叫银座的咖啡厅 而且还是龙三少爷介绍的活 那里是个高端场所 如果阿信可以在那里做头发 就可以拉到更多客人 赚更多的钱 夜晚 阿信就依照上面的地址找了过来 还没进门 就碰见了店里的阿贺 他怕阿信抢自己生意 竟还让人把阿信修理了一顿 直到龙三少爷的出现 这件事才算了结 这时 一个女人准备将受伤的阿信扶起 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谁也没想到的是 两人再次相遇 竟然是以这种方式 因为这次的相遇 也彻底改变了家带小姐的命运 阿信忍不住抱着家带痛哭流涕 家带将阿信带回了住所 细心地给阿信上药 随后 家带便说出了当年离开的真相 是他看见了浩泰给阿信写的信 并瞒着所有人跟浩泰离开的事实 他觉得是自己背叛了阿信 也抛弃了亲人 他向阿信道歉 任由阿信处置 但阿信并未责怪家带 他只希望小姐步得好 家带知道浩泰从未真心爱过自己 但他爱她 随后两人又聊起 自己来东京所发生的事 阿信说出了家带妹妹已经离世的消息 听见这个消息 让家带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中 阿信请求家带能回家看看老夫人 继承家和迷电 如果他跟浩泰过得幸福 他绝对不会提这件事 阿信不希望家带留在东京过这种日子 家带尽管伤心 但他还是愿意留在这里 等着浩泰回来 如果他走了 那他可能就再也见不到浩泰 听见这些话 阿信才知道家带对浩泰的爱是那么强烈 即便他心里还有浩泰的影子 但他的爱却不及家带一分 在这一瞬间他仿佛已经释怀 几天后 家带再次找到阿信 他还是决定回九田一堂 在离开的这些天里 他想让阿信帮忙照顾房子 说不定浩泰还会回来 如果浩泰回来了 请势必要通知自己有关浩泰的消息 就在阿信送家带离开时 他们遇上龙三 龙三将两人带到西餐厅为家带送行 高端的餐厅 西装革履 龙三喝红酒的优雅气质 让阿信觉得自己与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这也算是阿信和龙三的第一次碰面 对于阿信来说 龙三就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觉得经常出入各个酒吧的男人 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至少他是这么觉得 这天夜里 家带终于坐上了回九田的火车 而阿信也因为有师父的帮忙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他用心对待的美丽个人 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 然子一群人还为阿信送了礼物 全部都是阿信搬信家所需要的 就这样 阿信开始了自己独立的生活 他住在一位年迈夫妇的楼上 酒吧的女招待 又为阿信拉了两个新顾客 新的生活也渐渐的变得充实起来 而且他还有时间做些别的 就是为酒吧的女招待们 缝制些新衣服 但也就在这一天 突然有两个工人为阿信搬了一个梳妆台 说是田仓龙三少爷所送 阿信连忙回去 又让两人将梳妆台搬了回去 阿信不懂这个男人为什么要送自己东西 就在夜晚 刚刚替别人做完头发的阿信回到家中 龙三竟又把那个梳妆台搬了回来 阿信对于面前的男人更无好感 并没有点好脸色 龙三觉得是上次叫他去银座帮别人梳头 才导致阿信受伤 所以这次他是来配不是的 龙三说的这些话人阿信更加好奇 面前的这个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过去了一个月 但也就在这一个月后 家贺乌的老太太一病不起 家旦也因此 再也不能回到东京 他要完成老太太的遗愿 与一个不爱的人重回 并继承家和米店 没办法再回东京的家带 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阿信 不过在举行婚礼之前 如果有浩泰的消息 他还是愿意不顾一切地回到东京 如果有浩泰的消息 还请阿信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他 如果在举行婚礼之前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那么他就彻底把他忘掉 对 就在阿信接到家带电话的那天夜里 准备为家带收拾房间的阿信 再次与浩泰重逢 两人四目相对千丝万缕 阿信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说 但却又止住了 这是两人阔别四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闲聊几句后 浩泰又说出了当年与家带离开的事情 我在酒店下了车 一直在等你 别想到 来的其实是家带小姐 他告诉我说 你准备进去吗 其实阿信对这件事早已释怀了 他现在只希望浩泰能给家带幸福 他要求浩泰赶紧回酒店找家带 不然他就要与其他人成婚 但浩泰却认为 家带在家乡继承家业才是对的决定 浩泰又告诉阿信 他与家带之间只是朋友关系 他们并没有发生什么 只是这两年家带对他很是照顾 现在加和米店只有他一个继承人 他不想再拖累家带 他庆幸阿信当初没跟自己一起离开 他现在给不了任何人幸福 他又请求阿信一定要帮他隐瞒这个消息 就让家带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面对浩泰与家带的请求 这让阿信信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他还是决定亲自回酒店一趟 阿信又回到了家和米店 看着他在床上的老太太说的一些话 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 是啊他们就只有家带了 就如浩泰所说 或许家带结婚和继承家和米店 才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他还是决定替浩泰隐瞒消息 在家带结婚的那天早上 阿信为家带梳妆打扮 意识到最后 阿信还是没有对家带说出 任何有关浩泰的消息 他相信他这么做 对家带还有家和米店来说 都是件好事 阿信替家带选择了他的人生 意识到家带结婚 阿信的心里都是沉重的 但他看着家带穿上漂亮的新娘礼服 还有老夫人一家高兴的样子 不免心中又释怀了 或许这才是家带最好的结局 在家带的婚宴上 阿信偶遇了同乡的阿月姐 当他询问起自己母亲的消息时 这才得知自己每月寄给母亲的钱 全都被父亲拿走 听见这个消息的阿信气愤不已 他决定回家 势必要将母亲接到东京同住 母亲看着好不容易回一次家的女儿 并没有很高兴 为阿信意想不到的是 母亲竟要跟他断绝来往 父亲和哥哥看着阿信回来 那更是一大堆抱怨的话 他们埋怨命运的不公 埋怨阿信一个人都还没过好日子 忘记了家人 就连母亲和阿信说一句话 都会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 这一次他势必要带母亲离开 妈妈跟我一起去东京吧 妈妈今天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自己的故乡 为了让父亲不再打母亲 阿信想那么保证 自己每个月赚到的钱都会寄回家里 再次回到东京的阿信 受家贷所托 他只为把家贷房间里的东西全部清理掉 不料在这里 他又再次遇见了浩泰 浩泰因为带领工人罢工 维护工人的权益 被当成了资本主义者 在那个年代 只要破坏社会制度就该被抓 为了逃避追捕 浩泰也只能临时躲在这个地方 阿信担心浩泰安危 并要求浩泰在这里留宿一晚 但当阿信第二天为浩泰送饭时 浩泰却早已离开了这里 桌上还留有一封信和一支钢笔 还未等阿信看完 警察就闯了进来 警察觉得阿信是浩泰的同伙 便将阿信再次拘留 许久没见阿信的冉子 因为担心他的安危 便前往阿信的住所打探消息 这才得知警察带走了阿信 为了救出阿信 冉子来到了龙三经营的布点 请求他帮忙救出阿信 龙三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 成功将阿信保释了出来 阿信出来后 并发现龙三还在外面固执自己 你还好吧 今天真是委屈你了 不仅如此 他知道阿信一天喂食东西 还请阿信吃了火锅 龙三坐着对面侃侃而谈的样子 又让他开始重新神事 面前的这个男人 尽管阿信在警察局受了一天的气 但此刻看着龙三的笑容 心里似乎又好受了许多 但也正因为阿信经过橘子 房东太太派阿信 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便将他赶了出去 好不容易稳定下来 阿信不得不再次找房 晚回家的龙三 被管家袁伯教育了一番 他担心少爷被封城女子迷上 并再三叮嘱他要注意身份 同时他又提出了 夫人看相亲一事 其实龙三早已爱上了阿信 他拒绝了相亲 并发誓自己的老婆 一定要自己找 阿信为了答谢龙三帮助自己 便给他送了一瓶红酒 正当离开时 龙三叫住了阿信 得知阿信没了住处 龙三想帮帮阿信 他建议阿信 既然没有住处 还不如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米发店 看来帮阿信筹钱 阿信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的性格 他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便直接拒绝了龙三 阿信从来都没有仔细想过 龙三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么好 甚至有时他还会嫌弃龙三 为什么这么烦 现在的他只想努力赚钱寄回老家 其他的他也不愿意多想 也没时间多想 龙三为了追求阿信 想尽了一切办法 这天龙三的母亲为了儿子的婚姻 亲自来到了东京 他希望儿子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孩 所以他给儿子物色了一个好的相亲对象 但龙三早已心有所属 看着母亲有要梳头发的需求 龙三灵气一动 决心把阿信介绍给母亲 阿信给太太梳完头发后 龙三母亲对阿信的手艺赞不拒口 带阿信走后 龙三母亲又开始不断地夸奖阿信 他说阿信这个姑娘不仅礼貌 人还心细 听见母亲这话 让龙三瞬间高兴 但得知儿子喜欢的是一个梳头女 母亲瞬间脸色大变 他不允许自己儿子 跟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孩在一起 毕竟他们家是名门望重 但龙三却心意已决 除了阿信 他谁都不去 龙三母亲为了阻止两人往来 决定亲自解决事 他派袁伯去往阿信的住所 专门两劫此事 进屋后 袁伯掏出两百块钱递给阿信 他让阿信离开自家少爷 突然给钱 又突然收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让阿信瞬间摸不着头脑 他本就跟龙三没有什么往来 又何赖离开一说 见袁伯一直不肯罢休 阿信活了 店里 龙三就得知了袁伯今天所做的事情 他为此感到羞愧不已 为了给阿信道歉 他将阿信约了出来 随后他又向阿信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感情 他喜欢阿信的独立与智慧 随后他又请求阿信嫁给自己 并发誓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他 但阿信却直接拒绝了龙三 他现在只想一个人 阿信知道他们身份悬殊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回到家的阿信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不用多想 又是来要钱的 为了哥哥能娶到老婆 父亲让阿信多寄些钱回家 重新整修一下房子 看见父亲的来信 让阿信非常无奈 心中有说不出的口门 虽然工作对于阿信来说 并不是一件痛苦的事 但以父亲要钱的态度来看 以后他真不知道自己 到底要为这个家赚多少钱才够 就算自己想结婚 以自己现在的状况来看 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从阿信拒绝了龙三的求婚之后 在他的心里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但他忽略了龙三要取他的决心 因为父亲不断跟自己要钱 而且越要越多 这也对阿信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于是他只能不断地寻找更多的客人 拼命地赚钱 昨天晚上 他都牺牲了自己的睡眠 替别人做衣服 吃的 穿的 他能省就省 只要稍微存到一点钱 他就立刻寄回家里 龙三每天都会在阿信的毕竞出路等着他 他只为能跟阿信多说几句话 但是阿信根本无暇顾及 他只想赚更多的钱 为了哥哥能娶到媳妇 他要把自己所赚的钱全部寄回家 给哥哥整修房子 也正因为自己的省吃俭用 还有没日没夜的工作 他最终还是倒在了地上 阿信被送到医院急诊 龙三听闻心爱的女人 因为过度劳累昏倒 他不顾母亲反对 连忙赶到医院探望 还好阿信并无大碍 只是需要住院静养几天 龙三心疼阿信 为了家人苦了自己 在东京他都没有一个亲人 他开始没日没夜地守护在阿信身边 直到阿信醒来 阿信看着面前 对自己如此细心的男人 不免有些感动 也正是因为龙三的照顾 阿信的身体渐渐开始好转 龙三母亲因为儿子 长时间没有回家 找到了医院 像这种女孩子 到底有什么好处 简直就跟狐狸精没两样 面对母亲的坚决反对 龙三一气之下 说出了自己要脱离天藏家族 儿子说的这些话 让母亲瞬间凉透了心 他决定不再管儿子这些事 明天他就要回左赫与儿子断绝关系 几天后阿信终于出院 龙三早以为阿信付了所有的住院费用 虽然缺钱 但阿信还是坚持拒绝了龙三对自己的好意 阿信说完 数了数口袋里的钱交给龙三 虽然家里急用钱 就让他们能等好 毕竟阿信觉得 只要等自己身体好了 就可以马上开始工作 龙三六不过阿信还是收下了钱 老家的父亲因为在规定时间没有收到阿信 借的钱开始着急 父亲决定亲自去东京看看 来到东京后的深夜 他发现女儿竟和一个陌生男人在一起 他并没有很高兴 父亲猜想 肯定是阿信把赚到的钱都拿来谈恋爱了 他觉得即使阿信到了试婚的年龄 也应该先赚钱帮助大哥 我是不会管你生什么病 既然已经不能工作 为什么还有精神跟那个男的鬼混 听见父亲所说的话 让阿信的心一下量到了极点 他真的收购 就在此时 他在心中下了一个决定 阿信想过安稳的日子 他不愿意再被父亲左右 在父亲的逼迫下 竟让他觉得龙三是一个可以托福终身的人 既然龙三不顾一切的想要娶自己 那么他就嫁给龙三 父亲得知阿信要嫁给刚刚的那个男人 准备亲自去跟他谈条件 阿信父亲告诉龙三 如果想娶自己女儿 就拿出诚意来 我们家以后的生活 还是要靠他一个人来维持 袁伯在一旁听不下去 直接与阿信父亲吵了起来 结局也可想而知 都不欢而散 阿信这才知道 父亲只是一直把自己当成摇权树罢了 他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伤感不已 谁也无法体会到阿信这时的心情 此时此刻 他在心中暗下决心 即便所有人都反对他跟龙三在一起 他也要嫁给他 是龙三给了他唯一的温暖 这个世界真的凉透了 他太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得知阿信要嫁给自己的龙三 邀请阿信到饭店一聚 阿信小姐真的有想到要嫁给我吗 面对龙三的疑问 阿信还是说出了自己对龙三的感情 就这样 两人在饭店私定终身 即便所有人都反对他们的婚姻 那时正是大胜十年 阿信二十岁 龙三二十七岁 回到布店的龙三 将自己与阿信订婚的事情 告诉了袁伯 即便自己会被赶出家门 他都要与阿信重婚 袁伯对于少爷的这一决定感到不满 他就让阿信配不上少爷 毕竟他是电脓的女儿 什么都不懂 为了让袁伯接受阿信 他决定趁早去阿信回家 他要让袁伯看看阿信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隔天一大早 龙三就敲开了阿信的门 我们两个人 今天就结婚吧 即便阿信已经做好了 要嫁给龙三的准备 但这么急 却是阿信意想不到的 但听见龙三的解释后 他还是决定答应龙三 就这样 两人在神社举办了一个 不被所有人祝福的婚礼 没有礼服 没有熟悉娘头 也没有祝福他们的人 阿信突然想到 家带当时的盛大婚礼 但他却一点也不羡慕 因为他选择了自己所爱的人 他在心中暗暗发誓 这一辈子他一定要掌握 这个来之不易的幸福 当天 阿信就跟龙三搬进了田仓布好 管家间都搬行李了 瞬间明白少爷动了真格 即便阻止 他这把老骨头也阻止不了 就这样 阿信与龙三开始了同居生活 即使阿信当上了田仓家的少奶奶 他也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工作 天还没亮 他就开始起床做饭 事事都安排得妥妥的 即使袁伯拒绝阿信的好意 但阿信却从没把袁伯当下人看待 他还让袁伯与少爷同桌吃饭 照顾好家里 阿信又开始出门工作 不管是家务师或是美容师 阿信都做得相当完美 夜晚 袁伯眼看到了晚餐时间 阿信却迟迟未归 他认为阿信没有尽到做妻子的义务 便想让龙三用钱打发掉阿信 正当他到厨房为少爷准备晚饭时 却发现阿信早已为他们预备好了晚餐 袁伯在少爷口中得知 阿信会打算盘 记账本 决定考考阿信 带阿信回家 他早已为阿信准备好了算盘 246元加137元4角减251元3角加98元5角减119元1角一共是多少 114元4角 袁伯有些吃惊 一个电动的女儿 打算盘 竟打得这么好 他又交给阿信一本账簿 但看里里 阿信想都没想印象了 第二天一早 得知此事的龙三又一次大发脾气 其实袁伯是故意找你的麻烦 所以才叫你记账 你难道不明白吗 袁伯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那就随你这便吧 当阿信看到店里的账本时有些吃惊 店里看着是赚了很多钱 实则一直在亏 带出去的布料有一半的钱没有收回 如果再这样下去 布店很快就会破产 袁伯本想利用账簿考考阿信 没想到他竟看懂了里面的航道 只是麻烦你帮忙抄录一下账簿 并没有叫你多管闲事去看账簿的内容 其实阿信知道早晚他们都会被赶出去 但他还是乐观地面对所有事情 只要他能和龙三在一起 不管生活多苦 他也愿意接受 一天夜里阿信在冤部口中得知 龙三在与外国人谈一场大生意 因为外国人想了解日本茶道 但临时却又找不到人 则之后龙三遇见难题 阿信没有多想换好衣服 就冲到了酒屋 阿信连茶道都懂 是谁都意想不到的事情 其实这也是阿信在酒田老夫人教他的 虽然已过去了很多年 但他一点都没忘记 龙三和老管家从没有看过 阿信还有这一面 不免感到吃惊 也正因为有阿信的帮忙 他们成功拿下了这笔订单 但是也就在今晚 觉得袁伯有些奇怪 他也感觉到 大概是到了被赶出去的时候了 平静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好几天 但也就在这一天 店里突然来了一个陌生男人 爸你来了 父亲收到袁伯的来信后 亲自来到东京看完儿媳 阿信自从跟龙三结婚后 其实早已做好了被赶出去的准备 终于这一天还是来了 但他还是决定勇敢地面对 即将所要发生的一切 是电脑的女儿 是 龙三责怪袁伯把所有事情 告诉自己的父亲 但恋阿信和龙三都没有想到的是 父亲并没有要赶走两人的意思 反而非常喜欢阿信 原来是袁伯将阿信所做的一切都写在了信里 里面全是夸奖阿信的话 而且他还希望老爷成全两人 所以这才是父亲来东京的原因 他就是来看儿媳妇的 现在亲自看到了阿信 他也正如袁伯信上所说 这一下他也就放心了 看见老爷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袁伯跑出去掩面痛哭 阿信连忙追股去安慰 袁伯感动少奶奶没把自己当下人 而且还把他当成少爷的父亲看待 虽然他一直给脸色阿信看 但他的内心始终是温暖的 事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大家从没有这么高兴过了 龙三父亲还给阿信包了一个红包 相当于两人的结婚礼物 他希望阿信辅佐自己的儿子 并还让两人好好在东京定居生活下去 但也就在这一晚 阿信收到了一封来自老家的信件 是父亲病危的消息 从没感觉过如此幸福的阿信 又一下子掉入了痛苦的深淵 跟所有人说明原因后 第二天一早 阿信就迅速赶回了老家 回到家后 阿信这才得知 哥哥已经成婚的事情 而且新房子也改好了 但令阿信没想到的是 哥哥与嫂子这次的态度 让阿信感到不满 阿信欺负哥哥独自一人霸占房子 这可是父亲亲手打造的房子 而他现在病危 却都不能搬进新家 阿信想要为父亲打抱不平 而哥哥却说 你这种态度 你到底对谁凶啊 但是你至少也让爸爸过来这里养病 就算是爸爸说不用 你是做儿子的 你应该这么做才对啊 哥哥和嫂子的这种做法 令阿信感到害羡 但他却又无能为力 即便父亲对阿信 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但阿信还是跪在父亲面前心疼不已 看见父亲对自己用力挤出一丝微笑 阿信就已对父亲没有了一丝怨恨 他突然觉得父亲的这一生太过可悲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父亲安心 阿信还是对他说出了自己与龙三结婚的事情 并告诉父亲 他现在过得很幸福 当父亲听见女儿结婚的消息 为之高兴他一定要爬起床为女儿庆祝 此时的阿信心中五味杂陈 心疼得厉害 在父亲与阿信喝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杯酒后 最终安详地离开了人时 父亲说 钱花在死人身上没有意义 所以他的葬礼也就草草结束 在父亲走的几天后 阿信还是想把母亲带回东京 但他依旧愿意待在老家 拗不过母亲的阿信 还是独自一人踏上了回东京的旅途 在回东京之前 他又来到了九田 他想把自己结婚的好消息告诉他们 所有人都为阿信感到高兴 特别是佳戴 但佳戴的生活就不那么如意了 他每天就如行是走肉一般地活着 而佳戴的老公更是大胆 小林肚子里已经有我的孩子了 我觉得小孩是无辜的 我准备把小孩带回来 真来 当阿信看到佳戴现在的生活后 他不知道当初对佳戴隐瞒后他的消息 到底是对还是错 在九田目睹了佳戴的婚姻生活后 让阿信深深地体会到 他跟龙三的一切是多么幸福 他希望像这样的日子 可以永远地长久下去 回到东京的阿信 与龙三的新婚时光还在幸福 龙三还为阿信准备了和服 他决定向所有人 公布与阿信结婚的消息 即使阿信已经成为了 田仓家的少奶奶 但他仍然愿意支持阿信 完成自己的梦想 阿信这样的生活 让燃子他们相目不已 他们为了帮阿信庆祝 决定在咖啡厅帮两人 补办一场婚礼 龙三还陪着阿信来拜访阿贵师傅 并邀请师傅参加他们的婚礼 但来到美发店后 这才得知师傅的生意上 遇见了些难题 由于时代的变化 店里又不做夕阳发誓 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 而且所有的人都走了 只有小绿一人陪着 师傅的抢颜欢笑 让阿信感到心酸 曾经生意那么好的美发店 如今竟败落成这个样子 难道时代真的变了吗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 两人在咖啡厅补办了婚礼 他们在舞池中央跳舞 是那么的幸福 就给大家一同饮酒做乐之时 阿信竟从员工口中得知 田仓会长期合作的店铺 即将倒闭的消息 他便当机立断下了一个决定 把龙三和袁伯送回家后 他就立即赶到即将倒闭的店铺 回收了所有的布匹 避免减少店内损失 但因为这件事 也彻底惹怒龙三 龙三气氛安心独自做决定 如果这样落井下石 以后谁还会找他们店铺合作 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被寨主找到一步 把我们该拿的东西尽快拿走 想去减低我们的损失 像你这样把东西拿走 本来不会倒的 都要倒了 这是两人在新婚后 第一次发生这么大的争吵 阿信想理解龙三 但他又不理解 每个人都这么难做 为什么要心疼别人 做生意不就是这样吗 正当阿信准备让工人 把布匹送回去时 店里又来了一个生意伙伴 他羡慕龙三能提前 把布匹搬回来 减少了自己的损失 幸好你是在他宣布破产之前 所以还有机会拿回来 这些东西抵掉你的货款 你还可以亏得少一点 世界大战结束后 经济不景气 这也给田仓商会 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而龙三投资的纺织厂 也因此倒闭 亏空了所有 此后的日子 店里时不时有来催债的人 他们就连买的大米 都没有多余的钱 来支付商贩 催债的人来来往往 阿信这才知道 店铺遇见了很大的难题 他掏出龙三父亲 给自己的红包 要原部先用着 并让原部 不要告诉自己的丈夫 阿信不想再给龙三任何压力 龙三对于这次的 经济危机心中 很是丧气 但他却没有在 阿信面前表现出来 毕竟自己是一个 家唯一的支柱 就在这天晚上 美发店的小绿来到补行 邀请阿信到店里帮忙 因为快过年了 店里来了很多 要做西洋发行的顾客 阿贵师傅 一个人也忙不过来 好不容易来的客人 他们不可能将其推掉 当阿信对龙三说出 自己要再次出去工作时 龙三虽然百般不情愿 但他又不忍 看到阿信伤心的样子 便抢颜欢笑地 点头答应了此事 阿信又回到了美发店帮忙 店里又恢复了 网友的生机 阿贵师傅也就此下定决心 要重新振作 穿洁过后 也正因为有阿信的帮忙 店里的顾客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一倍 阿贵师傅递给阿信一个信封 里面是他的工资 阿贵师傅还是希望 阿信继续留在店里 只不过以后是 以合伙人的身份待在这里 信封里有50块钱 钱虽然不多 但也足以改变阿信的生活 他将自己外出打工的 第一份工资交给龙三 龙三显然不想收下 他觉得有失面子 赚钱是男人的事 大正11年 阿信22岁 他的新婚生活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 但他很知足 他庆幸能够成为龙三的妻子 而且还有老管家为白 阿信也很珍惜 这属于他们三个人的日子 阿信知道 布店现在已经很难再维持下去 尽管如此 他还是拼命在外工作 努力维持布店开销 他只为帮丈夫出一份力 这也是他唯一想到 能帮助丈夫的最好方式 但也就在这一天 龙三因为太急于求成 被别人骗了一大批货 那个人还没付款 就已经找不到人了 得知丈夫被骗 阿信也只能不断鼓励丈夫 并更加努力的拼命赚钱 阿信本以为 自己为丈夫贡献出一切 就是为了他好 但他却忽略了男人的自尊心 龙三开始经常夜不归宿 并满身酒气的回家 他还花光了阿信 为他们赚的所有生活费 阿信理解龙三的心情 所以他并没有跟龙三计较 但他万万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温柔 会给龙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龙三因为生意失败 接受不了打击 开始一蹶不振 但他又是一个急安面子的人 他接受不了别人 说自己靠老不要 所以他只能花钱 在小姐身上找存在感 大整十一年 没发店又迎来了忘记 田仓不行 虽然开着门 但却没有任何一单生意 龙三已经完全没有了 工作的欲望 现在的生活 以及店里开销 全靠阿信一个人支撑 这天阿信又找阿贵师傅拿钱了 阿贵师傅心疼阿信 一人支撑所有 但阿信却不想放弃龙三 他知道他也不愿意这样 直到这天晚上 却彻底让阿信 有了离开龙三的想法 龙三带着两个小姐 来到了燃子他们所在的咖啡厅 燃子气愤龙三 用阿信赚他的钱 出来花天酒地 他不顾情面的狠狠 斥责龙三现在的所作所为 当面被戳穿面子 给龙三跑回了家 将脾气全部发泄在了阿信身上 龙三说的这些话 彻底刺痛阿信的心 原来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错的 是啊 或许没有自己 他就可以跟袁伯回老家 过好日子了 他是因为自己 他一直痛苦地留在东京 正当阿信准备与龙三离婚时 上天就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才刚刚下定决心 要离开龙三的阿信 现在这个时候怀孕了 他独自一人在路上徘徊了好久 也想了好久 他来到师父的住所 决定辞职 他想再给龙三一次机会 也给肚子里还未出生的宝宝 一次机会 阿信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自己太执着于赚钱 让他们过好日子 所以才让龙三没有体会到当丈夫养家的责任 即便以后失去工作机会没有饭吃 他还是决定在龙三身上赌一把 看着如此执着的阿信 师父知道再怎么劝都没有用了 他也只能放任阿信离去 另一边的龙三和袁波商量 他们准备回左赫重新来过 但他又不想跟阿信分开 如果不走 在这边又生活不下去 龙三见阿信回家 想试图劝服阿信跟自己一起回左赫 阿信听见龙三要回左赫的消息 便直接拒绝 他当机立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还说出了自己辞职和已有宝宝的事实 最终龙三还是妥协 与阿信一起留在宝宝踏兵 此事故后 阿信乖乖在家里服侍龙三 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但这也让两人有了新的未经 他们现在连十块钱的电话费都支付不起 龙三看着阿信无忧无虑的样子 又开始抱怨 阿信则故意做出什么都不担心的样子 即使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等着他们彻底陷入贫穷的那一刻 转眼间 阿信辞去美发店的工作已经过去了两个月 店铺里的生意依旧不见好转 现在连米店 鱼店 菜店 都不愿意再借东西给他们 即便如此 阿信依旧不急 但龙三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在家四处翻找着一些可以换钱的东西 但所有之前的东西早已被阿信典当补贴家用 阿信需要龙三体会什么叫真正的贫穷 然后再让他重新燃起斗争 龙三跑出去后 阿贵师傅前来探望阿信 他早已听闻了阿信所顾的生活 师傅递给阿信一些钱 希望他能度过这次难关 但阿信却拒绝了师傅的好意 我先生现在终于了解 一定要努力地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还有房子住 还没有真的穷到 连睡觉的被子也要卖掉 所以他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 但是他很快就会知道了 阿信在龙三身上给自己下了一个赌局 是书是赢 谁也不知道 怀孕的阿信跟着龙三已经到了吃不饱饭的地步 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究竟会怎么样 也不知道龙三会不会因为大家穷到没有饭吃而改变 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都堵在了龙三身上 正当阿信心烦意乱之时 饭店的人突然送来两份上等鰻鱼饭 而且已经付过了钱 正当两人看着鰻鱼饭迷惑之时 龙三走了进来 原来鰻鱼饭是龙三订的 他还掏出一百块钱交给阿信 这些都是龙三放下面子 找一个电农的儿子借的 现在他混得很好 小时候他还一直跟在龙三屁股后面跑 原伯看着如今变成这个样子的少爷心疼不已 曾经的他可是多要面子的一个人 而现在他竟然愿意低下头来跟别人借钱 这是阿信和原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 为了不让你跟老管家饿肚子 我什么事都能做 阿信看着丈夫的改变欣慰不已 他知道这次是他赌赢了 阿信握着龙三的手 他就此下定决心 一定要陪着丈夫东山再起 阿信和龙三终于要携手共度 成为夫妻后的第一个难关 现在的不匹生意经重越来越激烈 龙三看着最近小孩都穿上了洋装 他在里面发现了巨大的商机 龙三跟阿信说出了自己想要转行做铜装的想法 阿信一听 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点子 与其卖高端西装布料 还不如转行做便宜的铜装 毕竟薄利多销 但两人眼下的难题是 他们并没有现金再投资做铜装生意 阿信灵光一闪 听见阿信的这些话 龙三还是觉得不可行 毕竟这可是一笔大资金 他还是想自己出去上班 好好养活这个家 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算了 但阿信却觉得 做生意来钱更快 如果成功了 他们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 阿信早已想到了 把布料销售出去的办法 那就是在路边摆摊 听见摆摊 龙三直接拒绝 这么高端的料子 怎么可以在路边摆摊卖呢 虽然丈夫拒绝了他的点子 但阿信就把这件事情放在了心上 夜里 他就偷偷跑出门逛了地摊 夜市上的人来来往往 人多的都要站不住脚 他细心地留意着 卖布料的摊贩 拉顾客叫卖的样子 并认真考察了摊位地形 第二天 他又核算了店里所剩的布料 如果全部卖出 他们可以尽多少钱 阿信计划好一切后 他就在想到底该怎么做 才不会让龙三和管家 发现这件事呢 不久后 阿信终于找准了时期 龙三这天刚好卖出 他又刻意设计原博 出去帮自己办事 带原博走后 他迅速整理了要卖的布料 如果今天成功了 他就有充分的理由 去说服龙三 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的摆摊 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危险 但为了做新生意 他就必须想办法 把压在手上的货 全部卖掉 这也是唯一一笔 能让他们东山再起的资金 也同时是他的缺点 他希望自己这次摆摊成功 好有理由去说服丈夫和原博 但他摆了好久 来来往往的人 并没有停下要买的意思 他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字条 看了看自己写的交卖词 阿信把心一横决定拼了 来来来来看看 这个布应该是在 银座的高级西装店 做成上等西装 给有钱的绅士官员们穿的哦 看看呢看看喽 现在啊 竟然可以用这种价钱 让各位买到手 这是夹不了的 英国进口羊毛布哦 阿信的叫卖声 成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许多人在阿信摊位前 停了下来 这绝对是正统的博来品 夹不了的 那我要那一块 有两块木 也正因为阿信的胆量 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驻足 这么高端的布料 又这么便宜 来的人最少 都要定下两匹布料 很快 他的货就要被顾客洗劫一空 有些顾客还跟阿信再次预定 希望明天他还能出现在这里 这次的摆摊是成功的 但也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 一帮混混赶来 驱赶了阿信的所有顾客 阿信因为没有跟他们打招呼 就私自在这里摆摊 引起了他人的不满 混混们驱赶阿信离开 但阿信不服 看着自己的货 全部被这些人弄脏 阿信恼羞成怒 冲上去与这帮人扭打在了一起 但一个怀孕的富人 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直到带头的大哥出现 这件事才算养结 大哥还是第一次遇见 这么有勇气 并敢跟他们对抗的女人 阿信满身是伤的拖着车 回到了家 可刚迎进门 就晕倒在了地上 袁伯和龙三看着受伤的阿信 不禁担心其他的状况 谁知阿信一睁眼 第一反应 竟是担心自己赚的钱 到底丢在了哪 好不容易赚到手的钱 现在竟然全部拥丢 龙三听闻此事后 愤怒又心疼地指责阿信 摆摊本该按住规矩走 但是阿信一想到钱 就开始哇哇大哭 龙三又安慰起阿信 人没事就行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但阿信却对此事非常的不服气 也痛恨极了夜市上的那帮人 但也就在第二天 夜市地摊上的负责人阿剑找上了门 他正是那帮人的大哥 正当阿信准备上前跟他理论时 龙三却把阿信拦了下来 但阿建只是笑笑说道 我有一个小妹也是跟你一样 真是前年他病死了 说完后 他掏出一个钱包递给阿信 这是你调的吧 阿信看着自己好不容易赚到的钱 终于找到了 兴奋不已 其实阿建来这里并无恶意 他说明了昨天夜里的情况 原来所有在那里摆摊的人 都是需要上交摊位费的 如果大家都可以随随便便 在那里摆摊的话 就会在市场上形成恶性情绪 而他们只是在那里维持秩序 并非阿信想象中的恶人 正当阿建准备离开时 阿信却叫住了他 如果我付租金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在那里做生意了 如果老板娘真的有心要做的话 这件事情都交给我 我会帮你的忙 听见阿建愿意帮这个忙 阿信连忙将他拉进屋里说话 当两人坐在一起喝酒聊天时 阿信这才知道 阿建竟和自己是同乡人 得知阿信说叫美男 阿建就亲自叫他们道上的交流方式 请多多指教 请多多指教 尽管阿建为他们安排好了摊位 但龙三还是反对阿信出门摆摊 他觉得靠自己上班 完全可以养活这个家 但阿信是个说到做到的人 而且如果成功了 他们就有自信投资去做童装 共同拥有一个事业 并且他们还可以把这个 空余的店面利用起来 因而阿信的执着 也让龙三有些生气 他只想阿信在家好好养胎 不管怎样 阿信还是收拾好所有东西 准备语言博出门 龙三因为上一次的生意失败 还生活在里面的阴影中 他怕阿信被别人骗 所以看着阿信真要出门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而且龙三讨厌自己老婆跟阿建一起 他觉得阿建不是什么好人 你一定要被骗过一次 才会学乖是不是 阿信又踏上了摆摊这条路 既然丈夫不相信自己 他就一定要走给他看 正如阿信所愿 他们生意真的很好 摊位前总是围满了人 龙三不放心阿信 又多跑到了夜市 看着老婆摆地摊的样子 心中突然五味杂蝉 不知是开心还是难过 每天夜里 他都会和原博准时出现在夜市上 他们的摊位在夜市上是最好的 每天的货也都被顾客一扫而光 他们只花了十天时间 就把店里的库存布料全部清空 阿信将近几天赚到的钱 都交给了龙三 他想尽力说服丈夫 跟自己做童装生意 就当为了他们以后的宝宝 有更好的生活 阿信又将龙三拉到门店 想象着他们以后 一起做生意的画面 你看看 这个四周围呢 我们可以做个陈列商品的橱窗 你看 清掉了所有库存给阿信 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而这个信心 也给他带来了更大更多的梦想 第二天 阿信就咨询了卖缝纫机的人员 他准备买一台缝纫机 试着自己做做看 阿信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了龙三 龙三不但没有为之高兴 反而斥责阿信 龙三让阿信好好在家养胎生宝宝就好 他坚持不让阿信 再继续操心生意上的事 并让阿信断了这种想法 但只要是阿信想做的事 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他几天之内就学会了采缝纫机 并且很快做出了一件成衣 龙三看着这新款铜装大吃一惊 这样的铜装既轻便又利于活动 他对此感到十分满意 他入算了一项衣服的成本以及利润 便瞬间来了兴趣 他认为这些衣服只要能批量生产 拿出来贩卖就一定能赚钱 世界大战结束后 日本陷入了经济萧条时期 女性们开始穿着既方便又便宜的洋装 而小孩子们的服装也由和服转为西洋服饰 阿信也因此看中了铜装市场 因而改变了田仓商会原始单纯的卖布生意 自从有了丈夫的支持 他也更加有信心能做好这件事 他们开始改造店面 龙三也辞掉了工作 与阿信一起经营管理店铺 因为阿信不懂布料市场 在外采购一些便宜 且有质量保证的布料 全部由龙三负责 店里又请了两名逢任师傅 方便感知成衣 阿信则专门设计铜装款式 夫妻两人都在为新的生意共同努力着 而袁博也在尽自己所能默默付出 大正11年9月1日 是店铺开张的日子 田仓商会又恢复了网人的热闹 所有朋友都前来庆祝 阿信的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然此他们看着夫妻俩 又同心合力地一起做生意 为他们俩人高兴 并祝福他们生意兴隆 但新开张的铜装店已经过去了十天 生意却不怎么样 阿信虽然想要放弃 但他却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这件事 也就此让他和丈夫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在阿信失去信心时 龙三则不断鼓励阿信 但也就在这一天 他们的铜装店迎来了改变 两个生意人看中了阿信赤子的铜装 他们是大野屋大型杂货铺的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却有这么便宜且耐穿的衣服 真是难得 他们想让阿信把做的所有铜装 转到大野屋售卖 但阿信就觉得不妥 要跟龙三商量 龙三听完此事 觉得甚好 第二天 大野屋的人就运走了阿信店铺里的所有衣服 看着空荡荡的店铺 让阿信有些失落 开开心心的等着店铺开张 却又变成了云来的样子 但晚上 龙三就给阿信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们的铜装在大野屋卖得很好 而且 他们卖的价格 比他们店铺卖的价格都贵了两重 尽管贵 但只要被摆出去 就会被一抢而空 夜里 大野屋的人就过来继续敞探 他们还需要大批铜装 并且希望他们能加急生产 龙三没有多想 直接接下了这批订单 阿信见丈夫 一下就接大量的铜装订单 尽管他明白丈夫想要成功的心 但依旧担心 他会操持过急而产生亏损 我们只有三台缝纫机 怎么能够负荷那么多的订单呢 这件事啊 交给我来办就好了 龙三借此机会 向妻子表示 才想着做出一番事业 正因为有了孩子 并希望阿信 能够体谅自己的心情 丈夫得意忘形 令阿信感到非常不安 因为阿信明白一个道理 很多事情往往都不像 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和阿信期待的相反 新开张的铜装店 顾客竟寥寥无几 这时候 大野屋突然来的大批订单 使田仓商会又转危为安 为了快速出货 龙三又另外聘请了四名工人 还外加了三台缝纫机 这是阿信没有想到的 但阿信又转念一想 他也没什么好惧怕的了 失败了就重新来过 他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就如龙三所说 如果做什么都为手为脚 不成大生意 这样也好 还不如放手大干一场 这天夜里 龙三又接到了一批 中学致富的订单 同时他又提出了 想找夜班工人 干订单的想法 但阿信回想起 姐姐是因工作操劳过度去时 不愿赞愁 那你就增加人手跟缝纫机 不要为了你个人的野心 做这种不人道的事情 龙三因为喝了酒 也听不见阿信的任何话 他还让阿信好好养胎 担心生下孩子就好 以后的所有事情 由他来决定 龙三说的这些话 让阿信感到心寒 袁伯担心少爷 又再一次得意忘形 他提醒少爷 要不是有少奶奶的帮忙 填苍商会 也不会有信任的成就 并让他好好孝顺岳母来报答 龙三听见了袁伯的教训 他跑进房间 抱着阿信跟他道歉 是啊 如果没有阿信 他到现在都一无所有 就在几天后 龙三还亲自把阿信的母亲 接到了东京 因为阿信马上要生产 他希望岳母就在阿信身边照顾 这也是他给阿信准备的惊喜 母亲踏着阿信 阿信能嫁给这么好的男人 为此感到欣喜不已 他就像这样拿着 当时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我一直没有看到人出来 我还以为妈没有坐这班车来 袁伯看着少爷的改变 会心一笑 他从小看到他的孩子 也终于长大了 有了母亲的到来 让阿信倍感温暖 大正十一年 又迎来了崭新的一年 天仓商会的生意逐渐稳定 阿信也即将到了生产的时刻 但每当有缝纫工身体不适时 阿信为了准时交货 都会替补他们的工作 但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肚子里的宝宝也终于要发动了 他忍着疼痛 仍然脚踩缝纫机 他知道按合同要求 如期交货 是商人的信誉 这句话 他一直铭记在心 直到他彻底忍受不了 便赶紧向你进求助 但当住场护士赶到时 阿信就已经诞下了一名男宝 这让龙三高兴了好久 因为孩子取名为田仓雄 成为母亲的阿信 也感到非常满足 而龙三出为人妇 也做到了无可挑剔之处 现在的田仓生会 有着接不完的订单 生意上也步入了正轨 阿信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幸福也会有消失的一天 在阿信生完宝宝的一个星期后 所有朋友都前来祝贺 龙三孩的宴会上高歌一曲 这也是阿信最幸福的时刻 阿信生完孩子 也到了母亲回老家的时候 他非常不舍母亲离开 且希望母亲能在这里 长久地住下去 但母亲却表示 山形是自己的故乡 必须回去守护 阿信瞬间明白了 母亲的良苦用心 尽管不舍 但他还是决定 让母亲回到老家 龙三也为岳母准备了钱 并亲自把岳母送上了火车 所以在母亲走了几天后 龙三父亲因为听闻儿媳 为他们家诞下一子 也来到了东京 他还给孙子包下了 一百元红包 但尽管阿信为他们家诞下一子 龙三的母亲 依旧不承认阿信这个儿媳 这也一直都是 阿信不愿意跟龙三 回左鹤的原因 但好在他们在东京 有了自己的事业 龙三也希望自己的生意 越做越大 好风风光光地 带着阿信回家 这样他的母亲 也就不会再说什么 父亲因为听了 龙三想扩大工厂 决定亲自出资 帮儿子实现这个梦想 这也让龙三更加信心倍增 听完丈夫要另建工厂 阿信却觉得此事不妥 他明白一切生意 都不能太操之过急 像他们这样的工厂 已经够他们一家 过好日子了 毕竟现在的生意 这么不景气 想扩大也必须 有多余的资金 后面再扩大工厂 也是时候 阿信知道龙三难以说服 便找到龙三父亲 希望他不要这些跌龙三 但当阿信听见 公公支持丈夫的原因后 他也渐渐释怀 也能理解丈夫 希望在短时间内 让事业有一番成就的苦心 至此之后 阿信再也没插手 丈夫要扩大工厂的事 只是安心在家带孩子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但听见丈夫 还要继续借钱 买地盖工厂后 还是会让他感到无安 这天 家带突然来到了东京 他是来祝贺阿信的 但阿信知道 家带来东京 祝贺阿熊的出生 只是借口 也许是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太了解家带了 夜里 家带就请求阿信帮忙自己 他不再想回九田 他已经受过了那个地方 而这次他来东京的原因 就是打听到了浩泰的消息 他还是想不顾一切 跟他离开 家带的这一举动 让阿信有些措手不及 他不能阻止 也不能劝阻 因为他知道 家带在九田过得并不幸福 隔天 家带就细心打扮了一番 跑了出去 不顾一切 去见浩泰的家带 让阿信感到有些嫉妒 本来他可以跟浩泰结婚 却让家带夺走了一切 如今看着家带 又可以与浩泰见面 阿信是多么的羡慕 而他却以为人妻 被家务缠身 直到夜里 家带才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家 他一句话没说 就把自己关在了房间 家带的这一举动 让阿信感到担忧 第二天一早 就在阿信背着孩子 买菜回家的路上 浩泰竟在不远处地等着他 这一次的意外相遇 让阿信感慨万千 无影可大 但是在这一次 与浩泰短暂的相遇中 也让阿信感受到了浩泰强烈的爱 阿信第一次了解到 这是超乎爱情的 另一种微妙的感情 有了浩泰的祝福 也让阿信更加坚信 自己能与龙三一直幸福下去 自从与浩泰见面过的家带 把自己关在房间 已经一天一夜 他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正当阿信准备为家带送饭时 家带却一收拾好心情 走了出来 他将昨天发生的一切都说了出来 浩泰还是拒绝了他 与他见面 他也只是打探阿信的消息 他这才知道 浩泰的心里始终只有阿信一个人 家带想了一天一夜 他还是决定放下浩泰 回酒店生个孩子 好好继承家贺米店 他可不想让另外一个女人的孩子 变成家贺屋的主人 家带终于放下了这份 对浩泰执着的感情 阿信真心替他感到高兴 当天夜里家带就回了酒店 虽然家带口口声声说放下了 但他的背影却仍然流露着许多哀愁 大正12年9月1日 是钱仓商会改建专卖童装商店 一周年的纪念日 也是新工厂落成的庆祝大典 今天对于龙三和阿信来说 是最值得庆祝且美好的日子 但是有谁会知道 将在数小时之后 会发生了一场生死离别的大灾难 因为怕阿雄在人多的地方吵闹 袁波决定一个人在家帮忙带孩子 但也正当他们的庆祝接近尾声时 东京大地震却悄悄来袭 正午11点58分32秒 在东京发生了7点9级大地震 只称关东大地震 这次的灾难似乎没有任何前兆 顷刻间地动山摇 天崩海啸 整场震灾中 全部被毁的建筑都达37万桶 死亡人数高达10万 从昏迷中醒来的阿信 不放心袁波和孩子 第一时间冲回了家 回到家时 他们的家已成了一堆废墟 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袭来 突然 一阵婴儿的哭声 从废墟中传来 袁波为了救孩子 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阿雄 而他却来不及逃生 他也就此 在这场大地震中丧生 因为余震不断 他们不得不放弃 袁波的遗体 去往安全的地方躲避 在一大群逃难的人群中 阿信只知道紧紧地跟在龙三身后 心命地向前走 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般 刹那间 龙三和阿信失去了眼前所有的一切 自己到底跌进了多深的谷底 等到知道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的事了 在当时 很多人都正在准备自己和家人的午餐 而做饭则需要生活 因为那个时期都是木制的房子 这也造成了震后火灾 再加之当时九月 正是强风天气 火界风势一发不可收拾 大火足足烧了几天几夜 龙三与阿信不得不跟随人群 到距离很远的上野公园避难 当大火熄灭后 龙三与阿信再次回到了家 他们想找回袁波的遗体好好安葬 但所谓的家已成了一堆灰烬 而袁波的遗体就更不用说 龙三费尽心思盖的工厂 也被全部烧光 阿信一家原本可以东山再起 但因为天灾 却摧毁了他们的一切 此时的龙三 已经听不见任何人的话 看见丈夫变成这个样子 阿信竟然知道 自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心地 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哭 好不容易完成的工厂 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开始做 却一瞬间化为灰烬 这对龙三的打击实在太大 他无法承受这个压力 只是愣愣地做了好几天 等到龙三想明白时 却是要带着阿信和孩子 回左鹤老家 阿信想要继续留在东京 不管做什么他都愿意 但龙三却完全丧失了信心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我跟阿熊回去 为了阿熊 我一定要带他回左鹤 得知东京发生的地震的母亲 迅速赶了过来 原来是家和屋的老太太和家呆 一起祭管着阿信 他们还帮阿信的母亲买了车票 并给他带来了一些生活用品和钱 就是为了能让阿信熬过这次难关 阿建也帮阿信安排了临时住所 母亲见阿信不肯跟龙三回家 势必劝服阿信 跟着他一起回去 一对夫妻怎么能分开呢 更何况他们现在还有了孩子 为了孩子 阿信妥协了 与所有人告别后 龙三与阿信就搭着免费的救灾船 回到了龙三的左鹤老家 殊不知 这才是阿信苦难的开始 跟龙三回到老家的阿信 不被所有人待见 特别是那个一直不喜欢自己的婆婆 看着阿信跟着儿子回家 婆婆瞬间脸色大变 一家人开开心心地拥护着儿子进门 可唯独少了阿信 阿信自从进了田仓家的门 就一直冷汗之冒 想到自己以后在这个家的日子 他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田仓家的公公 对于阿信还算和善 看着阿信能跟着龙三回来 还是很高兴地 为他介绍了所有家人 但婆婆就不同了 直接当面 指责阿信没有做好老婆 并把龙三借钱盖工厂亏钱的事 全部怪在了阿信身上 龙三的大哥福太郎 看着弟弟生意失败回乡 也开始看不起他的座位 他还冷漠地表示 将不再给予他任何资金远助 而婆婆给他们安排的房间 也是家里最差的 听完儿子肚子饿 婆婆竟只为儿子一人准备吃的 哎 也帮阿信弄一点吧 他刚刚说了他不想吃了 你又何必勉强他呢 这也让阿信感到有些尴尬 为了缓解尴尬 他准备起身帮孩子洗尿布 血已没有了力气 龙三心疼老婆 拿起孩子的尿布便走了出去 一让阿信好好休息 母亲看着儿子独身在外洗尿布 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推开儿子 夜晚他们就准备了好酒好菜 为儿子接风洗尘 但唯独没有为阿信准备 婆婆竟还把阿信安排在厨房吃饭 不但如此 因为龙三洗尿布这件事 婆婆还就此在所有人面前批评了阿信 阿信啊 你到厨房去找恒子 家里面的事情有不懂的地方 就问他 是 这就是阿信来到这个家的第一个晚上 婆婆一见面就给了阿信一个下马杯 全家人坐在里面吃饭 而他却要等着所有人吃完他才能吃 这就是田仓家的规矩 不仅如此 阿信洗衣服用的肥皂还需要自己花钱购买 昨天洗你们的尿布就已经用掉了我半块肥皂 面对婆婆跟大嫂的刻薄 让阿信觉得满腹委屈 就连吃饭阿信都要看婆婆脸色 阿信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婆家过这种生活 还没吃饱 阿信就背上孩子跟着龙三下地干活 也因为夏天工作 阿信也就此认识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左河 阿信看着左河温柔的面容 他觉得自己能在这个地方遇见他 像是找到了好朋友一般 一时间来到左河被灼伤的心也在这一刻才得到了温暖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 辛苦在田里耕作的两人却只给分配了两个饭团 而新造和左河两夫妻更是可怜 他们只能吃地瓜虫鸡 饭团都是他们想都想不到的食物 只能逢年过节才会有幸吃上 为大家的龙三早已饿得不幸 听到儿子说肚子饿 婆婆就把儿子拉到房间 偷偷塞给龙三一些吃的 你在这里吃啊 不要让其他人看到 我要分一年给阿信 妈是给你一个人吃的 你又何必要拿进去 婆婆还就此警告阿信 做老婆的不能让丈夫知道自己肚子饿 就算饿也必须得忍着 而且还要把自己那份心甘情愿的让给丈夫吃 不管是有多大委屈 阿信也只能忍着 毕竟寄人篱下就是这样 这天阿信给左河输了他梦寐以求的头发 尽管婆婆警告过他不要跟他来往 只因为左河以前是陪酒女 阿信却一点也不在乎 但这也引起了村子里的人议论纷纷 回到家的阿信也就此被婆婆一阵痛批 因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 阿信就跟丈夫提了自己想去帮别人梳头的想法 他想赚取一些零花钱好补贴家用 听见阿信的话 龙三这才知道 洗衣服的肥皂还要自己出钱购买 但龙三知道母亲绝对会反对阿信出去帮别人梳头 便直接拒绝了老婆的要求 而拒绝的理由也只是为了田仓家的面子 如果阿信出去帮别人梳头赚生活费 这也会让村里的人笑话田仓家虐待儿媳妇 因为没有生活费 龙三决定亲自跟母亲要 也因为龙三跟母亲要生活费这件事 也使得婆婆对阿信的怨恨越来越大 他觉得是阿信在中间挑拨离间 扰乱了他们母子间的关系 而阿信所说的委屈也只能跟龙三发泄 这也成功导致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差 算了 我真是受不了你 左和看着两人的关系不太正常 知道两人是为了婆婆而吵架 他便经常劝阿信要寄来之责安置 也正因为有左和的安慰 阿信的心里这才会好受些 来左和不久 就让阿信深深体会到了寄人篱下的悲哀 龙三觉得每天工作的再辛苦 也没有正常收入 并向父亲提出 自己想要加入开拓队的想法 最起码开拓成功后 也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打拼 而阿信却想劝丈夫跟他离开这个家 最起码在外面不用看别人脸色 并且以他的手艺完全可以养活这个家 龙三却直接拒绝 他觉得靠老婆养有失面子 两人在这方面的观念不同 也使得他们的婚姻有了新的危机 自从阿信跟着丈夫来到田仓家 就没有吃过饱饭 稍微多吃一点 就会被婆婆讽刺吃太多 吃不饱饭的阿信还要带着孩子下地葬火 不但如此 就连儿子做错事 婆婆也全都怪在阿信一个人身上 为了丈夫不夹在中间做人 她也试图尽量融入过这个家庭 但依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夏天干完活 她本想帮大嫂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但得到的回应却依旧是冷眼相待 而婆婆就更加过分 她还警告阿信 不要再说些让龙三为难的话了 龙三太可烈了 最连家里的小孩子都被哥哥嫂子教育 说阿信是饭桶 孩子们的话也深深刺痛了阿信的心 阿信总是在想 这样的日子何时才能完 她感觉自己像是被推进了无尽的深渊 再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夜晚 阿信在洗尿布时 婆婆又在一旁说阿信 鼓吹自己的儿子加入开拓队 那里既辛苦 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开拓出新徒弟 听完这话的阿信就想劝阻龙三不要加入开拓队 不然家里所有人都责怪自己 他觉得既然耕田这么辛苦 还不如再去东京打拼 龙三不但不领情 反倒气愤老婆不了解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还将自己护着阿信 与母亲闹别扭的事 全都怪在了阿信头上 龙三觉得是因为阿信脾气倔 不肯融入这个家 才导致现在的这个状况 并还让阿信以后在他面前 不要再提及自己母亲的事 与丈夫吵完架的阿信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想出门冷静一下 但却正巧遇见婆婆 在与大嫂烤饼吃 对不起 我因为口渴 所以来喝水 这是不咬脸的女人 可能是闻到我们烤饼的香味 才醒过来的 阿信迅速跑回房间 其实阿信并不想吃饼 但是这件事也让他更加确信 自己在这个家的位置 他永远都是一个外人 这个时候他就已经下定了 要出走的决心 但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究竟要往何处去 阿信每天都在失望中度过 他不想回山行老家 因为他怕母亲知道了担心 但如果带着孩子去酒田投靠家和屋 又怕会给人家添上许多麻烦 可是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地方 他一个人带着孩子 又该怎么办呢 在写给母亲和家带的信中 他从来都不会提起 自己在婆家受虐待的困境 而他唯一依靠的丈夫 也不再支持自己 处在这种有苦无处素的生活里 让阿信渐渐地变成了一个 不开口说话的孤僻女人 阿信就这样颓废地在田苍家过了大半年 转远间又到了春节 田苍一家在屋里有说有笑地吃着团年饭 而阿信却背着孩子一个人蹲在门口 本该是和家人团聚的前日 他却是那么孤寂落寞 也只有孩子是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但也就在阿信感到迷茫时 他竟在春节这天收到了师父的来信 师父在信上说道 他正准备在东京重建店铺 大概不久就可以开张做生意 他依旧盼望着两人再次在东京相聚 阿信在左赫迎来了新的一年 我想着过去这一年来 在左赫苦不堪言的日子 就让他觉得可怕 可是当他收到师父的来信后 又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阿信决定一到三月 等到师父的店铺重新开张 他就马上回到东京投靠师父 一想到这儿 阿信就恢复了信心 他知道自己的前途 一定要靠自己去创造 龙三看着阿信一直闷闷不乐 想劝他一起 跟自己的家人开心开心 不然母亲又该不高兴了 但阿信依旧目不关心 也正是阿信无关紧要的态度 让龙三彻底爆发 他气愤阿信总是白脸色 给所有人看 并跟母亲提出要求 自己要独自一人住个房间 因为他不想再看见阿信 跟自己摆个臭脸 母亲和妹妹听见龙三这些话 开心不已 便顺势要龙三休了阿信 重新再找个门当呼对的人结婚 我不还亲自来到房间 帮儿子搬被子 并直接对阿信放下狠话 那些心象 就连丈夫都背叛自己 自己又何必死皮赖脸 留在这个家呢 他开始每天难难自语地安慰自己 只要等到三月 就可以离开这个家 刚他感觉自己支撑不下去时 就会跑到原伯的墓碑前哭诉 这也是他唯一的发泄方式了 但也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有人跳河的声音 他跑进一看 原来是组河 还好救得及时 他才勉强捡回来一条命 原来组河是因为丈夫和婆婆 成天为自己争吵 于是才选择轻生结束这一切 阿信看着组河可怜 并要求他跟自己一起去往东京打拼 毕竟在东京 根本没有认识他的人 这样谁都不会再说他的闲话 阿信决定好一切后 并跟组河约定好了 离开的时间和地点 等到三月 他们就一起离开这个地方 准备逃出婆婆家的阿信 与组河约好 他们要在佛法节这天下午走 他不愿待在组河 再过这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阿信还细心的为左河 准备了买车票的钱 为了避免被其他人发现 他告诫左河 他们一定要分开买票 而且必须先买短程车票 再去往东京 然后在火车上会合 阿信说完刚准备离开 突然一阵恶心涌上心头 正当做好了要离开的准备时 他却又怀孕了 有了前一次怀孕的经验 阿信知道自己体内 又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但是他仍然没有取消 要逃往东京的念头 为了迎接另外一个生命 他更要离开此地 漫长的等待已经过去 而他与左河约定好的时间 也终于来临 他把所有要带走的东西 全部绑在了身上 尽量小心翼翼的 不被任何人发现 阿信打算到田里 假接干活的名义 再也不回这个家 看着他们一家 在屋里高兴的 庆祝女儿怀孕时 他却一点也不羡慕 一想起自己的苦日子 到今天为止 阿信就不觉得兴奋起来 看见同样怀孕的独子 受到如此热烈的祝福 他就为自己体内的小生命 感到可怜 生下来也可能会不受欢迎 幸好现在这个孩子 不必在田仓家诞生 一想到这 阿信就感到万分安慰 阿信带着孩子 赶到了与左河约定好的小树林 兴奋地等着火车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感觉希望就在眼前 殊不知 另一边的左河已经反悔 他来到海边找到了龙三 他希望龙三去阻止上男离开 他知道阿信已经怀孕 而他还带着一个孩子 他怕阿信去了东京无人照顾 左河还是希望他们俩夫妻 能够携手共进 龙三从左河口中 得知阿信要离开的事实 心急如焚地想去找回妻子 正当阿信抱着孩子 准备去赶火车 龙三却拦截了阿信 阿信想跑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见龙三不肯罢休 阿信祈求龙三能与自己 一起去往东京 龙三 你是个脑种 什么叫做男人的梦 你不敢面对东京 只想窝在爸爸妈妈的翅膀下 过去回报的日子而已 没有办法支持老婆的丈夫 有什么指望 阿信说的这些话 刺中了龙三的痛楚 他气愤地给了阿信一耳光 但也就在两人抢孩子的过程中 阿信不慎被龙三推倒 他被一旁的木桩刺中 受伤的阿信一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他最终还是没能赶上去 东京的火车 醒来的阿信得知自己错过了火车 瞬间崩溃大哭 这时左河不放心 阿信还是赶了过来 龙三将阿信托付给左河照顾 自己则去找板车 但阿信看见左河后 情绪更加激动 我实在没想到 你会在最后关头背叛我 我也希望你放弃出走的念头 左河自以为是的劝说阿信 让他感到更加的心烦意乱 明明以为再也不会 踏入田仓家的阿信 还是被抬了回去 还好阿信并无大碍 只是需要好好休养 婆婆看见阿信受伤 不但没有关心 反倒责怪阿信以后 不能帮忙干活 躺在房间的阿信信得非常清楚 婆婆现在一定非常生气 毕竟自己受伤 短时间内再没办法出去工作 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阿信也不知道 她开始不由地埋怨起自己命苦 阿信的伤势比想象中的还要严重 她的颈部到肩膀被竖章划了一条很长的伤口 而且再加上大量出血 导致阿信到现在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临走时叮嘱所有人 一定要给阿信好好补充营养 外家一定要好好休息 但婆婆则在一旁依依不欢 带医生走后 她就开始抱怨 她受伤不能够出去工作 已经够糟了 还要替她付钱请医生来给她看病 花钱也就算了 还拖着龙三帮她看护 照顾小熊的事情也要我来分担 还好阿信总算退烧醒 后来龙三终于明白 以前都是自己的问题 才逼得阿信离开 而且她还帮阿信对所有人隐瞒了那天 她要去东京的事情 龙三知道 如果被家里人知道 阿信要去东京 她以后在这里的生活 肯定会更加不好过 龙三还让阿信打消再去东京的念头 并让她好好在这个家过日子 不能走动的阿信 也只能暂时放弃去东京的念头 为了补偿老婆 龙三亲自到处房 为阿信准备食物 颇不看见儿子这个样子 自然不会放过任何唠叨的机会 堂堂一个男子汉 该做的正经事放着不做 竟然煮饭给老婆去 看着龙三对自己温柔的模样 又让阿信感觉到了一丝温暖 但这大概也只是暂时性的吧 经过半个月的休息 阿信终于可以下床走动 阿雄也不得不交给婆婆照顾 她看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天天长大 虽然觉得委屈 但她还是没有将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任何人 因为她知道这个期间 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小生命 一定又会是田仓家的另一个麻烦 尤其是婆婆对独子那样宠溺的态度 想到自己将要与独子一起分娩 她就为即将出生的苦命孩子感到惋惜 但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婆婆会因为自己怀孕 要将她赶出家门 又到了忙碌的春更季节 婆婆因为阿信不能下地干活 时不时的发着牢骚 婆婆看着女儿好不容易怀孕 宝贝的不得了 她还决定将独子亲自接回家照顾 直到坐完月子 在独子缠腰带的前一天 还没有痊愈的阿信就下床工作了 为了不再给所有人添麻烦 她从婆婆那里接回了孩子 并还揽下了所有活 但阿信的手根本不听使唤 龙三想着大概是阿信经常没有锻炼的原因 才导致她的手比麻木 并没有过多在意 因为到了独子缠腰带的日子 所有人都在厨房里忙碌着 也包括阿信 因为右手使不上键 她连包饭团都不行 家里来了太多客人 她想尽力帮大家做些什么 但现在的她连刀都拿不稳 更何况是胖子 阿信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手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她一直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 或许是自己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一种不祥的预感也随之而来 这一天的田仓家为了庆祝独子缠腰带 厨房忙碌的跟战场一样 因为阿信的手使不上劲 所以她根本帮不上任何忙 也因为阿信打破了十几个盘子 佩佩又把阿信痛批了一顿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里面 你还这么不小心给我冲眉头 因为自己守的原因 被给阿信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龙三则以为是阿信故意这样 龙三为了阿信不再被母亲骂 既然老婆不能下地干活 她被给阿信揽下了一些针线货 婆婆也怕阿信照顾不了孩子 又将她接了回去 但这也成了以后 阿信与婆婆抢孩子的一个弊端 让阿信自己都想不到的是 她竟然连针都拿不起来 她又将衣服送了回去 并跟婆婆保证 从明天起 她一定会下地干活 婆婆因为阿信什么都不会做 觉得她就是以自己的伤势偷懒 因为手臂提不起劲 她确实连农活都干不了 你的手臂没有受伤 绝对不可能动不起来的 难怪妈妈说你是想要偷懒 左和看着阿信能来舔你做工 真心为她感到高兴 并把阿信给自己的钱还给阿信 但是阿信看着左和却异常生气 拜托你不要再来缠着我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的多管闲事 把我害得有多惨 阿信对自己的前途 已看不到任何一丝希望 对她挺念的新生命 本来可以给她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自己都寄人篱下 即将又丢出一个累赘 想想她就觉得心酸 既然不被所有人祝福 她还不如就此 将这件事埋在心里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她的伤口已经痊愈 疼痛感也完全消失 但她右手的毛病 却依旧不见好转 她没办法把工作做得很好 这也使得她和婆婆之间的隔阂 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深 甚至连自己的丈夫 都不体谅自己 阿信又来到原部的墓碑 前哭诉着一切 这时左和又找了过来 自从她知道阿信 因为自己的关系 她的生活才宛如地狱一般 她感到非常心疼 为了表示歉意和关心 她特地为阿信准备了腰带 并希望彼此 可以恢复过去的情谊 如今的阿信对自己的生活 已经认命 现在因为受伤的她 也无处可去 她只想平平安安 在田仓家生下孩子 以后不管婆婆如何说自己 她都决定不再反击 公公看着阿信伤势几乎痊愈 但右手却迟迟没办法 正常活动 为此她感到十分心疼 她决定不顾妻子的反对 坚持要带她到镇上去看医生 看完医生后 却让阿信感到更加无奈 因为医生说 她的伤势已经痊愈 根本没有什么大毛病 而这个时候的婆婆 却因为阿信不能干活 并逼着龙三休了阿信 而公公也怕阿信在这边过得不好 也希望龙三答应 让阿信回娘家好好休养 龙三见母亲说这样的话 势必不同意母亲赶阿信离开 而另一边的阿信 却根本没有想到 婆婆将要赶走她的事实 阿信受伤以后 右手始终不能活动自如 最严重的是 这个家庭人为此 引起了一场离婚风波 阿信看着左河送给自己的腰带 为了宝宝的安全 现在已是时候给自己缠上了 正当阿信吃力地准备 为自己缠上腰带时 龙三却突然闯了进来 看着阿信落魄的 藏好腰带的样子 龙三不免感到心疼 你怀孕了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也不会有人因为我有孩子而高兴 这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累赘而已 阿信不想麻烦任何人 并跟龙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可以独自生下孩子 阿信还卑微地祈求龙三 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这已经是他的第二态 他一定可以独自把孩子生下来 龙三眼还热泪 他知道如果让阿信继续留在这个家 也只能受苦 便不舍得说出了 让阿信回娘家待产 但是现在的阿信又怎么能回去 那个家已不再是自己的家 而且自己的右手 到现在都没办法工作 家里的哥哥嫂子 又怎肯收留自己 阿信的抢羊欢笑 深深地刺痛了龙三的心 他决定不顾母亲反对 一定要将阿信留在这个家 听了龙三说的这些话 阿信的脸上才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有了丈夫的帮忙 阿信这次在家里好过一点 毕竟他再也不是一个人 龙三则尽自己所能 尽量让阿信少受伤害 但龙三的母亲 却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看着儿子什么事都宠着阿信 他一定要坚持赶走阿信 龙三则以强硬的态度 回对了母亲 父亲在一旁听不下去 便不等妻子同意 坚决让阿信继续留下 但也就在这天夜晚 婆婆气愤地将阿信叫到了客厅 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阿信那天要出逃东京的事情 并还直言道 既然你准备要离开这里 龙三准备护着老婆离开 但婆婆随后说的一些话 让阿信大吃一惊 原来是左河婆婆告诉他的这件事 难道又是左河告的命 他知道左河不是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阿信想也没想直接冲了出去 他想去看看左河 但刚跑出家门 左河的丈夫就找了过来 原来左河已经消失不见 趁了心灶的话 阿信这才知道 左河是拿着自己之前给他的三十块逃走的 他是逼不得已 才对所有人说出了真相 原来是左河小姑子发现了 左河藏在衣柜里的三十块钱 便告诉了婆婆 他们气愤左河有钱不拿出来 帮家里减轻负担 还拿着棍子 背着左河说出这三十块钱的来历 没办法的左河为了自证清白 就将阿信给自己的钱 输了出去 也因为再也受不了婆家的逼迫 左河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经过这件事后 龙三将阿信要出逃婆家的原因说了出来 并表明了阿信已经怀孕的消息 不管怎样 他势必要将阿信留下 公公留知了真相 并决定了阿信要留下来的这件事 他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家 而婆婆本以为可以以这件事赶走阿信 但因为丈夫的决定 婆婆也直接气炸 这件事情的发展出乎了阿信的预料 其实他早已做好了要被赶出田舱家的准备 现在的阿信也深深地体会到了丈夫爱他的心情 尽管有了丈夫和公公的支持 她怎么都不会想到 婆婆还有充分的理由将他赶出田舱家 可是这件事 龙三和阿信都被蒙在锅里 毫不知情 自此之后 阿信与龙三之间的感情 随着即将来临的新生命 又重新稳固了起来 阿信心里想着 只要龙三能够护着自己 最大的困境他都可以克服 可是他做梦都没想到 婆婆要赶走他的决心 独自想要回到家中待产 却非常排斥阿信跟自己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他也正和母亲讨论着要赶走阿信的方法 因为到了端午节 阿信终于可以看看孩子 但婆婆一见阿信要抱孩子 却直接将阿熊抱走 尽管阿信感到伤心 但他还是抢颜欢笑地告诉公公 自己没有关系 夜晚 婆婆就请来龙三商量 婆婆一两人同时在一个屋檐下生孩子 其中的一个孩子就会夭折的迷信 来赶走阿信 这是我最忌讳的事 胡说八道嘛 我才不相信这种无聊的事情呢 婆婆依旧不依不饶 公公就在一旁听不下去 直接回对妻子 你有完没完呢 你怕出事就让独子回婆家生产好了 看现在已经不是田仓家的人了 有了公公的帮忙 这次婆婆还是没能赶走阿信 但以后婆婆又会以何种恶毒方法来对付阿信呢 谁也无法想到 而另一边的阿信却毫不知情 她总以为只要自己什么都做到完美 婆婆就一定会接纳自己 尽管怀孕 阿信与独子的命运却天差地别 怀孕的独子在家养胎 而阿信却依然要下地干活 即使怀孕 婆婆也只给她分配一个饭团 她也从没有因此抱怨过 在家什么事也没干的独子 婆婆还专门为她准备了泥鳅补身体 两人干完活回到家 龙三看见同里的泥鳅开心不已 她还想着母亲终于可以给阿信补身体了 还记得阿信怀孕的时候 袁伯经常为阿信炖泥鳅汤 但就在吃饭的时候 龙三这才知道 泥鳅汤只是母亲为独子一人准备的 等阿信干完活 她才去里面吃饭 但为阿信准备的食物却只有米饭跟酱菜 龙三不解 为什么大嫂只为独子一人准备 而同样怀孕的老婆却什么都没有 事实上 这也只是母亲的意思 龙三气愤母亲的做法想要跟她理论 但她有什么办法呢 面对婆婆无休止的讽刺 阿信也只能忍着 其实她并不想喝什么泥酒汤 她只是想好好在这里生下孩子 这样就够了 第二天一大早 大嫂就找到阿信 并好心的劝阿信回娘家生孩子 她还告诉阿信 左鹤这边有一个硬是流传至今的传统 两个女人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孩子 不然真的会夭折一个 而且她还觉得 婆婆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折磨阿信 不管是不是真的 但她真的希望阿信离开这里 毕竟自己是熬过来了 她让阿信好好想想 并快速离开了这里 虽然阿信听了大嫂的话一笑了之 但她的话中 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含义 一想到这 阿信就感觉一股含义涌上心头 夜里 婆婆就将阿信叫到了房间 她已经为阿信找了一户人家 婆婆已经跟他们打好招呼 她可以待在那里 直到生完孩子 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完全就是让阿信有去无回 阿信似乎知道了婆婆的孕意 便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婆婆 并坚持自己一定要在这里生下孩子 被拒绝的婆婆因此勃然大闷 既然不肯听婆婆的话 就没这个当我媳妇 从今后我不认你这个媳妇 熟悉的婆婆直接跑到龙三面前哭诉 说阿信如何对自己不敬 龙三听完母亲的话 便找到了阿信 她不敢指责 只是轻声细语地劝阿信 玩具母亲的时候 口气应该缓和一点才对 但不管怎么样 她绝不会让阿信离开这里 但以后 婆婆再也不会把阿信当儿媳妇看待 以后不管是生孩子还是什么 都只有他们两个人 但阿信已经无所畏惧 自从阿信拒绝婆婆的那一刻开始 她就已经做好了婆婆以后 对她任何苛刻的折磨 她从没有想过要依赖任何人 就算没有人照顾 她也会自己生下孩子 没有饭吃 她就下地干活 坚决不让人说闲话 阿信说完强忍泪水 终于忍不住时 她就躲在龙三背后偷偷抹泪 我想 总有一天 她会认我 阿信在一天一天的忍耐中度过 不为别的 就为跟自己争口气 也因为这样 她也将付出更多惨痛代价 这也是阿信始料未及的事情 自从阿信违背婆婆的决定后 她就开始没命的工作 为的就是做好田仓下的媳妇 她不希望婆婆再说自己闲话 如此拼命的工作 也只为跟自己争一口气 但她拼命的干活 也并没有得到婆婆的认可 她吃的东西 依旧是百米饭配酱菜 从三看着阿信的肚子一天天长大 她心疼老婆 为了给阿信补补 她准备跟母亲谈谈 看着母亲正在清点 今年麦子的收成账单 龙三便跟母亲提议 可以分给我们一点吗 麦子是我们辛辛苦苦栽种的收获 你在开什么玩笑 他受伤那段时间 花了家里不少钱 现在补回来是应该的 阿信每天就只吃一些酱菜而已 最起码也应该让他能够填饱肚子吧 父亲听完掏出十块钱 拿给龙三 并让他好好跟阿信补补 母亲还想阻拦 大哥就在一旁发话了 应该要给他 这些日子以来 阿信的确很辛苦 也帮了不少的忙 就连我也想送给阿信一件新衣服 看见父亲和大哥给予的支持 让龙三倍感欣慰 龙三将钱拿给妻子 让他一定要加紧补补 毕竟马上就到了代产的时候 身体便虚了可不行 但阿信却坚持要留下钱 买一些代产的东西 第二天 准备出门干活的阿信 被不过叫住 他又将阿信乱骂了一通 像你这种女人真是本要救 爸可以去找一个 可以让你吃得饱的人家去 不但不配当田仓家的媳妇 连龙三的老婆你都不配 美与季节来临 也正是农家公众最为忙碌的时候 婆婆为了避免女儿 在亲家那边干农活 便将独子接回家代产 看着女儿如此辛苦 她还特地给独子准备了 年糕红豆汤 并特地叮嘱孩子们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他们在家里吃好东西的事情 而另一边怀孕的阿信却还在地里 马不停蹄地注入水道 同样身怀六甲 婆婆却偏心成这样 女儿在家吃红豆汤 而媳妇却要在田里干活 刚刚做完活的龙三 在侄女口中夺制了 他们在家里吃好吃的 母亲还不让告诉他们的事实 瞬间气愤至极 看着母亲对妹妹的偏袒 以及对妻子的刻薄 终于她忍受不住情绪 跑到客厅 愤怒地向母亲抗议 来表示自己的不满 阿信跟独子一样是身怀六甲 阿信好不容易将龙三拉了出去 他不知道这样不愉快的事 还要延续多久 阿信一想到这 就感到十分悲哀 同时他也可怜自己 随后他安慰龙三 他并不在乎自己 吃不吃什么好东西 他只在乎能在这个家 平安生下孩子 或许只有生下孩子 婆婆就会对他改变看法 阿信还让龙三 不要再为自己打包不平 因为只要他这样 婆婆就会对他更加苛刻 龙三听见这些话 显然有些不开心 家里的人说他没有出席就算了 而老婆还嫌自己读以前事 所以他决定 以后在这个家 他再也不会为阿信多说什么 并让他好自为之 公公见阿信最近几天比较辛苦 给阿信留下了一条鱼 婆婆见状 便立马将鱼收了起来 夜里 阿信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看着母亲祝福的话语 突然 自己在这里所受的委屈 全都涌上心头 听着窗外屁里啪啦的雨声 阿信抱着母亲写的信 这才敢在被子里放声哭泣 公公看着阿信挺着大肚子干活 有些担心 正好今天有产婆来帮毒子检查 所以他把阿信交给了妻子 顺便也帮阿信看看 但婆婆根本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她还不断跟龙三抱怨 孕妇哪有这么交鬼 而自己女儿就不同了 她可是亲自亲自交给自己的 阿信又怎能跟自己的宝贝女儿比 要是出事了 谁能负责 阿信听见婆婆的这些话 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正当离开时 婆婆却叫出了她 并递给她一个母亲寄来的包裹 随后还不忘熟络两句 甚至母亲为自己孩子寄来的尿布 阿信的心里 这才得到了一丝安慰 公公的好意 还有娘家的一番心意 在婆婆的偏见下 却都成了她责备阿信的题材 阿信从没想过要指望任何人 而现在的她 也只能咬牙坚持 直到生下孩子为止 因为拼孕干活 再加上怀孕吃不饱饭 她还是体力不支 倒在了门口 即便阿信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婆婆还是固执己见 净说一些风凉话 我只能说 这个挺人太懒了 另一边的独子 挺着个大肚子 生活就已经不能自理 婆婆则守在她的身旁 寸步不离 而另一边的阿信 因为一天到晚的工作 已经累到洗碗都会睡着 公公看着阿信 挺着大肚子做工不容易 便坚持让阿信以后 不用再去田里劳作 直到她生完孩子 但也因为这件事 婆婆在龙三耳边不停念叨 她认为 身为农家的媳妇 并没有这么矫情 大嫂怀孕的时候 不也是天天干活 她还让龙三好好教育自己的老婆 龙三听不下去 愤然离场 她找到阿信 并叮嘱她在家 一定要为母亲好好干活 她可不想得听到母亲的任何念叨 龙三说的这些话 阿信心里自然明白 她突然可怜自己没有休息的命 龙三在这个家不好过 阿信当然知道 但是恨她有什么用呢 她只恨自己的身体太不争气 做不了更多的活 为了避免被婆婆嫌弃 阿信想给自己找一些活干 但显然家里根本不需要她的帮忙 既然什么都不需要干 阿信决定跟婆婆要回孩子 以后自己带 婆婆将阿信要孩子 便直接了当拒绝了她 自从受伤到现在 她都没有跟孩子好好见上一面 突然阿信的心里就感觉特别的心酸 趁着婆婆她们在客厅吃面条的间隙 阿信偷偷的溜了出去 她悄悄的走进后院 想看看自己的孩子 只要见一面也好 但刚刚走近 却被大嫂的声音打断 看着近在指使的孩子 她却没办法靠近 那种感觉大概只有身为人母的人 才能体会得到 看着所有人都在收拾碗筷 阿信准备给自己下面调果腹 但随后婆婆说的一些话 让阿信再也吃不下去 就算我肚子再饿 我都不敢说要吃饭 要不然你奶奶就会说 没做事还敢要吃东西 婆婆这不就是在借自己吃事 来嘲讽自己不做事 就吃饭的意思吗 阿信吃不下去 准备离开 那婆婆接下来做的事 让阿信感到更加悲哀 我可没有不让你吃东西 你想吃你就给我吃掉 航子撑给她吃 趁热把她给我吃 尽管肚子饿 但这样的一碗面 让阿信如梗在喉 下咽不得 这也是她吃得最为艰难的一碗面 这样的侮辱 让阿信再也不想嘲试第二遍 第二天一大早 尽管身体不适 她还是一定要坚持下地干活 阿信不再想看到婆婆那丑恶的嘴脸 不久之后 又到了秋收的季节 在割到的农忙季节前 也正是阿信将要生产的时候 一天夜晚 婆婆将阿信叫到了房间 她以女儿要在客房生产的理由 通知阿信搬到屋外的仓库里待产 只因为她一直相信一个迷信 两个女人同时在一个屋檐下生产 必会夭折一个 看着破烂不堪的房子 阿信并没有抱怨 她想着 只要好好收拾一下 也是可以住下来的 其实在阿信心里 她只求自己能与独子 都能平安生产 这样就皆大欢喜了 如今将要出生的新生命 就是她唯一的鼓励与寄托 就算婆婆将她赶出屋外 她也只是默默接受 就这样 阿信从家里的客房 搬进了破烂不堪的柴房 随时懂待着孩子的降临 大嫂知道阿信受了不少委屈 便给阿信送来的生产时的所需用品 这是她偷偷给阿信亲手缝制的 大嫂还在上面绣了一些麻叶花纹 听说这样可以辟邪 她也是做媳妇的 知道自己帮不上阿信什么忙 所以她就做了这些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阿信看着大嫂为自己所做的布殿 甚感欣慰 所以她也一定要不负所望 平平安安的生下一个胖宝宝 几天后 又到了最忙碌的割道季节 阿信随时都有可能发动 婆婆却还是坚持让阿信去田里帮忙 阿信没有一句怨言 仍然若无其事地早出晚归 想起妈妈在田里分娩的心情 她便更有信心地去迎接这次挑战 但也就在这天晚上 独子发动了 龙三听闻大嫂的话 并去村口接产婆帮独子接生 大嫂看着阿信想要帮忙 直接拒绝了她 她看着阿信这么辛苦 便让阿信吃完饭就回去休息 但也就在阿信刚回到房间的那一刻开始 她的肚子就有了反应 她忍着彤彤为自己铺上了油纸 外家大嫂为自己准备的布店 阿信忍着痛痛 抱着母亲为孩子准备的尿布 默默在心里念叨着 自己一点也不害怕 尽管自己为自己打气 但这次的发动迹象 似乎比第一次生完还要痛苦 另一变的独子到了凌晨12点 依旧没有生出宝宝 而且还有难产的迹象 唯一就是独子在产前几个月没有运动 还吃了太多好东西 便导致胎儿过大 引起难产 要是再生不下来 孩子有可能会闷死福中 而现在的婆婆还是迷信地认为 是因为阿信才害了自己的女儿 因为独子难产 所以不得不请大夫救命 龙三则被母亲派了出去 那边的阿信已经疼痛难忍 他用尽全力起身 想要开门求助 外面的雨下得像断了线的珠子 越来越大 阿信拼命地喊丈夫的名字 却无人应答 身体上带来的疼痛感 也让他无力站稳 他最终倒在了泥潭中一动不动 那边的龙三冒着大雨 已经接回了大夫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因为帮独子请大夫 会让自己的妻子险些丧命 也因为有大夫的帮忙 独子终于生下了健康的孩子 母女平安 龙三正准备将这个好消息 告诉阿信时 推开门 只见阿信躺在泥潭中一动不动 当龙三抱起阿信时 他的脸上已经完全失去了血色 他不明白阿信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又为什么会躺在地上 在独子难产的紧张气氛下 他还是平安地生下了孩子 可是又有谁知道 这一夜却是阿信最不幸的一晚 但好在 阿信因为大夫的救治 才紧回了一条命 还在昏迷中的阿信 根本不知道他心心念念的孩子 已离他远去 婆婆因为独子平安生下孩子 请来了一大堆街坊邻居庆祝 大嫂担心阿信 便给他亲手准备了稀饭 让龙三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子 龙三看着昏迷不醒的阿信 心疼至极 回想着阿信以前生下阿雄的时刻 脸上才露出了片刻的笑容 直到阿信叫了龙三的名字 这才把他拉回了现实 阿信清醒的第一时间 就是询问宝宝的情况 龙三不忍刺激阿信 便欺骗阿信说孩子现在很好 没以为这样就可以混过去 但他却忽略了母亲想要看孩子的决心 龙三拗不过阿信 便忽悠阿信 自己现在就去抱孩子 正当龙三不知以何种理由搪塞妻子时 客厅却传来了独子开心的笑声 这更是让龙三火猫三丈 他现在就要为妻子抱不平 你却从大白天就喝酒享乐 你心里有没有阿信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他要孩子 我不忍心告诉他真相 龙五知道 这件事瞒着阿信最久 就会对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还不如一开始就告诉他 好让他接受现实快速恢复 所以龙五决定亲自跟阿信说明情况 龙五来到阿信床前 便直言告诉阿信 孩子已经离开的事实 阿信不愿相信自己的孩子已离他而去 但他生下来的的确是一个死胎 经过医生诊断 孩子在阿信肚子里时就已经死去 原因就是营养不良导致的 阿信不敢相信 也不愿意相信 他抓住龙三的衣服 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自从阿信被告知自己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的事实后 他就很少再开口说话 他经常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龙三看着阿信的这种情况 他可以深深地体会到 妻子这次所受的打击到底有多深 而他还要承受着生育后胀奶的痛苦 为了避免阿信的义务被奶水浸湿 龙三则守在阿信身边 一遍遍地为阿信换着毛巾 独子因为奶水不足 宝宝经常被饿到哇哇大哭 婆婆看着龙三每次都为阿信倒掉这么多奶 意思感到十分惋惜 阿信你那么多奶水 可以给独子的小孩吃 你就会为自己的方便着想 后面龙三经过大早的劝说 便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这或许也是对阿信一种治疗的方式呢 龙三抱着孩子轻轻地递到了阿信的面前 阿信听着宝宝的哼几声 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的孩子 他默默地接过龙三手中的孩子 背过身去 又开始给孩子喂奶 我们看着吃饱已经熟睡的孩子 这才发现了阿信的好 自从帮独子的孩子喂奶后 阿信的心情也似乎好转了许多 不体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阿信突然想开了 他也慢慢地对女儿试试一试 不见试唤 但至此之后 阿信也再次有了离开田舱家的想法 那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真的还活着 可是他没有哭 生下来 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阿信泪眼朦胧的样子 婆婆这才觉得是自己错了 她也终于承认了阿信这个儿媳 如果成为田舱家的媳妇 是用这个代价来换 阿信情愿不要 而这个时候的阿信 就已经下定了要离开的决心 她再也没让任何人察觉到 自己要离开的决定 婆婆为了答谢阿信的为奶之恩 为独子的孩子取名叫爱 但这也引起了独子的不满 母亲怎么可以不问自己的意见 就擅自做决定呢 她的孩子 又怎么可以叫一个已经死去孩子的名字 这样太不吉利 但母亲已经跟独子的婆家商量好 她也无力改变 公公看着妻子的转变欣慰不已 每次吃饭时 婆婆就会第一时间派大嫂给阿信送去好饭好菜 看着婆婆终于接纳了阿信 大嫂以为阿信感到开心 至少以后在这个家的日子 她终于是熬出头了 阿雄也经过婆婆的同意 再次回到了阿信身边 这是阿信回到左赫以来度过的第一段宁静的日子 婆婆为了阿信能养好身体 再也没叫她下地赶活 阿信除了每天给独子的孩子喂奶以外 剩下的时间就是带阿雄玩耍 表面上阿信似乎已经忘记了失去孩子的痛苦 但这一次的经历 已成了她无法忘记的吧 这是田苍一家过得最和谐的一个月 很快到了小爱出生的第三十三天 他们就要带着小爱去神社祈福 祈完福之后 也该到了独子带着孩子回婆家的日子 婆婆请求阿信 可不可以再给孩子喂最后一次奶 阿信内心多少有些不舍 但也还是答应了婆婆的请求 看着孩子离开 她想着她的一切也该在这里结束了 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收到了一封来自左赫的信 信上说到 她非常抱歉背叛了阿信 但想了好久 她还是决定写信给她报平安 她在东京的一个餐厅当服务员 过得还算不错 并且她已经算好了阿信生产的时间 左赫想着 阿信的宝宝也该到了祈福的时候 她写的这封信就是祝福阿信的 但她根本不知道 阿信的孩子已经夭壮 看着左赫的来信 也加快了阿信想要离开这类的想法 夜里 阿信就得龙三说明了自己的意思 不管他同不同意 他都要离开这 阿信不想再过这种 一眼看到头的日子 他也不想再做一个 只会下地干活的富人 他要再次去往东京打拼 当天夜里 阿信就跟公务婆婆说了 自己要离开田舱家的事情 并且他还要带着阿熊一起离开 龙三在一旁劝阻 但阿信早已心意已决 谁也别想再拦住他 他早被这个地方伤透了些 随便你要去哪个地方 你赶快给我滚 小熊他是我们田舱家的孩子 怎么可能让你把他带走 他是我怀胎十月 辛辛苦苦生下来的 说什么我也要带他走 这次的谈话 也因为孩子的事不欢而散 当天夜里 阿信就在房间收拾好了行李 龙三明被拗不过妻子的固执 他选择不阻拦 放阿信离去 随后龙三又跟阿信道歉 是自己没有保护好他 才表示了现在这个情况 其实阿信并没有责怪龙三 他相信他们只是暂时分开 以后一定会再次相见 但现在的阿信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孩子 他也一定要带走孩子 第二天一早 也到了阿信离开这里的时候 一想到孩子被婆婆抓着不放 他就感动非常的失落 阿信来到厨房准备给大嫂告别 大嫂明白阿信想带走孩子的想法 他看了看四周 拉着阿信偷偷对他说 我负责把小熊带给你 等你离开了以后 妈就没有戒心了 就约定在原播的墓前 我一定会带去给你 这时婆婆突然走出来 看着阿信还未离开 他气急败坏地让阿信快滚 大嫂对阿信所说的话 让他有一点不敢相信 但看婆婆表现得那么固执 他又怎么会轻易放孩子跟自己离开 所以他不得不把唯一的希望 寄托在了大嫂身上 看着阿信要离开的决心 大哥硬实塞给了阿信一些钱 以备不时之需 公公也对阿信不再挽留 但田仓家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 他让阿信在外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 记得常常写信回家 看着阿信离开 龙三不舍地跟着追了出去 他递给阿信父亲给他的钱 刚想跟阿信好好告别 但没说几句 他就被母亲叫了回去 在几句简短的话别后 阿信匆匆地跨出了田仓家的大门 看着这个令自己伤心流泪的地方 他暗自发誓 自己再也不会回来 离开之后 他就按照与大嫂的约定 在原薄的墓碑前等着 心急如焚地等着 大嫂没让阿信失望 他真的抱来了阿雄 还没有等阿信道谢 他就帮阿信快速把孩子绑在了身后 并让他快速离开 阿信担心婆婆会找大嫂麻烦 但大嫂早已找好了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刚一进门 婆婆就逼问横子 阿雄到底去了哪里 大嫂假借自己去菜园子摘菜 并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 而婆婆知道横子与阿信关系并不好 这也成功让婆婆误以为 是阿信再次回来抱走了孩子 而另一边的阿信也成功带着孩子 上了去东京的火车 阿信怎么也想不到 大嫂居然真的帮自己偷出了孩子 也许这是因为长久忍耐 所产生的一种反抗心理吧 想到这儿 阿信回忆起坐田仓家媳妇的苦境 一面是为大嫂感到委屈 一方面也庆幸自己 终于脱离了那片苦海 阿信带着孩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 在抵达东京 这时候的他已经精疲力尽 尤其是东京这么大 又没有认识的人 更不可能会有人来接他 他唯一的去处 也就是有开米发店的师傅家 他背着孩子在店门口 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次 直到等到最后一个客人离开 他才敢上前询问阿贵师傅 是否在店里 但却无情倍感 阿信不顾阻拦冲进了店里 喊着师傅的名字 我是田仓阿信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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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看着阿信的到来很是开心 本以为阿信只是带着孩子回老家探望 结果听闻了阿信在左河的遭遇 更加为是感到心疼 在师傅的心里 阿信一直都是无比坚强的一个人 能把阿信逼到这种伤心的地步 那他到底承受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呢 另一边的龙三 自从阿信离开后 便经常一个人在房间里默默发呆 他时常想着阿信在外面到底过得怎么样 母亲走进房间 似乎已经看开了阿信带着阿熊离开的事实 他却龙三 其实阿信把孩子带走了更好 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顾虑 但二人龙三彻底忘了阿信 再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重新结婚 师傅心疼阿信的遭遇 并决心留下她在店里帮忙 毕竟在东京再也找不到有阿信这样受益的人 但师傅不知道的是 阿信的手已经无力再做任何戏活 阿信看着师傅这么兴奋的样子 反而觉得不安 自己的手在受伤了之后便留下了后遗症 能不能梳头 他自己也没有太大把握 阿信依旧很早起床 在厨房里忙碌着 忙完后再去带孩子 但有了师傅的帮忙 阿信也轻松了许多 师傅怕阿信手一伸疏 便让阿信帮自己试试 阿信刚一上手 师傅就察觉到了问题 但也就在阿信拿火钱帮师傅烫头发时 却发生了意外 阿信连连向师傅道歉 这才对他说出了自己的手受伤一事 这样一来 让师傅更加的心疼阿信 他连忙挫着阿信的手 表示自己没有关系 其实阿信不能帮自己忙 他也有能力养护阿信跟他的孩子 并还让阿信安安心心的 在这里住下去 再也不能帮别人书头的阿信 只能带着孩子尽自己所能 在师傅店里做一些杂伙 师傅对阿信的照顾 让他更加对师傅充满了感激 不过既然自己没有办法再做书头工作 他也就没有理由再继续留在这里 阿信不想成为师傅的累赘 他一定要找份工作 好维持自己跟孩子的开销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又背上孩子 找到了佐和打工的餐厅 佐和拿出当时没机会 还给阿信的三十块钱让他拿着 但阿信前来的目的并不是这个 他其实也想在这边做工 但听闻佐和说 餐厅不能带着孩子工作时 阿信也随时放弃 我一定会想办法 帮你问到适合你的工作 在几句简短的话别后 阿信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师傅店里 说不知刚走到门口 阿健就在这里等着他 见到好久不见的阿健哥 他爽朗的笑容 映在了阿信孤独的心中 他的笑容也像在茫茫大海中 看到了点点灯光 又带给了阿信一次希望 阿健看着阿信出现生计困难 同时又要兼顾孩子 便决定带着阿信到路边摊 做煎菜包的生意 师傅本想阻拦阿信 去路边摆小食摊 但他也知道阿信的个性 还是选择了知识 雨停落落夜 泰然知己秋 几天之后 阿健就来接阿信了 天气渐渐转凉 师傅担心阿信应付不来 并让他把阿信留在店里 但阿信却直接拒绝了师傅 以后我今天都要出门 还不是要背着他去才行 在大冷天的背着孩子 在路边摆小食摊 这一次的历程 也成为了阿信 永不磨灭的记忆 在阿健的支持下 阿信决定在夜市上摆小食摊 卖煎菜包 时光匆匆流逝 一转眼就到了寒风里内的12元 阿信自从做起了 煎菜包的小食生意 他的生活也逐渐开始忙碌了起来 他总是带着阿熊早出晚归 为了不打扰到师傅休息 又因为要顾及小食摊的生意 他让阿健帮自己 寻到了一处住所 今天也正是他搬家的日子 师傅得知阿信要搬出去蹲住 很是不舍 但阿信想要自力更生 这也是他重新回到东京的意义 其实师傅并没有责怪阿信 他只是不舍得 让阿信再这么辛苦 但没有关系 他知道阿信坚强不屈的个性 师傅知道阿信在东京没有亲人 并让他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娘家 一定要经常回来看看 就这样 阿信在阿健的帮助下 找到了一个既便宜又好住的房子 也正因为阿信的吃苦耐劳 以及自己的手艺 成功吸引了不少小朋友的喜欢 从材料的采购 再到摆摊前的一切准备 都是他一个人干承 同时他还要在摆好摊的前提下 照顾好小熊 从午饭过后 他要一直忙到傍晚 这样的小买卖 也让阿信过得特别充实 眼看过了腊月 就要到大正14年的元旦 阿信忙过了年 生活也渐渐地稳定了下来 待稳定之后 他这才给龙三写了第一封信 他在信上说明了自己在东京的情况 并希望龙三能到东京与自己团聚 但不巧的是 阿信写给龙三的信 却落在了婆婆手中 婆婆为了让龙三趁早忘了阿信 便撕毁了阿信写给龙三的来信 还让横四保守秘密 这也使得他们一家 能相聚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虽然辛苦 但阿信还是支撑得住 每当看见别人一家三口逛街的样子 他就羡慕不已 阿信现在最大的希望 就是跟龙三早如团聚 一家三口生活在一起 可是要等到什么时候 才能如愿以偿 恐怕只有神明才知晓了吧 在天寒地冻的冬天里 做好一个小买卖其实并不容易 但对阿信来说 他很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安宁的日子过 想起自己在左河田 参加一年多的苦日子 他能跟小熊过这样的生活 就好比在天堂 不久 寒冬已过 又迎来了大正14年的春天 阿信也会时不时跑来探望阿信 并为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师傅看着阿信对阿信的过度关心 似乎察觉到了阿信可能对阿信存有爱意 带阿信走后 师傅便提醒阿信 一定要注意两人之间的互动 以免被别人说起闲话 依旧没有懂得到阿信消息的龙三 经常闷闷不乐 而母亲却早已给他物色好了详尽对象 但父亲却很是反对母亲的做法 他觉得既然没有说到阿信的来信 龙三就应该主动争取联系 另一边 也因为阿信对阿信的特别照顾 成功引起了妻子的不满 也就在这天夜里 阿信的老婆找上了阿信的门 在阿信老婆对他一通乱骂之后 阿信这才知道 是自己引起了阿信妻子的困扰 同时他也明白了阿信对自己的感情 发生了这样的事 也使得阿信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也让他感到后悔 自己尽略地求生存 不顾一切地去做生意 却在无意中伤害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他感到非常愧疚 对阿信哥的好意 他决定以后不再接受 第二天一早 他就收拾好了出租屋准备离开 阿信跟阿信道歉 并让他继续留下 但阿信不愿意再继续打扰他 他掏出赚到的钱交给阿建 阿建没有收下 随后阿建又抱着小熊 满事不舍地跟他告别 阿熊 我要中了 我要中了 阿信又来到了师父店里 他对师父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他又回到山形重新开始生活 师父感叹阿信的曲折人生 最终也无力挽留 师父告别后 他又坐上了回山形的火车 阿信在丧父后 已经过了四个年头 这也是在那之后 他再一次重返故乡 在这四年间 他经历了结婚 地震 第二次生产等等最痛苦的事 并且又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 带着失落疲惫的心 再一次踏上了返乡的旅途 前方还有什么巨大的困难 等着阿信呢 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 阿信带着儿子回到了山形老家 母亲看着女儿的到来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开心地招揽着 好久不见的女儿进门 而另一边的师父 却在此时 收到了龙三询问阿信消息的来信 从而感到非常奇怪 明明听阿信说 他给龙三写了好几封信 为什么龙三会不知道阿信的行踪呢 在母亲的询问下 阿信这才将自己在左客的遭遇 全部到处 母亲听闻此事 不免抹累 只怪自己无能 让女儿在婆家受了太多委屈 但大哥听闻阿信要在这里常住 瞬间为此感到不满 母亲在一行听不下去 并为女儿抱不平 正因为有阿信帮忙 他们一家才有新房子住 这里也是他的家 他现在有资格在这里常住下去 各个不满母亲的做法 气愤地跑回家 与妻子说明了情况 大哥说的这些 让阿信觉得委屈 但他并未责怪大哥 毕竟 就如大哥所说 嫁出去的女儿 就如同泼出去的水 也就在吃晚饭时 嫂子的做法也更加过分 他们怕阿信多吃 并只跟阿信准备了一小碗卖饭 母亲见儿媳妇 做到这种地步 便下定了决心 要与他们分家 他自己的女儿 他要自己养 想办法 煮饭的米从哪里来 烧饭用的彩火又在哪里 也因为阿信母子的吃饭问题 全家因此炒得不可开交 母亲怕阿信晚饭没有吃饱 便在储藏粮食的仓库 拿了些白薯 毕竟是自己婆婆 大嫂见了也不敢多说什么 只是眼睛直勾勾望着 生怕母亲多拿了些 对对母亲偷拿白薯 给阿信冲击这件事 嫂子转身就告诉了政府 储藏室的粮食 早晚会被她吃光 母亲对阿信的细心呵护于关怀 像一股暖流流进了 她冰冷的心田 阿信知道母亲在家里 一味地委屈求全 现在经为了自己 变得强硬了起来 这也使得阿信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第二天一早 大嫂看着母亲另外淘米 感到格外心疼 她怕不过拿多了米 自家不够吃 阿信出门看着大嫂 准备礼貌地跟她打招呼 但却招了大嫂的一顿白眼 阿信知道是自己的原因 才导致大嫂这样 她便劝母亲不要再为了自己 而跟她们发生矛盾 她已经决定 自己会去找个位置做女工 好赚取一些零花钱 她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刚准备进屋 头像的阿岳姐就交出了阿信 在聊家长的同时 阿信还想请求阿岳姐 帮自己找找 能带着孩子做工的位置 她也不想在这个家失嫌犯 而且阿岳姐在这片人缘甚广 她不需要多少工钱 只求能喂饱自己跟孩子的肚子 阿岳姐得知了阿信的需求 并决心尽自的姐们 帮阿信留意 但也就在这时 阿熊的哭声从外面传来 阿信急忙跑出去查看 只见大嫂抱着小熊 就是一顿打 阿信抱起孩子心疼的厉害 阿岳姐因为这件事 在一旁为孩子抱不平 母亲在阿岳姐口中 得知了大嫂 故意吃给自己儿子饼干吃 并还修理了小熊一事 气愤不已 她冲回家要找大嫂三丈 就被阿信拦了下来 她安慰母亲 自己跟小熊都没有关系 母亲听见阿信的这些话 更是气愤自己 没本事疼自己的孙子 这一次她不会再人 母亲拿着镰刀冲了出去 她来到储藏室 割过了粮食袋 母亲说的这些话 深深地触动了阿信的心 她知道这是母亲 对自己以及孙子的一片心意 这些名义也是母亲该得的一部分 但也因为这件事 大哥却借此在仓库门前上了一把锁 大哥竟把母亲当成了小偷放着 并还只分配了母亲一个人的口粮 尽管阿信不断安慰母亲 但母亲看着上锁的仓库门 还是眼含泪花地对阿信表示抱歉 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母子俩 让他们在这个家受了委屈 几天后 阿信经过阿月姐的介绍 便在一处附近的农家做起了女工 尽管带着孩子做工辛苦 但她至少是撞回了自己与孩子的口粮 不用再看哥哥嫂子的脸色 阿信又写了一封信给龙三 信上写明了自己现在在山景老家 但信件却依旧被婆婆截胡并撕毁 大嫂看着被婆婆撕毁的信件 便偷偷拿起藏了起来 大哥因为阿信去别人家做女工 不能帮自己到田里干活 感到十分不满 而母亲说的一些话 却又让她无力反驳 在家里冻田根本拿不到一毛钱 送出来的道笔是你们一家人要吃的 你想要看阿信不是太好笑了 听见母亲说的这些话 虽然气愤 但她又不能把母亲怎么样 所以她把脾气全部发泄在妻子身上 阿信 赶快准备跟我去工作 那也就在阿信准备出门下地干活事 阿月姐却在这时跑来 告知了阿信一个不好的消息 家和闽行的老太太病危了 听说家和闽行的老太太病危后 阿信匆匆跟母亲告别 就带着孩子急忙赶到了九天 老太在阿信心中 一直都是跟俊座哥哥一样的存在 她不仅是家人 更是阿信人生中的导师 她寸步不离地守在老太太床前 而家带则在一旁轻声呼唤着奶奶 她希望奶奶能睁开眼看看她一直记挂着的阿信 但不管她怎么呼喊 奶奶依旧昏睡不醒 阿信看着已经不能跟自己说话的老太太 她多么想对她说上几句心里话 哪怕一句也好 阿信代替已经疲惫不堪的老爷夫人 守在老太太床前 一直到了傍晚 她轻轻地抚摸着老太太的脸庞 真希望她能睁开眼睛看看自己 在她走进房间 希望阿信能去休息休息 正当两人在一旁聊着天时 老太太就在这一时睁开了眼睛 看着阿信能回来 老太太开心极了 她清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阿信是否平安地生下了孩子 听见家带说阿信现在过得很幸福的答复后 老太太才放下心来 看着老太太为自己开心的样子 阿信知道 就算自己在外面过得再苦 她也不能告诉老太太 看着阿信过得幸福 老太太也为之感到高兴 但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只有家带了 家带也没有了姐妹 所以老太太将家带托付给了阿信 希望她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家带一把 在阿信答应后 老太太也就此安下心来 嘴里还不停念叨着 老太太的清醒 竟只是回光返照 她的生命就如同即将要燃尽的蜡烛 在蜡烛熄灭的那一刻 老太太的一生也走到了尽头 也就在黎明前 她安详地闭上双眼 停止了呼吸 家和明天的老太太 也就此结束了她76年的明昊生涯 老太太的死 似乎像一棵倒置的大树 阿信意识到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这也让她感觉到了一种不吉祥的气息 但阿信来不及悲伤 她还要帮忙处理家和明昂的一系列琐事 家带因为和丈夫的婚姻 跟母亲和父亲发生了很大的争吵 只因为正男与其他女人在外面有了孩子 现在她又要重新回到家和明店 这让家带不肯接受 阿信为了帮老太太完成遗愿 并劝家带能让姑爷回家 只要能好好生个孩子就行 家带看着奶奶的灵位 为了奶奶她决定软了 也为了让家和明昂有个继承人 她又试着重新跟丈夫相处 家带从阿月姐那里得知了阿信的现状 感到十分心疼 为了帮助阿信 她也想将阿信留在自己身边 便提出把空出的小店面借给阿信使用 让她能在酒店做点小买卖过安稳的生活 看着空着的店铺 阿信感觉就像做梦一般 不过她同时也意识到 做生意不会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现在的阿信 就像是站在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上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她也该好好想想了 老爷夫人在家带口中听闻了阿信的遭遇 也同意将空出的店面交给阿信做一些生意 对于老爷与夫人的恩惠 阿信不知道该如何感激才好 她在询问阿信想要做什么生意 在阿信的深思熟虑后 她想要在这里开一家饭馆 因为酒店这里有个很大的港口 来往的船只较多 而且这里的大米和各地特产都是从这里运出 所以她想在这里做一些家常小菜 可以供船上的搬运工人享用 而且港口工人基本都是外地人 不会收账 而且她在东京做小吃的时候 知道如何采购及便宜且新鲜的蔬菜 做饭馆不仅投资小 还可以收县借 亏损基本不会太大 店面只要随便整整 然后摆几个桌子就行 在她支持阿信的想法 两人商量好后说干就干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阿信给母亲寄去了一封信 说明了自己要在酒店开饭馆的事情 而且她还要拼命赚钱 要把母亲接去酒店同住 就这样 阿信的饭馆要开始动工了 在她出钱 阿信出力 两人共同为小饭馆的曾凶忙碌着 对于阿信来说 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做生意 虽然不敢说这次的生意 一定会兴旺起来 不过每当她从事新的行业时 就会有机会让她磨练 做生意的新教们 在家贺米店的全力支持下 阿信终于在酒店的市街 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饭馆 这是她自从大正13年 走出左河田仓家之后 经历了不少挫折 刚才安定下来的生活 这个时候的阿信 正满25岁 那时正是大正14年的夏季 也到了阿信饭馆即将开业的时候 同时在饭馆开业的当天 也是家贷丈夫 回到家贺乌接管的日子 家贷因为不能前去帮阿信忙 感到十分难过 就在阿信饭馆开业的前一天 夫人还为阿信送一份礼物 一份秀着家贺小食店的招牌 你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是我代表老太太 特地为你做好的 太太 谢谢你 得了家贺乌所有人的支持 让阿信倍感温暖 夜里她就写好了饭馆的菜单 家贷也送来了迟到的礼物 一个超大招财猫 两人坐在这前 商量着如何定价 才能招揽到更多顾客 毕竟工人赚的工资都是血汗钱 阿信想尽量把价格定到最低 好让工人们吃到既好吃 都能吃跑的食物 可是要做到物美价廉好难呢 有办法了 你呀从我们米行直接批给你 医生只要你四十钱好不好 那这样就很有帮助了 就这样 两姐妹在相互的鼓励与支持下 干起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第二天天还没亮 阿信就挂起了自己的招牌 她在门口招揽着顾客 但无一人愿意在店门口停下 她带着小熊坐在店里发愁 早餐跟午餐的米饭到底该怎么办 要是浪费可真就可惜了 但她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她把所有的米饭都做成饭团 拿到大街上推销售卖 阿信在一旁推销时 小熊就坐在路边等着 她不懂妈妈为什么要进座 只是乖乖地等着 等着妈妈带她回家 她现在叫卖似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她依旧没有卖出一个饭团 在她看着阿信开张第一天 竟然大门紧锁 从而感到有些不屑 一直到傍晚 阿信才疲惫地带着小熊回到了店里 询问后才得知 阿信是去港口卖了饭团 因为没有卖出 所以她把饭团全部送给了搬运工人享用 开张第一天 她就把败亏损了八十块钱 而且要是再这样下去 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才一开始你就泄气了 阿信 你的都知道哪里去了 你要用钱没关系 我会借人你 你一定要记得还给我才行啊 在你还没有还钱之前 我不允许你说不再做这个生意的事 听到没有 本来对做生意还有几分信心的阿信 在开业第一天就起来了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招联到顾客呢 阿信可要好好想想 家庭的父亲 见女婿有心向家的忏悔 便决定将家和米航交由重男管理 开张的第一天 就让阿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她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隔天 她就关上了店门 又没有开张做生意 家庭看着阿信依旧紧锁大门 瞬间对阿信感到了失望 她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阿信并没有放弃 她关上店门 只是在给自己的饭款 写广告宣传单 她要把自己的店铺宣传出去 写完百张宣传单后 她又开始带着小熊上街宣传 阿信还把大街上的柱子 墙上全部贴满了 自己家饭馆的宣传单 必要是还不忘边喊边发 为了逼小熊走丢 她就用一个长布袋 系在小熊腰上 再把另一端保在自己身上 新开张的家后饭馆 弟弟就在小港街 欢迎你来光临 来试试看 我们那里东西很便宜的 价廉物美 口味很好哦 而正对阿信感到失望的家带 在家里看见了 正男带回来的宣传单 而且他还听说了 阿信在街上叫喊宣传店铺的事 从而感到惊讶不已 他就知道阿信还是原来的阿信 但正男却觉得 阿信这次的做法 会有辱家和米店的名声 毕竟他的店铺 就叫家和小食店 也因为家带与丈夫的意见不合 他们本就不好的感情 又开始了新的问题 做完宣传之后 阿信就开始准备晚餐 他并没有把握 工人们会不会到这里来 但宣传已经做好 即使亏本 他也要做 家带因为阿信与丈夫发生了争吵 他也如父亲所愿 把家和米店的全部事情 转交丈夫处理 现在的家带已经闲到发慌 所以他决定留在这里帮阿信忙 但阿信却觉得不妥 但他又阻止不了家带的倔强 就这样 两人在厨房里忙碌起来 令阿信印象不到的是 经过三天的宣传 今天店里真的来了许多顾客 突然来了这么多客人 让家带和阿信都有些不知所措 所以两人开始分工 家带招呼顾客 小熊看着妈妈忙着做生意 也不会吵闹 他一个人玩累了 就乖乖在一旁躺着 也因为有阿信的宣传 店里的顾客越来越多 他们店里的饭菜 既好吃又便宜 谁都愿意来 父亲因为没有懂得家带回家 便派人来请 家带不但不回 感到拉起自家仆人 帮起了阿信的忙 送完最后一个客人离开 家带才跟着仆人回家 也因为这件事 也就此引起了父亲的不满 但家带本就是一个 我心我素的人 面对父亲要求自己 跟丈夫道歉 他才不会管这么多 家和小熊的生意 渐渐的好转了起来 阿信每天只睡五个小时 凌晨四点 他就要起床采购食材 然后开始准备 工人的早餐 家带每天中午 都会来阿信的店里帮忙 为阿信招呼顾客 这样忙碌的生活 也让家带变得开心快乐起来 因为家带天天往这里跑 也让阿信变得有些担忧 毕竟姑爷天天在家等着 他把家带和他丈夫的关系 越来越差 但他又阻止不了 也因为家带的任性妄为 引得父亲在家里大发脾气 他势必要关了阿信的店铺 但是郑南却在这时发生了改变 他对岳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是他同意家带去的 之前是他做了对不起家带的事 所以现在 他也理应等着家带回家 况且奶奶才刚刚去世 家和米店的事又全部转由自己处理 他在家里无聊 他也知道 而阿信那里也正是他唯一的去处 也正因为有了郑南的袒护 父亲也不好就多说什么 家带因为从来没有做过这么辛苦的工作 便坐在一旁发起了牢骚 他嫌阿信忙了这么多天 才赚了一点小钱 再这样下去根本不划算 如果再想办法 赚一点轻松钱就好了 但也就在这天晚上 他们的赚钱机会来了 店里来了一名醉汉 点名要酒 但阿信却直接拒绝了这个人 因为阿信不想买酒 他知道有酒的位置 就会有麻烦时 他不想因此把店里搞得乌烟瘴气 但家带的想法就不一样 他直接搬来了一瓶酒 表示15块钱一杯 因为酒的利润空间很大 他觉得这笔卖饭真的多 家带的这一做 反而让阿信有些措手不及 家带小姐 像你这种死脑筋啊 一辈子赚不了大钱 问题是 一杯15钱 那客人又愿意的话 那我们就要卖了 这才叫做做生意嘛 阿信本想做个单纯卖饭菜的小饭馆 可是没想到事与愿违 在开店不久 情况就在今天完全发生了改变 光卖酒 他们一天都赚了一块多 阿信因为家带的擅作主张 因此感到不快 但自己做这件事 不也是为了赚钱吗 不知怎么的 他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因为家带昨晚没有回家 郑南因此找到了阿信店里 为了避免两人再次吵架 阿信不断跟顾爷解释 但令阿信大吃一惊的是顾爷的改变 他并没有因此责怪家带 反而对他深情勿扫 郑南的这一改变 令家带对他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以后没人再反对家带 他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在这里帮阿信的忙 至此 两姐妹就这样开心的为了自己的梦想生活努力着 但也就到这一天 他们的饭馆因为低价卖酒进去时 有上了麻烦 一帮混混找上了门 他们在阿信的饭馆里大闹了一桶 阿信的饭馆因为低价卖酒 抢了其他酒馆的生意 他们便找来混混 直接把阿信的饭馆乱砸了一桶 他不但不害怕 反倒叫嚣混混 要他们跟他到屋外单挑 只见阿信像是变了个人一般 他的眼神坚定 根本没有一丝胆怯 他脱到了鞋子 摆起了架势 这是阿信在东京摆地摊的时候 跟阿进学的江湖人一口白 没想到的是 他竟在酒田拍摄用场 这也是他自己都始料未及的事情 经过这么一闹 他竟成了这帮混混的师姐 只因为阿信报了阿建帮派的名字 而他们所在的正是那个帮派的分派 阿信的这一举动 也让家带对他更加另眼相看 这件事也就此搞一段落 当阿信回到房间时 小熊却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他的全身起了麻疹 阿信还在发烧 所以阿信决定关门几天 好好照顾孩子 平常他都只顾做生意 完全忽略了小熊的感受 这一次 他一定要好好陪在孩子身边 家带回到家哥母亲感叹 阿信带着孩子做生意 属实不容易 如果不做生意 他们也将要面临被饿死的风险 母亲顿时有了一个想法 他想着 让阿信把孩子交给自己带 反正他在家也无事可做 这样阿信也会轻松不少 如果阿信将来有了喜欢的男人 那么他们家也可以收养小熊 做家和米甸的继承人 这样阿信也可以过些轻松的日子 如果奶奶地下有知 也会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小熊生病 家带每天都会为阿信送来一些吃的 怕阿信辛苦 家带也提出了 让阿信把孩子交给自己母亲带 这样他也可以好好赚钱 阿信只是笑笑回去 不管多苦 他也要把孩子带在身边 因为小熊就是自己的动力 这也是他当初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的 把小熊带出左和田苍家的理由 看着小熊 他总觉得 他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这一年多来 他也没少给龙三写信 但却从未等到他的一封回信 想一想还真觉得可笑 如果再没有龙三的消息 他也可能要彻底放弃他了吧 但阿信还是决定 再给龙三写去最后一封信 他依旧希望与龙三团聚 但他写的信却依然落在了婆婆手中 这个女人在九田开起饭馆来了 还说收入够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 叫你们龙三赶快过去 龙三怎么可能去当个小饭馆的老板 婆婆还是如往常一样 把信件撕毁 看着两人因此不能再次相见 大嫂也为止感到着急 阿信在九田开的饭馆 生意越来越好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他也总算是在这里安顿了下来 贾太自从奶奶去世后 立马加贺民店的事全部交由丈夫处理 嫌不下来的贾太 也因此成为了阿信饭馆里最好的帮手 转眼间就到了大正14年的深秋 贾太又听闻了浩太来九田的消息 他们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阿信 而且浩太现在已经成为了 电农起义组织的支部长 他们的组织就设在九田 虽然阿信给组合的龙三写了很多恒信 可是却都石川大海 没有任何消息 难道龙三真的变成了陌生人 在九田不安的生活中 现在却突然又有了浩太的消息 这也使得阿信更加心酸难过 他突然感叹自己当初选择的人生 到底给自己带来了什么 又带给了他多少不可挽回的遗憾呢 而另一边的龙三一边母亲安排了婚姻 他要求龙三再婚 好忘记阿信 既然他这么狠毒的抛下丈夫 他的儿子就该尽早再婚享受幸福 但龙三却表示 这辈子他不会再去 阿信丢下你离家出走 到现在连封信都没写回来 像这种无情无义的女人 你还等他干什么 也就在这天晚上 阿信的饭馆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欢迎光临 家泰 你怎么在这里 听闻家泰说这是阿信开的饭馆 浩太连忙赶到厨房 想去见一见阿信 看着浩太的报来 阿信却没有勇气与他见面 他带着孩子躲到了后厨门外 阿信 浩太刚准备与阿信好好聊聊 但阿信却逃避了 听见客人要添酒的叫声 他便连忙抱着孩子逃离到现场 阿信没有想到与浩太再次见面 会是以这种方式 他现在最不想见的就是浩太 因为他不想让浩太看见 自己与丈夫分手 从而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的悲惨情景 他知道 如果他跟浩太当面交谈 他一定会忍不住 在浩太面前哭出声来 而不断干活才能阻止他想要哭出来的冲动 浩太一直等到阿信的饭馆打样 还没有离开 原以为得到龙三这位伴侣 一夕就会幸福美满的阿信 如今却在酒田这个地方 成天面对那些粗鲁的男人 浩太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但到安静下来后 浩太才有机会询问阿信的情况 阿信本不想告知 但全被浩太说出了 自己在佐贺的悲惨遭遇 好不容易送走浩太的阿信 这才松下一口气 浩太与浩太顺路 也因为长时间没有见面 他们在路边的小吃摊喝起了酒 聊起了心里话 浩太感叹阿信的悲惨遭遇 他觉得 如果自己没有介入他们两人之间的话 或许浩太与阿信也不会错过 浩太责怪自己 这都是自己的责任 如今他们再次相见 也可能是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好的缘分 所以浩太想把阿信托付给浩太 并让他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 把孩子系在柱子上 然后再给阿信准备早餐 这就是一个三岁小孩所要过的一天 只因为这个单亲妈妈没时间照顾孩子 而这也是他能想到保护孩子的唯一办法 天还没亮 阿信就在一边忙碌了起来 五四两人这样的日常生活 已经持续了一年之久 浩太听闻浩太说起阿信的悲惨遭遇后 一大早他就来到了阿信的店里 他现在就想要帮助阿信 如果龙三真的抛弃了他们母子俩 他愿意接手照顾 在他听闻了浩太已跟阿信告白这件事 他真心为阿信感到高兴 并真心希望两人走在一起 但也就在这天夜晚 浩太的组织计划有变 政府又制定了新的治安维持法 因此浩太又必须转入地下活动 从而无法守护阿信和小熊 阿信理解浩太的工作 他也愿意支持 如果因为自己成了浩太的负担 他也会责怪自己一辈子 阿信还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 浩太对自己的情谊 但浩太还想帮阿信做一件事 如果说龙三真要抛弃他们母子 他会主动写信过去询问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他也要帮阿信把户口信回本地 以后做什么事也都会好办一点 是不是他又写信来啊 是啊 只有龙三的 啊 是个男人写来的 阿信的饭管在夏季开张 到了这一年的年尾 阿信就把开店时 向家贺无所借的钱全部还清 转眼就到了大正15年的新春 阿信好不容易可以休假几天 再再看两人还没有结婚的意思 便在一旁替两人着急 也就在这时 八月姐突然来访 他来探望阿信的目的 就是来告诉阿信 龙三写信回老家 询问他消息的事情 阿信啊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一声 就跑出来了呢 而且既然连封信都没写给他 这样你不觉得龙三可怜吗 阿月姐说的这些 让阿信有些不敢相信 明明自己给龙三写了很多封信 为什么他会一封都没有说到 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另一边 母亲为了让儿子 与他看上了媳妇结婚 他便直接告诉龙三 阿信要赶下的消息 这个女人啊 她已经打算 要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龙三不屑一笑 他根本不相信母亲说的这些 既然儿子不肯相信 他便拿出了后太写来的信 交给龙三 将儿儿子对阿信死心 龙三气愤母亲 私自查看自己的信件 跑了出去 而这一幕 恰巧被大嫂撞见 大嫂知道 也该是时候 让龙三知道真相了 他偷偷让龙三叫了出去 并把阿信写给他的信 全部交到了龙三手中 大嫂还让龙三赶快给阿信回信 并希望他能跟阿信早日团聚 龙三看了阿信的信后 便直接向母亲表示 自己永远不会再去 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终于收到了龙三的回信 厚厚的一叠信纸 在阿信的手指间 显得那么沉重 不过他也温暖了阿信的心 里面还附上了20元的汇票 青春刚过 阿信的饭馆又开始忙碌的起来 浩太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 不能在酒田待太多日子 因为不放心阿信 他一有时间就会来阿信的饭馆看看 听阿信说龙三有写信过来 只要等到有名海开肯成功 也就到了龙三对他回去的时候 听见这个消息 浩太也为止感到高兴 看着阿信幸福 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愿望 没聊几句 两个酒鬼就在外面闹了起来 浩太只为上前阻止 但却被阿信拦了下来 他没有害怕 一个人冲了出去 阿信似乎对这样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 把罪汉赶出去的同时 阿信还不愿收钱 整天面对这些粗鲁的男人 让阿信早已习惯如何从容面对 而且他还要时不时地忍受 被罪汉调戏的风险 毕竟饭馆以卖酒赚钱为目的 他就要接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看见喜欢的女人 整天面对这样的粗糙汉子 浩太不能接受 他就让阿信放弃这家饭馆 去做其他生意 自己都不愿意看阿信这样 更何况是龙三呢 而且那些罪汉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 一个女人带着孩子 根本不适合这样的工作 如果再这样下去 他自己也不会安心 去别的地方干自己的事业 对阿信来说 这是他努力经营的生意 因为这也是他唯一的生存之道 所以他才拼了命地努力工作 但浩太说的那些话 突然又让阿信感到了迷茫 除此之外 他还能做什么工作呢 原以为开饭馆就是自己的归宿 但被浩太这么一说 让阿信真不知道这个饭馆 到底该不该再继续经营下去 其实让他真正关掉饭馆的原因 还是为了家带 因为家和屋的夫人找到了阿信 因为担心女儿的阿信的饭馆做事 会破坏家带与正男的夫妻关系 他希望阿信能够舒服家带回家 但家带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喜欢的事业 他绝不会就此放弃 家带还想跟阿信一起存钱 再开一家大的酒楼 因为他想为自己活一次 而不是为了别人 其实阿信心中明白 家带向往的自由生活 但他又不可能去做一些 让家和屋为难的事情 毕竟老爷夫人 不对自己有恩 好他为了避免阿信再次被酒鬼们骚扰 他早已为阿信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 那就是去医室做饭鱼工作 家带听闻此事有些气愤 如果阿信走了 自己又该怎么办 最终阿信还是为了大局着想 他对老爷夫人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他还是决定关掉饭馆 带着阿熊去往医室卖鱼讨生活 听见这个消息的家带 自然不能接受 他本以为是开玩笑 结果阿信却当了针 他气愤的跑了出去 不愿再跟阿信多说什么 不管阿信如何解释 他还是把自己关在了房间 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阿信知道这件事对家带打击很大 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 回到店里的阿信 就开始收拾起饭馆 因为到了明天 也该是自己离开的时候了 正当阿信与浩台说起 家带不会原谅自己 而感到遗憾时 家带却以整理好心情来到店里 青春时期在酒田相识的三个人 又各自走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今三人好不容易在酒田相聚 却又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前程 各本都信 不过阿信始终相信 他们总有一天会再度重逢 在阿信离开的前一天晚上 浩台跟家带都来到阿信的饭馆 他们三人要一起把酒化别 劝君共进一杯酒 吸出阳光无故人 朝有时 暮有时 朝水犹如日两回 人生长别离 此刻的相遇是短暂的 他们三人在今晚所做的约定 最后终究还是无法实现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就带着小熊来到了家贺乌告别 老爷为阿信送上了离别礼物 夫人则在一旁嘱咐阿信 受不了苦就回来 家带子在一旁沉默不已 离别时 阿信回头看了好几次家贺名号 对于阿信来说 家贺乌比他的娘家还要亲切 因为他的少女时代 都是老太太一手服役长大 但是他不会知道 这一次的离别 也将会是他最后一次赶见家贺乌 阿信带着阿熊不知道赶了多少个日夜 才到达伊士 海风拂面舒服的让阿信有些陶醉 从今后开始 他又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在小气一会儿后 阿信又背上阿熊继续赶路 阿信按照浩太给自己的地址 终于找到了自己所要住的房子 我们终于到了 我好累 你坐在这个地方会遭到报应的 他就是阿九嫂 是浩太将自己托付给他的人 而阿九嫂也将成为阿信人生中的又一个贵人 与阿九嫂闲聊几句后 阿信这才得失了浩太的真实身份 浩太的父亲是一个大地主 而且还是多额纳税的贵族员一员 他的母亲则是贵妇人家的夫人 浩太本可以上完大学 就可以安安心心的做一个政府官员 但他却选择了做一个帮农民平凡的地下工作者 浩太母亲和阿九嫂是堂子妹 所以浩太才会放心把阿信托付给他 阿信又开始了他一天的事情 其实阿信来到这里还处在懵逼状态 他不知道自己还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也不知道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事 你明天开始要不去当航商 你们要怎么过日子哟 我去当当航商 难道你都没听浩太说呀 我们呢只是把鱼批发给你而已 至于呢你每天能够卖多少 还有这个中间你能赚到多少利润 这完全要看你的本事 懂了吗 阿信托将阿信带到了海边熟悉情况 他则在一旁细心观察 并希望从中获取一些门道 但第一次看着鱼饭怎么抢购鱼的样子 还是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 在什么都没弄清楚的情况下 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卖鱼生涯 从少女时代就做各种买卖的阿信 做每一件事都是从头开始 由于那些经验 也使他具备了做生意的直觉 而且他还能够随时应付环境的变化 但卖鱼这个生意并不简单 里面的各个行道 还需要阿信一天天的去试探摸索并了解 轻若丽 绿缩衣 斜风细雨不虚归 天空还在细细丽丽的下着小雨 在朦胧的烟雨中 一个母亲推着孩子走了吉里山路 边喊边叫的迈着鱼 天空刚刚放晴 阿信还没来得及收起斗粒 就见一个老妇人准备出门 她连忙推着鱼车跑了出去 要不要买鱼 这鱼很新鲜呢 你是谁啊 我好像第二次看到你啊 因为是第一次买鱼 询问后 阿信这才得知 这里的农家都是从固定的鱼贩子手里买鱼 辛苦跑了一上午 阿信还是一条鱼都没有卖出去 阿信不明所以 只觉得跟你妈妈就很幸福 但阿信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要是再卖不出去 这些鱼也该臭了 待小气一会儿后 阿信又推着阿信在附近到处转悠 但还是一无所获 为了避免鱼坏的浪费 阿信决定把这些鱼全都送人 听见免费 农夫才招揽所有人过来抢鱼 一直到夜晚 阿信才推着小熊回家 阿九嫂看了阿信的鱼车 有些不敢相信 冲了卖鱼第一天 竟然把鱼全部受空 阿信只是腼腆一笑 并没有对阿九嫂说起 自己把鱼全部送人一事 看着阿信如此吃苦难劳 阿九嫂也未知高兴 她想过要帮助阿信 但听浩泰说 一定要放手让阿信独立去做 那她也只能帮助母子俩 有吃有住就行 其实这样就让阿信非常感激了 第二天 她又推着鱼车带着小熊 到大街小巷去售卖 因为价格便宜 她也就此招揽到了很多顾客 与其他鱼贩子不同的是 阿信在卖出一条鱼前 都会为顾客把鱼清理干净 但这也引起了同行的不满 还没到中午 阿信就把进到的鱼全部收空 阿九嫂本还为阿信担心 但看着阿信这么快就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也就此放心了下来 她把阿信当成了自己的亲女儿 一般有什么好吃 必定会留下来给她 闲下来时 她就帮忙带带小熊 但也就在晚饭时间 同为鱼贩子的两个妇人 找上了门 他们不停向阿九嫂搞妆 说阿信一下卖鱼打断了市场价格 并让她还自己一个公道 但阿九嫂认为 做生意就是个凭本事 这不能责怪阿信 如果你们为了这个就发牢骚 那干脆别做生意算 阿信见自己又给阿九嫂添了麻烦 便诚心诚意地跟阿九嫂道歉 阿九嫂不但没有责怪 难道很支持阿信 既然决定要当一个航商 我就不会输给任何人 我要用我自己的方法 来拉住客人 如果连这顶企图心都没有 那我还做什么生意呢 就照你自己的意思做做看 隔天一大早 阿信就早早地来到了海滩披鱼 各个种类 他必须要多近一点 阿九嫂健壮 都经为阿信感到担心 披鱼这么多的鱼 你卖得完美了 既然要披鱼卖的话 我就要多卖一点才能赚钱呢 因为价格便宜 还有服务周到 他的鱼车只要一经过大街小巷 就被围满了人 不仅如此 即使自己卖完了鱼 他都要去每个顾客的家里走走 并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帮忙下地干活 也许连阿信自己都没有发现 自己有做生意的魄力 但阿九嫂却早已经注意到 他相信阿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但在这之前 他一定要好好照顾阿信和他的孩子 只要鱼船一捕捣鱼 阿信一定会推着鱼车 带着阿熊出现在大街小巷 因为带人真诚和善 他也就此积累了不少顾客 某日 阿信听闻近几天会出现台风天气 也该是他好好休息的时候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阿信 竟与旁人不同 他想到的不是休息 而是赶紧抢购大量鱼货 这样在一旁的阿九嫂 不禁担心其他无法卖完 夜里因为台风来袭 家里的捕鱼船夫 也没有办法再出海工作 近几天可能都会没有鱼卖 还好阿信提前准备了大量鱼货 他在厨房开始准备起了烟鱼的工作 阿信的心里始终有个愿望 就是能在镇上开一家卖鱼的店铺 然后再把丈夫龙三从左河街来 一家三口共同生活 这就是他的梦想 也因于台风天气的影响 所有鱼贩子都没办法出摊 但台风天气根本没有影响到阿信 因为他提前准备好了大量鱼鱼 他的鱼也就此被顾客全部盯光 不亏反转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不知不觉夏季已过 秋天结束又到了寒冷的冬季 可是阿信仍然每天推着鱼车 带着小熊早出晚归 不知不觉阿信来到阿九嫂家 也有一年之久 这天回家后 浩泰特突然出现 让阿信惊讶不已 浩泰特知阿信的卖鱼能力相当好 且有固定的买家 并建议他尽早开店和丈夫团聚 往后自己也能就此安心 浩泰见母子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吃了个晚饭后 并离开了这里 当天一晚 阿信就给祖和的龙三写去了一封信 为了报答浩泰对自己的恩情 他也希望他们一家能尽早团聚 但过了好久 阿信却没有收到龙三的回信 这不竟让阿信变得有些失落 阿九嫂娶阿信 他知道浩泰对他的情谊 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 既然龙三狠心抛下母子俩 他还不如就此跟浩泰在一起 龙三收到了阿信的来信后 有些犹豫不决 渔店老板自然是不会同意 但龙三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开垦成功 这样他也就有面子 把母子俩接回祖和 渔店是阿信辛辛苦苦 卖于攒下来的钱所开 他又怎么能 厚着脸皮去依靠自己老婆 阿信本想让龙三的一世 跟自己与孩子一起生活 但看见龙三的来信后 却彻底磨灭了阿信的这个愿望 他明白龙三的固执 但这么小的愿望都不能让自己实现 这也不禁让阿信潸然泪下 阿信仍然继续当着他的鱼饭 他依旧每天带着日间长大的阿雄到处卖鱼 有了孩子的陪伴 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一个当母亲的幸福 这一年的夏季又即将过去 突然而来的暴风雨 让阿信为远子祖和的龙三倍感担忧 听说这一次的强大暴风雨 让九州各地都受灾严重 特别是祖和长崎等地 阿信因为担心祖和的台风灾情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 看着今早大好的天气 也让阿信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 但听完顾客说 报纸上祖和那边的严重灾情时 又让阿信的心一瞬间跌落谷底 祖和整片区域因受台风天气的影响 所有农作物全都被洪水炮毁 就连龙三开垦了四年的土地 一期间也全部化为乌有 龙三接受不了这种打击 跪在地上抱头痛哭 因为稻田的损失 家里因此也不得不需要变卖家产 来维持接下来的生活 龙三在伪明了几日后 他还是决定离家去寻找新的出路 隔天他就给家人留下了一封信 便离开了祖和老家 他来到了一世 想见见老婆跟孩子 然后再前往大连去寻找新的出路 龙三不知在海边等了多久 才见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渐渐地出现在眼前 他上前了几步 但又止住了 夫妻两人时隔四年再次相见 那个曾经熟悉的人 似乎早已变得物是人非 看着亲子的一个眼神 一切还是那么的心切 他怕自己再多待一会儿 就再没有勇气离开 龙三快速转身 准备逃离这里 阿信则紧追其后 是必要找丈夫问个明白 你为什么要跑 我是来道别的 我只是想要来看你某某子役 但阿信从龙三口中得知 他要前往遥远的大连找工作时 他不敢相信 时隔四年好不容易与丈夫再次相见 他就要再次跑下他们母子俩 这次他绝对要留下丈夫 阿信誓死圈住龙三的脖子 祈求他不要离开 但一个女人又如何抵得过一个男人 为什么我们夫妻两个 一定要这样分隔两地 你至少要去抱抱孩子 你可是他的亲生父亲啊 娘只会让人更伤心 到了那里 我会写心告诉你 奶奶 奶 阿熊 此时的阿信人生中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机 只因为孩子出现 他才能留住丈夫再待上一晚 他就一定要说服丈夫 说服丈夫留在一室陪着孩子 他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就好 他也不想要什么物质生活 我是一个男子 我有我的志气 希望你能体谅 阿信听着丈夫的这些话 他知道自己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 既然改变不了 他又何必强求 此时的他也只能埋头痛哭 为什么他想要的简单生活却如此之难 我一定会回来接你 你一定要等我 第二天一早 阿信就开始为龙三准备路上吃的饭团 准备好一切后 他又开始去往海边披鱼 龙三的突然出现 似乎没有给阿信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 伤心了一晚 他又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 因为他还有阿雄不是吗 龙三把阿信送到小巷 也该是他离开的时候了 在简短的几句话别后 阿信便匆匆推着鱼车 又开始了自己一天的生活 龙三看着阿信受入的身躯 每天还要推着沉重的鱼车 走吉里山路 卖鱼的同时又要兼顾孩子 他突然感到特别心疼 即使一上下雨天 阿信也不会就此放弃 龙三偷偷跟在母子俩身后 走过每一条阿信必经的泥泞小路 看着老婆带着孩子卖鱼的场景 龙三还是忍不住 躲在墙角失声痛哭 那当母子俩休息时 龙三还是决定留在衣室 陪着老婆共同抚育儿子长大 龙三突然对自己说要留下 让阿信有些不敢相信 直到看着龙三带着孩子 在海滩上玩耍的样子 阿信这才感觉到了一丝真实 这才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 阿九嫂看见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真心为他们感到高兴 虽然龙三要留在衣室生活 阿九嫂便建议阿信 在镇上开一家鱼店 因为只有这样 一家三口才算是真正稳定的才来 几天后 阿九嫂便为两人在镇上 找到了一家店铺 我真希望能够赶快利用这个地方 能够的话 明天就搬过来那是最好了 那我先把这里打扫干净 我也来帮忙 店铺已经定了下来 阿九嫂又给阿信准备了很多 他们一家所需要用到的生活用品 从而以为他们减少了 一笔不小的生活开销 阿九嫂对自己的照顾 阿信是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才好 就这样 一家三口终于团聚 他们在阿九嫂的帮助下 顺利开了一家鱼店 他们也就此开始了 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今天是阿信与丈夫 办理阿九嫂家的日子 这也是自从那次地震之后 一家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团圆 开店后的工作非常繁重 龙三还需要每天拖着鱼车 走十几里山路 到港口批鱼回家 这让阿信不禁担心 其丈夫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余电的前景究竟如何 阿信也不知道 但光听丈夫说的这些话 就让他感到非常高兴 万一这次没有成功也没有关系 只要龙三有这份心意 阿信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 经营余电成了阿信与龙三的新事业 天刚亮 龙三就推着货车 去几公里外的港口采购鱼货 第一次出门的龙三 让阿信有些担心 他不知道丈夫到底经不经得起 这重重的劳力考验呢 龙三第一次出门披鱼 阿信就抱着小熊在门外焦急的等着 直到看着丈夫平安归来 阿信才感到安心 今天是他们店铺开业的第一天 阿信兴奋的拉着龙三 看着他们店铺的招牌 夫妻俩也就要再次为自己的梦想出发了 他们还为自己的店铺 取名为田仓鱼店 为了给自己的店铺做一些宣传 阿信在店铺开张第一天 依旧出台 龙三则带着阿雄守着店铺 但毕竟龙三是第一次接触卖鱼工作 这也导致客人来买鱼时 龙三都分不清鱼的种类 从而流失顾客 为了让丈夫尽早熟悉鱼的种类 阿信决定给龙三进行特殊训练 但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 只能逐渐掌握 当阿信看着龙三 为了把鱼店开好而努力时 他也为此感到十分心慰 有了丈夫的帮忙 也让阿信每天都信心十足 龙三还要求与阿信一起上街熟悉顾客 以后也好方便他送货上门 此后 阿信与龙三不再推车沿街叫卖 而是上门招揽生意 让顾客预定余货 这是龙三想到的一种新的退销方式 想到龙三为了帮自己减轻负担 主动要成为一个鱼店老板 阿信很愿意尊重龙三的心意 夫妻俩因此能够同心协力的做一件事 也是阿信感到最为安慰的事情 阿九早见阿信开店后 生意却大不如前 他希望阿信能降低批货量 而且他还放弃了沿街叫卖的方式 这样老顾客也会被其他鱼饭抢走生意 所以阿九早因此为两人感到担忧 但阿信却坚持支持丈夫的想法 他怕直说会挫败丈夫的意志 他现在就是要放手让龙三去做 挣不挣钱都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他领在他身后默默扶持 陪伴他一起成长 但阿九早亲眼看着龙三 近几天的成长 且有自己的一套拉顾客的方式 也就此放下心来 看着丈夫渐渐的适应了这边的生活 阿信才有勇气写一封信回左河报平安 当婆婆收到医师的来信时 气愤不已 他要求丈夫去往医师把儿子带回 当个卖鱼的 有什么不好呢 当孩子幸福的时候 就不要过问 这才是个 人这个好母亲 拆散阿信和龙三两个人的 不是别人 正是你这个当母亲的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你就休想再干涉龙三和阿信的事 婆婆被丈夫斥责了一天后 他才认清现实 才知道后悔 自己以前对阿信所做过的自私行为 几日过后 龙三便收到了来自老家的包裹 里面还附带母亲的一封信 夫妻共同开店 真是件喜事 阿信带着阿熊 想必也吃尽了骨 难为你一直等待着龙三 龙三就交给你了 阿信终于得到了婆婆的谅解 长期以来埋葬在心底的沉重包袱 也随着婆婆的这封来信 消除得一干二净 为了那来日把公婆寄到衣室一起生活 阿信便更加勤奋地工作了起来 可是天不从人愿 因为经济不景气 他们的外账很难收回 夫妻来也因此吃了不少亏 但这也是无可奈何 他们还是每天卖力干活 看着阿熊日渐长大 只要一家三口在一起 阿信就觉得非常自作 阿信与丈夫的余店已经开张了一年半 阿熊已满了六岁 1929年的春天 阿熊也到了上小学的时候 阿信自从生下阿熊以来 母子相应过过不少苦日子 看到阿熊的成长 阿信比任何人都要欣慰 不过在他的心目中 只有一个人是应该来 跟他一起分享喜悦的 那就是在老家的母亲 与龙三商量后 他们还是决定 把远在山形的母亲接来庆祝 而远在山形的母亲 因为年纪问题 再也没办法下地干活 也因为这个问题 母亲就遭到了媳妇的嫌弃 就在晚上 母亲收到了阿信的来信 里面还带有去医室的路费 阿志看着阿信的来信高兴不已 并决心要将母亲送到医室 为阿信同住 看着母亲的到来 让阿信激动不已 浮云一别后 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 消疏病斑 母亲看着阿信一家三口幸福的样子 还有阿熊穿着校服的样子 就已经泪眼婆娑 他这一生的愿望 也算是实现了 既然已看到阿信一切都好 他也该到了离开的时候 毕竟现在经济这么不紧急 他也不能留在这里 拖累了夫妻来 而正当母亲收拾东西 准备回家时 另一边的阿志 却在这时写信来告知阿信 不要让母亲回家的消息 他们是把母亲当成了累赘 阿信这才知道 母亲在老家的日子 其实并不好过 这也让阿信坚持 务必要将母亲 留在这里生活 但也在这时 阿信的身体 突然又来了反应 自从他生下阿雄之后 既在左河 失去了第二个孩子的阿信 现在又迎来了 他的第三个孩子 龙三见状高兴不已 他知道阿信 跟着自己在左河 受了太多委屈 才导致他们的 第二个孩子夭折 这个意思 他一定要尽全力 补偿自己的老婆 岳母原先 拒绝与他们同住在衣室 一心只想搬回山形 帮儿子种田 直到女婿不停恳求自己 且表示阿信有孕在身 她在嫁定决心 继续留下 阿信得知母亲 说要留下 才有喜上眉梢之意 还有龙三对自己 体贴入微的照顾 也让阿信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幸福 从这一天开始 阿信的母亲 就留在了衣室 跟田仓家生活在了一起 阿信肚子里的孩子 也非常健康 一家人就这样 过着平静 且又充实的日子 时不时的 阿信也会给左河的 婆婆寄取一些鱼竿 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收到了家带的来信 信上的内容是 家带已经怀孕 九个月的消息 从家带结婚到现在 也有十年之久 现在她终于有了 自己的孩子 阿信是真心 为家带感了高兴 同时她也很庆幸 自己当初离开九田 是正确的选择 很快就到了 阿信临产的日子 在母亲的亲自照顾下 阿信终于平安地 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 但就在母亲 为阿信烧水期间 她突然眼前一黑 倒在了地上 也就在昏迷中 她似乎感觉 自己已经回到了山行老家 只见天地 一只肩白茫茫的一片 雪花纷纷扬扬地 从天上飘落下来 四周上拉起了 白色的帐篷 大地立刻变得 银庄素果 她似乎又看见了 已去世的奶奶 孩子她爹 还有自己的女儿阿春 她仿佛身在故乡 莫根思念已久的 家人们重逢了 少和四年 阿信顺利地 生下了第二个男孩 也就在那天夜里 一直照顾阿信 生产的母亲 阿父就此病倒了 为了安全起见 医生建议龙三 有时间带岳母 去大医院做个全身检查 阿九嫂听闻 阿信顺利生下孩子 特地带来 鱼要给阿信补身体 龙三怕妻子担心 特意让阿九嫂帮忙 隐瞒她要带岳母 去医院看病的事情 并就此 托阿九嫂帮忙照顾妻子 还沉浸在喜悦之中的阿信 并没有发现母亲的异常 她还为刚刚生疏的宝宝 取名叫人 她希望这个宝宝 有一颗仁爱之心 阿信才感觉到 幸福日子就要来临时 殊不知 占有一道阴影 已慢慢侵入了 他们这个幸福的家庭 在陪着岳母 检查身体后 回到家时 医生便告诉龙三 一个不幸的消息 这种病叫白血病 到目前为止 没有可以治疗的药肝方法 听见这个消息的龙三 心瞬间沉入谷底 他祈求医生 想一想办法 不管做什么他都愿意 只要是能够好一点点 我什么都愿意做 到现在为止 还没办法 龙三把这个噩耗 埋藏在心底 谁也没有告诉 他只是不断安慰岳母 让他好好休息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对于阿信的问话 他也依旧是 把这个秘密隐藏于心 自从那天起 阿富倒下后 就再也没办法离开床铺 他的检查结果 已被确诊为白血病 但这件事 只有龙三一个人知道 他始终没有把这件事 告诉任何人 阿信的产后 休息了几天后 便又开始了工作 在这期间 阿九嫂一直住在天仓家 帮忙料理一切家务 他不仅照顾阿信 和他两个孩子 还悉心地帮忙 照顾卧病在床的阿信母亲 阿九嫂离开后 阿信开始着手照顾母亲 但母亲似乎也知道了 自己会活不长久 便在嘴里不停念叨 只要回山形老家 他要死也要死在那里 龙三家阿信已经出了月子 他也不忍心再瞒着棋子 便告诉了阿信 母亲已经病危的消息 并让他好好照顾母亲 尽最后地笑道 阿信不愿意相信 母亲才跟着自己想福 现在上天 却要夺走母亲的生命 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尽管伤心 但阿信在母亲面前 却没有表露出一丝丑容 他依旧尽心尽力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他想要回家 他想要跟奶奶 孩子他爹待在一起 阿信知道这是母亲最后的愿望 便决定了要带着母亲回家 就算是悲也要把他背回山形老家 夜里 他就跟丈夫商量了这个事情 龙三起初是反对的 但最后他还是决定支持其子 因为他欠阿信太多太多 根本没办法补偿 家里的事情 他让阿信不要担心 有他在就够了 他还让阿信尽力去帮母亲完成遗愿 就这样 阿信有了丈夫的支持 第二天一早 他便把母亲绑在了板车上 并决心要带着母亲回到山形老家 地白风色寒 雪花大如首 阿信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誓死要背着母亲回到山形老家 他用一根布袋 把病重的母亲绑在身后 踏着厚厚的积穴 一步步走得是那么艰难 少和四年年末 阿富在冬天的阳光下 离开了住了将近一年的仪式 他带着不舍的目光离开了 他知道这一别也将是永远 从一世到山形的路途是遥远的 阿信只能用布袋把母亲帮在身后 转了好几次的火车才抵达山形车站 但阿信却一点都不觉得累 他只觉得母亲的身体是那么的轻 轻的是他感觉到虚幻而难过 因为提前给大哥写信通知过 母亲今天会到达山形 他让大哥来接 但眼看着外头的雪越下越大 天色也渐渐变暗 但仍不见大哥的踪迹 最后阿信还是决定独自背上母亲 带着母亲一步步走回那个最熟悉的老家 从山形车站到家有十几里远的路程 阿信就这样用自己瘦肉的肩膀 背着母亲艰难前行 他就跟自己小时候母亲背着他一般 即使累 他也不敢在母亲面前大声喘息 从小背着孩子做工的他 其实早已锻炼出了惊人的意志 更何况自己背的是母亲 让他背着母亲赶到家时 已经到了夜晚 想把母亲带回家休息 可刚一进门 里面却已被大哥大嫂当成了杂午间 他背上母亲气愤的冲进了大哥家 并让他们帮母亲铺下床 可没想到 竟没有一个人想要起身帮忙的意思 阿信借此情况 直接冲进了大哥的房间 亲自为母亲铺上了床 见大哥大嫂依旧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待祈求无果后 阿信便威胁两人 不帮忙的话 他就带着母亲住在这里 大哥一听瞬间急了 还不赶快吃一吃 快点去打扫 下次回来两个那么麻烦的人 但收拾了一番后 阿信便把母亲接了过去 虽然被儿子媳妇嫌弃 但他还是很感激阿信 能把自己带回这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家 阿富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他又看到了一家人围坐在火罗旁吃饭的样子 虽然那时候吃不饱饭 但那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候 第二天 二月姐得知母亲回家的消息 并跑过来探望 他让阿信扶自己起身 他想再看一看老家的大雪 但这也是最后一次 北风呼啸 大雪纷飞 大地万物似乎都处于悲怅之中 那种萧瑟的味是不言而喻的 景色依旧 风雪敲窗 往事莉莉贼 母亲在看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雪景后 还是离开了 他安详地走了 阿信惊得千辛万苦 终于把母亲带回了山行老家 他对妈妈惊得最后一次小岛 回家的第二天 母亲就走了 故乡的母亲已不复存在 他也对现在的故乡也毫无留恋之意 阿信对这个充满了回忆与亲情的地方 做了最后的告别 他也将要再次独自离乡而去 阿信失去了最爱的母亲 局别了故乡 踩着伤心的步伐 踏上了回家的路 将来还有什么事情等待着他 他也不知道 但他处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 想要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自母亲去世后 阿信毫无留念地离开了故乡 回到了伊氏 现在就只有伊氏 是他唯一千块的家了 在阿信带母亲回山行期间 一直都是阿九嫂在帮忙照顾阿人 接阿信回家 他就提前把孩子抱了回来 阿九嫂怕阿信走不出丧母之痛 并一直安慰着他 直到龙三的出现 一直坚强的阿信 这才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哭出了声 母亲逝世后 也就这样随随便便地安葬了 只因为哥哥派大家回来 吃了他的粮食 所以母亲在离开之前 只有阿信一个人守在身边 阿信再也不想回到山行 现在也就只有伊氏这个家 能带给自己温暖 少和五年 在全世界均不景气的情况下 日本也即将面临通货膨胀的时代 但是阿信仍然过着家庭和睦的生活 虽然日子并不富裕 但是只要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生活 阿信就已经觉得非常幸福 他满心期待地祈祷着 这样的日子会永远不变 连春天 阿雄顺利地结束了小学一年级的课程 阿雄的成绩不错 各个成绩全部为佳 阿信在高兴之余 便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让阿雄一直这样读下去 直到让他上一所好大学为止 即便家庭不富裕 他也要阿雄上学 因为自己从小就没有上过学 他永远都记得自己小时候 想要上学时的样子 不管自己多苦 他也不能苦了孩子 正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这天阿信却收到了一封来自阿雁姐的信 上面是告知阿信家贷丈夫已经自杀的消息 如果姑爷自杀 那么家贺米航还有家贷该怎么办 突然间一种不祥的预感也随时而来 家贷丈夫的自杀 好像正暗示着家贺米航的改变 这使阿信感到非常的害怕 近几天 阿信完全没有了做生意的欲望 他给家贺米航打去了无数个电话 但都无法接通 而且写回去的信也全被驳回 龙三建议阿信回九田一趟打探一下消息 毕竟家贷还有老爷夫人 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阿信很想回去 但他又担心 如果自己去了 孩子还有生意怎么办 毕竟他们的外账都没有收回 根本没有多余的钱 再跑九田一趟 龙三让阿信放心 有自己在就够了 至于钱的问题 他让阿信先找阿九嫂拿着 然后自己再想办法去还 也就在这时 阿九嫂突然来让阿信过去找他一趟 说是有一点急事 当阿信来到阿九嫂家时 浩泰就在这里等着 浩泰来这里的原因也是因为假贷 他去过一趟九田 当他去到家贺米航时 店铺已被查封 所有人不知去向 而且他还得知了家贷丈夫 因为做期货买卖 不料三个月前期货大跌 他只好把房子拿去抵押周转 但最后仍撑不下去 他选择了自杀负责 本以为家贷会来投靠阿信 但一看 他才知道家贷根本没来这里 家贷的去向也是他非常担心的 但没关系 他自己会找关系俩谈 浩泰让阿信不要太过担心 如果有了家贷的消息 他一定会来通知 回到店里 龙三询问了阿信情况 他便如实告知了丈夫实情 现在去九田也没有用了 因为家贷民航已经空无一人 之后的每天 阿信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家贷的消息 但是家贷和浩泰始终没有来线 阿信得知家贷的丈夫自杀 家贷民航逃避 家贷及其双亲 行踪不明之后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正当阿信因为无法得知家贷的消息 而感到失望时 浩泰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说他找到家贷了 浩泰掏出一个信封交给阿信 里面有一百块钱 上面还有家贷的地址 因为自己还有其他工作 他只能将这个事情交由阿信举办 回到家的阿信就与龙三说起了这件事 但当龙三看到上面的地址时 有些不敢相信 因为之前在东京的时候 他对那一块就很熟悉 如果阿信真要过去 也应该理应做好心理准备 那个时候 这个地址附近没有一半的普通住家 看着浩泰给家贷准备了一百块钱 龙三其实就已经明白了家贷现在的处境 第二天 阿信就出发去了东京 龙三说的一些话让他感到非常担心 但他仍然希望自己只是奇人忧天而已 阿信来到了几年没来的东京 趁天色还早 他想自己应该先去拜访一下几年没近的师傅 两人在一起感叹时代变换的同时 阿信还对师傅说明了 自己这次来东京的原因 当师傅看见阿信给自己的地址时 脸色瞬间一变 听见师傅说的这些话 让阿信瞬间感觉到 这次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但不管是龙堂虎穴 他都要为了家贷去闯一闯 师傅因为担心阿信 并叫来了阿健陪着他一同前去 走过长生的巷子 阿信越往里走 又越觉得心底发凉 直到阿健将阿信带到了一家昏暗的门店 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 更让阿信感到诧异 在这种地方 是不应该有小孩的哭声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他第一直接告诉他 这肯定就是家贷的儿子西平 也正在阿健与老板谈判期间 一个女人的出现 也彻底证实了阿信的猜想 家贷看着阿信的到来 不敢与他相见 他连跑带爬地冲进了房间 把自己锁了起来 阿信想要跟上前去 就被店家拦了下来 阿信懂里面的规矩 他掏出钱包 把钱一张一张地拍在了桌子上 这才换来了阿信与家贷见面的一点点时间 阿信上楼 轻轻地拉开了家贷的房门 看着家贷抱着西平的落魄样子 瞬间让阿信心疼至极 我带了一些饼干 要来给西平吃 很好吃哦 来 西平 吃一点饼干哦 家贷将孩子递给了门外的婆婆 这才回到了房间 看着家贷轮廉到如此地步 阿信不愿意相信 他想要跟家贷好好聊聊 但面对阿信的好意 家贷仍然闭口不谈 他让阿信赶紧回去 不要再管自己的事 见家贷不为所动 他掏出浩台给他的一百块钱 并祈求他跟自己一同回衣室 阿信不仅要带他回去 他还要带着老爷夫人一起回去 求求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面对阿信的请求 家贷似乎早已心如死灰 他面无表情地回答阿信 要不找这么麻烦了 他们都已经死了 阿信不敢相信 才一年的时间 老爷夫人又怎么可能 家贷拉开柜子 看着父亲与母亲的骨灰 这才忍不住哭出了声 家贷说出了自己 在冬天的全部遭遇 在家贷的丈夫自杀后 他这才知道 丈夫欠下了巨额债务 家和米航的总资产 都不够还债 米店被查封后 为了躲债 他们一家就逃到了冬金 租了一间小房子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他的父亲却因为中风离开了 可能是因为太过操心的原因 但好在父亲走得并不痛苦 因为没有钱 他连一个像样的葬礼 都没有办法帮他办 但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到处都是失业的人 他没办法再找一个正经工作 他去过知情的银座 想去当服务员 但现在他已经30岁了 根本不会有人要 没过多久 他的母亲也病到了 母亲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因为急需医药费 他不得不做此决定 在这里上班 但母亲还是没有救回来 他是在一次很严重的发病中走的 可惜的是 他在这里工作 又没办法去见母亲最后一年 为了还上之前 向店里借了500块钱 他不得不留在这里上班离债 从而再也没办法离开 但好在 店老板允许他 带着西萍在这里工作 要不然他真的没有办法再活下去 阿信听完 是必要带着家带和西萍离开这个地方 让我来帮你 阿信 现在这里不景气 生意很难做 你不要再管别人的事情 以后你也不要在这找我了 但这种店子根本就是一个无底洞 他们不会就这么轻易放下来离开 就连阿健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 除非那一千块熟人 可是一千块对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笔不小的数据 更何况是在经济这么不经济的时候 赚钱也是更加难上加难 去哪里筹钱 阿信也不知道 但他不能就这样放弃 他从阿信来看过家带之后 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喝酒 他想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麻痹自己 但另一边的阿信 却整夜都在为如何救出家带而着急 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无能而感到难过 第二天一早 阿信便早早地起床 为家带和洗品准备吃的 看着家带销售的不成样子 他要多做一些好吃的跟他补补 师父明白阿信的想法 但他也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他也不能为了家带长期留在这里不深 但阿信却坚持要从那里带走一个 既然带不走家带 他也要带走洗品 他绝不允许家带的孩子 在那种环境下长大 等到阿信准备好一切 满心期待的准备 与家带再次见面时 店里的老板却告知阿信 家带已经吐血身亡的事情 你这位朋友 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 跟那个小家伙呢 他昨天还好好的呀 两姐妹时隔几年再次相见 竟已是天人隐格 阿信看着家带的头上只有的白布 他不愿意接受他已离开的事实 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 今天怎么就这样没了 阿信扯掉家带头上的白布 看着他的脸 早已没有了一丝血色 他呼喊着家带的名字 希望他能睁开眼睛 好好跟自己说说话 但不管阿信如何喊叫 家带始终躺着一动不动 阿信这才意识到 家带是真的离开了 看着一个女人死在自己店里 店老板一直不停地 骂着许多难听的脏话 而此时的阿信 早已经难过到说不出任何话 他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默默地看着 曾经活泼而美好的家带 还没有从悲伤的情绪中缓过神来 远家就开始嫌弃地收拾 其家带的遗物准备丢掉 正当他准备清理柜子时 阿信拼命上前 护着老爷夫人的骨灰盒 是他父母的骨灰 你要看吗 把这种东西藏在这地方 真是的 你恶心死了 你倒霉 阿信宝贝地把骨灰抱入怀中 他俯下身子 轻声细语地在家带耳边说道 你安心地走吧 我一定会把西萍好好抚养长大 还有老爷 跟太太的骨灰 我也一定会好好地供奉 因为有阿信帮忙 家带的遗体才被藏仪设火化 这件事也就此了结 阿信一直觉得家带的死跟自己有关 要是自己不去探望家带 他是不是就能多活一些日子呢 但就在阿信准备为家带上香时 他在老爷和夫人的骨灰旁边 发现了家带留给自己的遗书 信封里有浩泰给他的一百块钱 还有家带的信 信上的内容是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也知道自己可能时日不多 看见阿信的到来 其实他很开心 他拜托阿信能用心地将西萍抚养成人 也希望阿信能用浩泰的一百块钱 能帮忙将自己父母亲的骨灰安置 至于自己的骨灰 就随便撒在河里或者海里都行 是他回了家和米航 更对父母亲不笑 过去这才是最好的贵族 阿信 想起我们小时候 在酒店一起玩耍的情形 那真是我最幸福 最幸福的时候 多么希望 还能够再回到从前 如果时空能倒流 那该多好 再见了 阿信 阿信与阿倩师父告别后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就背上西萍 抱着三个骨灰 告别了不知何时能来的师父家 离开了东京 阿信又回到林一世 他收养了家带的遗孤 势必要将西萍当成新儿子看待 好好把他抚养长大 龙三进妻子带回家带的孩子西萍 这些他双心的骨灰 在听完阿信说完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并没有反对 反倒相当赞成妻子的做法 毕竟家贺乌都对妻子有恩 他们这样做也相当于报恩了 理所应当 他们也就此共同决定 将西萍留在身边 并视如己出 好好抚养他长大成人 他们用浩台给了一百块钱 在一世为家带老爷 夫人进了墓地 阿信希望西萍可以随时过来祭拜 柳桃沟事件发生后 日本陷入了战争时期 满洲事变的爆发 这也使得龙三和日本国民的意识 渐渐地发生了改变 不知道为什么 这让阿信感到异常害怕 心中也非常的不安 但连阿信做梦都没有想到 柳条沟事件会成为15年战争的开始 这又会给他们一家带来什么样的噩梦呢 家里多了个孩子 就多了一个负担 阿信与龙三为了赚更多的钱 只养三个孩子上学 他们把心一横 买了一台冰箱和一台自行车 方便以后保存云货和送货 因为战争的爆发 阿九嫂更加担心浩泰的安慰 因为他特地请阿信 劝阻他别再从事反社会运动 但浩泰并没有听见阿信的话 即便自己被抓 他也要为农民服务 战争的到来 也会使农民们的生活更加困苦 所以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听闻阿信说起家带的时候 为此他感到十分愧疚 他决定亲自去家带的墓碑前祭拜 殊不知也因为这件事 他会因此被警察盯上 并惹上牢狱之灾 听闻浩泰说 想去家带的墓碑前祭拜 第二天阿信就带着阿仁和西平 来到了家带的墓碑前等着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碰见浩泰 但就算是远远地看着也好 他希望浩泰能看看家带的遗孤 但他等了好久 却都不见浩泰的踪影 当他正准备离开时 浩泰却在这时提着鲜花出现在的眼前 正当阿信抱着西平 准备跟浩泰打招呼时 两人还没有说上一句话 一帮人就冲了出来 他们将浩泰死靠住 这样在一旁带着西平和围人 那阿信吓坏了 但为了保护阿信 击他的孩子们 浩泰只能冷冷地装作不认识他们 二九早听闻浩泰被抓 向阿信哭诉着浩泰的固执 或许这就是那孩子的命吧 阿信一直关注着浩泰的运动 也对他的想法表示过共鸣 因此 他对这个无法使浩泰生存的时代感到恐惧 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厌恶 这件事后 阿信再无浩泰的消息 日本也面临不允许自由主义 这存在的黑暗时代 转眼间就已过去了四年 那是昭和十年二月的事 就在这一天 阿信带来了一个名叫小初的姑娘 进来拜访 因为忙于生意 是到晚上 阿信他有时间准备晚饭 一进厨房 小初竟把自己所有要用到的饭菜 已经全部准备好 看着小初聪明勤快的样子 这儿阿信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询问之后才得知 阿信是为了将小初 卖去大阪到妓院做杂工 才顺路前来打招呼 看着小初的个个举止 真是像极了自己小时候 在别人家帮庸的样子 阿信为了让小初不受妓院残害 他决定更用三商量 让小初留下 阿信他要带到大阪去的那个女孩 我想要把她留在我们家 租约三年 而且只要五十块 而且他现在已经九岁了 如果小爱没有夭折 现在应该也跟他通灵了吧 这似乎都是上天安排好的 他想把小初留下 当成自己的亲女儿吧 好吧 以后你可不能够后悔啊 因为既然留下了他 就必须要负责到底 不能够抛弃他 你知道吗 两个人商量好后 便付给阿信五十块 将小初留在雷里市 不仅如此 阿信还要供小初上学 从这一天开始 阿信变成了四个孩子的母亲 因为家庭人数的增加 龙三跟阿信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 虽然阿信每天都很勤奋地工作 但还有一件事 也让他变得沉重了起来 那就是西平的绅士 马上就到了阿人和西平上小学的时候 龙三为了两个孩子 买了一样的书包跟铅笔盒 还包括小初的 而阿信也要将面临 西平的绅士问题 虽然他跟龙三商量了此事 但他还是决定 将西平的书包上 写上八代的姓氏 因为他想让西平以后 做家贺民航的继承人 那也是他为家贺屋 所有人应付的责任 阿信为了病面以后 西平在学校被人笑话 他是一个没有爸妈的孩子 有些让他在别人口中得知 还不如自己亲自告诉 他知道那样对西平的伤害只会更大 虽然阿信真心把西平当亲儿子看待 殊不知 但也因为他的这个做法 同时也伤害了西平 阿仁跟西平的开学典礼 以及阿雄进中学的开学典礼 都顺利的结束 在同一所学校上四年级的小初 也开始跟阿仁西平一起去上学 但也就在这一天 西平坐在家中并没有去学校 并口口声声的说 再也不会去学校上课 这让阿信感到不解 正当阿信准备去学校打探消息时 阿仁却满身是伤的跑了回来 原来是因为西平的身世关系 遭到了同学们的排挤 阿仁为了保护西平和同学们发生了冲突 当时真相的阿信正准备去安慰西平时 却发现孩子已经消失不见 这也让阿信动感不妙 全家人开始心急如焚地找遍了所有地方 但都不见西平的总结 一直到夜晚 他们还是没有找到西平 这也让阿信感到十分失落 瞬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家带 及家和屋的所有人 他仿佛听见了西平正在叫自己妈妈 他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不知不觉 他就来到了家带的目标前 是啊 对于幼小的西平来说 这样对他还是太过于残酷 阿信跪在家带的墓碑前 陷入了无限的后悔之中 但也就在阿信感到绝望时 西平却突然出现在了阿信的面前 妈妈 这一巴掌打得阿信心痛 但是他想让西平快速成长 一个男子汉 怎么可以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离家出走 这样实在太没出息 也愧对了他已经死去的妈妈 阿信拉着西平 想要跟他一起去死 这也吓得孩子连连跟阿信求饶 跟妈妈一起死 看着西平的转变 阿信这才将孩子感觉怀里 为了孩子变得坚强起来 所以他不得不这么做 西平在阿信心中早已成了自己的亲生骨肉 尽管自己用心地跟西平说 爸爸妈妈都很爱他 但这还是让西平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改变 阿信高兴地拉着西平回家 全家人都在焦急地等着 看着西平能平安回来 龙三激动地冲上前去 原以为他会大发脾气 可没想到他只是摸了摸西平的脑袋 温柔地说道 从这件事过后 西平的性子就发生了很大的传变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吵着爸妈要玩具枪 但这也引起了阿人的不满 他看不惯西平在爸妈面前装作好孩子的样子 所以两人因为这些事发生了争吵 就此两个孩子的性格差异也变得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事 夫妻俩也渐渐地都偏向西平 虽然夫妻俩说要把两个孩子相同对待 但随着两个孩子的年龄增长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 这也不禁让阿信跟龙三感叹 要怎么样他能一碗水端平 这样真的太难了 西平自内进事过后变得越发成熟 一闲下来他就帮小初做一些事 阿雄 小初 阿仁 西平 四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各有了少许变化 阿信虽然知道 但由于店里以及生活上的忙碌 他也未能多加注意 而且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发现自己怀上了第四个孩子 龙三得知消息感到十分高兴 但家里有五个孩子 压力就会更大 龙三向得着小初满了三年合约 就把他送回家乡 但阿信却坚持要把小初留下 并坚持让小初满三年合约之后自己做决定 昭和11年2月26日 阿信在全家人的期盼下 在附近的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 从小初留在一世起 一直都是小初抱怨的全部家务 这也让阿信轻松了许多 阿信还为刚刚出生的孩子 取名为阿珍 不久 阿信就带着阿珍回到了家 小初每天从学校回来 就照顾阿珍 阿信在店里工作时 小初就背着阿珍 在厨房为全家人准备晚饭 7月7日的事件 让日本从此陷入了战争的泥沼中无法自拔 但是阿信跟龙三都不知晓这些事 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维持 目前拥有五个孩子的家庭生活 而小初的三年期限也终于到了 小学节夜的日子也即将来临 龙三和阿信希望征求小初的意愿 是否还希望留在这里 小初见龙三的表情 并违心地说道 小初 只要你说 你还愿意留在我们家里的话 那 不 不好意思再让你们照顾 阿信听完小初的话有些失落 是啊 小初在他们家是委屈了他 又是让他帮忙带孩子 又是让他帮忙做家务 毕竟小初的爸妈也同意他回家 阿信也不再好挽留什么 阿信和弟弟们都不舍让小初离开 为了留下他 便勇敢地向父母亲表达了彼此的想法 索性在父亲的同意下 一家人终于可以继续一起生活 这天 阿信听到龙三说起了浩泰的事 传闻说浩泰经过转向 已经出狱的消息 阿信为了见浩泰一面 特地前往海边等待 没想到 竟看见浩泰完全像笨了一个人一般 这不仅让他对现在的证据感到心痛 阿信看到完全变了一样的浩泰 才深深感觉到 有股任何人都无法反抗的强大权力 正握着日本的命运 当然 阿信无法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而是有股寒意穿过了他的脊梁 也就在这一天 钱仓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是龙三的二哥龟次郎 阿信在走贺的时候曾见过他一次 其后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 不曾来往 可是为什么龟次郎会突然来访 他不知道 阿信对于龟次郎黄褐色的军服 感到了一股压力 他有些不知所措 同时他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阿信仓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异常开心 为次郎见阿信都这么大了 更建议龙三让孩子去上一所士官学校 而阿信正好也很感兴趣 但他还没与二伯说上几句话 就把阿信拉了出去 他不想让自己的儿子 去跟战争事上任何关系 在二哥来访之后 龙三的想法似乎变了 他不想跟二哥说的那样 光做一个单纯的卖鱼生意 他想去参加竞标 交鱼货卖给军队 就当作是为国家尽心而感到心动 但阿信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人 他只想一家人单纯的做个生意 好好养活孩子就行 如果专为军队供活 这不就协助了战争的进行吗 但不管阿信如何反对 还是阻止不了丈夫的这种想法 那一夜阿信始终无法入眠 这是阿信才发觉 自己长年累月的为了生活而忙碌 现在不知不觉中 已陷入了战争的漩涡 他的脑海里又浮现起了新年的回忆 那是幼年时在山形 跟山里头的俊作哥哥的回忆 他永远记得俊作哥哥说的战争残酷 以及不可再打仗的这些话 至今仍然刻在阿信的心里 但是以自己的能力 他又无法改变现在的这个状况 在无形的惆怅中 他隐约感觉到 接下来的平静生活将不再平静 龙三因为听见了二哥的话 决定不光做零售鱼货的工作 他决定今天就去竞标 阿信见丈夫不去批发鱼货 只能一个人拉着火车去港口批鱼 他不想因此流失掉许多顾客 这让他奋力地拉着鱼车往回走时 他要熊气的真是赶得过来 有了孩子们的帮忙 阿信门店的生意才没有就此流失掉 但他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为乡下客户送货的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会骑脚踏车 所以他决定步行前去 阿雄担心母亲累倒 便自告费用 决心带着母亲挨家挨户地去送货 阿雄踏着脚踏车 载着母亲走过了乡间小路 阿信则在后座抱着阿雄感叹 孩子真的长大了 而感到幸福 阿信不知道这样简单的幸福 对于他来说是短暂的 他也不知道将来会有一天 残酷的战争 会让自己的儿子 在战场上丧失到自己的生命 昭和11年2月26日 阿信在全家人的期盼下 在附近的医院顺利地产下了一名女婴 阿信还为刚刚出生的孩子 取名为阿征 7月7日的事件 让日本从此信任了战争的泥肇中无法自拔 但是阿信跟龙三都不知晓这些事 他们现在最迫切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才能维持 目前拥有五个孩子的家庭生活 也就在这一天 田仓家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是龙三的二哥龟次郎 阿信在走贺的时候曾见过他一次 其后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 不曾来往 可是为什么龟次郎会突然来访 他不知道 阿信对于龟次郎黄褐色的军服 感到了一股压力 他有些不知所措 同时他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在二哥来访之后 龙三的想法似乎变了 他不想跟二哥说的那样 光做一个单纯的卖鱼生意 他想去参加竞标 将鱼货卖给军队 就当作是为国家尽心而感到心动 但阿信一直都是反对战争的人 他只想一家人单纯的做个生意 好好养活孩子就行 如果装为军队供货 这不就协助了战争的进行吗 但不管阿信如何反对 还是阻止不了丈夫的这种想法 马上就到了阿熊初中毕业的日子 阿信为了供阿熊上了大学 上不上大学自有想法 他不想让母亲操心 毕竟家里还有四个孩子 还好家里的孩子都比较听话 一到放假 他们就在门店帮母亲打理生意上的琐事 唯独二人一直玩到夜晚回家 一直到傍晚 龙三才满身酒气的回家 而且他还不停地对阿信说 要为五个孩子过好日子而努力 阿信看着喝得不省人事的丈夫 这个人不为谁 就是为了家里的五个孩子 看着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份工作上 阿信一边想一边凝视着龙三 他突然觉得跟自己拥有同样想法的龙三 是值得被爱的 他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跟他走就是了 这也使得阿信明确地选择了一个 自己所要的人生 阿信虽然因为证据的混乱 讨厌战争 本来不希望参加投标一事 但在看见丈夫 一心想为五个孩子打拼的辛苦模样 最终还是决定给予丈夫支持 为了我们的孩子 赚钱要紧 不管怎么样 只有试试看了 真的 昭和十三年年初 就举办了公益食品 给军队投标 阿九嫂听闻龙三去竞标的消息 并且来祝贺 毕竟现在的渔业生意不好做 因为有政府管制石油 他们也很难在出海捕鱼 出海捕鱼的年轻船夫 也全部被招去当兵 或许他也会很快放弃这个生意吧 同时阿九嫂也很庆幸 龙三又想到跟军队做生意的头脑 因为有二哥龟次郎的帮忙 龙三也顺利读标 见阿九嫂在这儿 龙三便亲自跟阿九嫂说明了情况 并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照顾 因为他们以后需要大量且齐全的渔获 必须要转换批发场地 所以他不得不这么做 阿新看着心情愉悦的龙三 不知道为什么 他始终无法跟丈夫一起高兴 想着阿九嫂回去时的寂寞背影 对于这种让人分成明暗两种生活方式的战争 让阿新感到更加不安 龙三的选择到底对不对 他无从得知 一种依靠军队生活的罪恶感 也随之而来 这也使得阿新的心里充满了阴影 几天后 龙三便贷款买了卡车 专卫军队送货 阿新见龙三的工作慢慢稳定 心中也渐渐安心 但他仍然开着鱼店 做简单的买卖 回馈给老客户 昭和十三年的春天 田苍家又遇上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阿熊考虑升学的时候到 阿熊为了帮家里节省开销 并向父亲表示 自己想去报考士官学校 然后当一名军人为股效力 因为士官学校是不需要任何学费的 龙三听完儿子的意思非常支持 但当阿新听完儿子要报考士官学校 却非常反对 阿熊听不见母亲的话 早已心意已决 这时阿新才觉得 自己从小带到大的孩子 已经跟自己渐行渐远 小初最懂得母亲的心愿 便试图劝阻阿熊去报考士官学校 当阿熊听完小初所说的话 他与母亲的往事回忆 似乎统统浮现在眼前 没让我看过哭脸的妈妈 她刚刚哭了 阿新自从听完儿子 要去报考士官学校后 不管龙三怎么样安慰 他的心情一直处于低落的状态 直到阿熊出现在面前 说要转考京都高等学校 妈 我决定不想考士校了 其实 我根本就没有把握 我想要改考高等学校 或者是大学的先修科 阿新听完儿子说的这些话 心里的沉重包袱 这才放了下来 昭和14年的春天 阿熊念完中学四年级 便立刻参加了 京都第三等学校的入学考试 而且顺利考取 这时候的战争不但没有结束 反倒更加威胁到了国民的生活 阿熊就在这种时局中 去上了高等学校 而这天也正是阿熊离家的日子 送走了从未离开过自己的阿熊 阿熊突然有一种感觉 她的身体似乎被削走了一部分 同时阿熊也终于完成了一个 作为母亲应尽的责任 这时的人民生活 受到政府的管束与日俱增 阿熊听闻阿九嫂要结束 逾越生涯 已是深秋的事了 因为做燃料的石油 已经改成了分给制度 阿九嫂决定放弃批语生意 她要关门去东京跟儿子一起生活 男人在闲聊之时 阿熊突然在阿九嫂口中得知 浩太要入坠当女婿一事 刚好她的未婚妻也前来拜访 她受浩太未婚妻邀请 也决定去见见浩太 从而她也从浩太口中得知了 她已经不再坚持独立运动的梦想 以她一个人的能力 要改变国人的命运是渺小的 她也想通了 但她不后悔赔上自己的青春 即使失去自己的一条腿 随后浩太跟阿信告别 她要离开这个地方 去过自己的生活 过许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按着曾经一起风发的浩太 也不复存在 阿信也对现在的这个时局感到伤心 夜晚龙三又满身酒气地回家 她抱着阿信高兴不已 还发誓 以后一定要让老婆孩子们过好日子 并还带给了阿信一个好消息 她要建一个熟食工厂 专为军队供货 以后她可不光是一个普通的雨店老板了 她要赚大钱 供几个孩子都上大学 但龙三的这个消息 并没有让阿信高兴起来 她只是冷冷地注视着兴奋的龙三 在这场战争中 有人被击溃 可是也有人借着战争 努力向上爬 一样的人民 却被分上了明暗两种不同的命运 这使得阿信受不了 她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 但突然之间 这让阿信感觉到 身为龙三妻子的不安和害怕 昭和十四年 战争的影子开始重压着全国人民的生活 有社会主义转向的浩泰 被了跟过去诀别而结了婚 经营月代阿九嫂 看出不久的将来会有石油管制 而无法出行 从而结束了营业 离开了一世 由于战争 人们的命运全都被改变了 而阿信跟龙三也不例外 只剩龙三的情形跟其他人有些许的差异 阿雄因为父亲写信告诉他 新工厂落成要举办开工典礼的仪式 认回来一起庆祝 龙三自从与军队做了生意 更加的一起风发 现在的一般产业都已经被限制原谅的取得 或者因为人员的匮乏从而倒闭 感到龙三跟军队做生意 倒没有这种忧虑 而现在的阿信心中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战争快点结束 尽管龙三的生意逐渐稳定 但阿信依旧开着雨点 他始终不喜欢靠着军队吃饭 天仓一家在一起 又顺利迎来了昭和15年的元旦 而这时又有一名少女 将因为战争从而改变这个家的整个命运 阿雄在元旦这天送给小初一个礼物 从而得知小初还有三个月时间将离开这个家 因为他的母亲要求他回到山行 所以他不得不因此离开 阿雄得知消息感到十分难过 他生败小初回去再度受苦 便请求母亲不要让小初回去 妈 拜托你不要让小初回山行吗 我希望小初能够永远待在这个家里 阿雄是喜欢小初的 到这个时候 阿雄才了解到自己儿子的心境 昭和15年的新春 有些事使阿雄感到心绪不宁 那就是在阿雄眼里还是小孩子的阿雄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 原来龙三也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 他事已妻子早点让小初离开 过去这是一件好事 也避免阿雄跟小初发生些什么 但阿雄就觉得阿雄喜欢他 他们就应该把小初留在这里 如果小初是我们家的掌戏 将来一定会把田仓家的家务管理得很好 小初的确是不错了 可是也不必娶一个电农的女儿啊 你别忘了 我也是山形穷电农的女儿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 我都反对这门亲事 很快就到了阿雄回学校的日子 他将小初托付给母亲后 才安心离开 但没过几天 小初的爸妈又写心来催了 正当阿雄在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件事时 小初却笑着说道 面对小初两全的做法 阿雄还是无法反驳 这孩子从小就爱替别人着想 也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排满了买鱼的顾客 所有人在门外吵着要阿雄制定规则 每个人买鱼必须要限制购买 不然很多人都会吃不到鱼 现在只要阿雄一开门 鱼就会被所有人一扫而空 龙三一回到家就开始大发脾气 他让阿信赶紧关了鱼店 龙三不满自家鱼店 被误传是拿军队的鱼货来翻售 如果被误传到军队的耳朵里 他们以后的生意也别想再做下去 阿信想着 盖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这间店是为了夫妻俩重新出发才开的店 这也是阿信特别有感情的店 关键的失落感 在这上对于战争的不安 彻底打击到了阿信原本就阴暗的心 冥冥之中 发生的这些事仿佛都在告诉他 严格的配给制度将要开始了 虽然非常不舍 但他又不得不跟着大时代的步伐继续前行 就这样 阿信还是不舍得关到了鱼店 马上就到小初毕业的日子 毕业之后他也该离开了 阿信还为小初准备了漂亮的毕业礼服 他知道别人孩子要有的 自家孩子也要有 虽然他可以不顾龙三反对将小初留下 但是一想到小初已了解了龙三的意思 留下来反而觉得难堪因而作罢 一转眼 小初高等小学毕业的日子也终于来了 参加完毕业典礼 也该是小初离开这个家的日子 就在小初准备离开前 龙三又带给阿信一个好消息 他要再建一个工厂 专门缝制军院们要穿的汉衫 还有一些内衣 因为自己已经忙不过来 他决定把这件事交由妻子去做 只要他在工厂里帮忙审批衣服质量就行 家里的事就不需要阿信再去操心 他同意把小初继续留下 毕竟孩子们都对他有了感情 因为这件事 阿信还是完成了儿子的心愿 将小初继续留了下来 并对儿子写信告知 带到阿信回家之时 便看见母亲正在搬家的路上 原来是父亲又找了一个大房子 毕竟已关了余殿 他们也没有理由继续住在这里 这是一栋带有六个房间的大房子 并且还带了一个庭院 里面还是有独立泡澡间 能住这样的房子 让所有孩子都高兴不已 以什么样的方法得以搬进去这房子 对于龙三所做的事情 这样阿信有些坐立不安 龙三还只没等着阿信大学毕业 然后继承家里的产业 但殊不知 战争会夺走他们的一切 夜里 龙三又不知道从哪里 带来了一大堆好东西 家里要用到的砂糖 火柴 还有味增 听说年底 就连木炭和大米 都要采用平倦购买的方式采购 但龙三根本不急 只要他们家继续跟军队做生意 他们也不必再为这些问题而发愁 这样的时代 过这样的奢侈生活 让阿信感觉到不安 但自己又没办法阻止丈夫 去做这些事 因为家里的孩子们 都靠着丈夫的生意 才能不被饿肚子 而他只能管好自己 尽量节省 避免被邻居们说任何闲话 朝赫十六年的春天 为人和西平一起上了中学就读 对物质上位感到缺乏的田仓家 仍然感觉不到战争的残酷 这时 他们家又来了一位意外的客人 哥哥 阿信 与山城的大哥闲聊后 阿信这才得知 他儿子珍吉跑上了航空学校 却被迫派去当整备兵的消息 造成珍吉自己志愿 去打仗这种地步 阿信这才感觉到 自己的孩子们 竟跟哥哥的孩子差距这么大 是啊 这一切只因为贫穷 山行的大哥突然来访 让阿信既惊讶又难过 他难过 珍吉这么小就被招去当兵 难过这个时代的变化 只因为贫穷 尽管孩子学习成绩好 都会被转去当整备兵 龙三看着山行大哥的到来 很是欢迎 并坚持要拉着他去豪华餐厅 喝酒吃饭 看着大哥如今的模样 也让龙三感到心疼 他想着大哥多带点东西回家 能帮忙就要尽力多帮点 跟自家孩子同龄 却被抓去当兵 他完全能理解大哥现在的心情 第二天阿信就回了老家 阿信看着大哥的背影 为他感到悲哀 长久以来对大哥的怨恨 也在此刻消失 对他的偏见与怨恨 也渐渐释怀 从阿信的身上 阿信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了 战争的残酷 那一年的12月8日早上 对阿信来说与平常并无两用 上午6点30分 日本海空军袭击了 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 战争也随即一触即发 阿熊又到了放寒假的时候 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 同时也振奋了阿熊 想当兵报复国家的决心 面对儿子的这个想法 让阿信感到害怕 夜里阿信就送给阿熊一本书籍 那是儿时俊作哥哥 送给自己的反战争书籍 他希望儿子能够了解战争的残酷 并希望他看完 从而使他放弃当兵的想法 在不知不觉中赞美战争的阿熊 让阿信感觉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现在的年轻人都受着 跟阿熊一样的教育 怀着跟阿熊一样的思想 并走向战场 可是阿信只希望阿熊 能多少了解一点做母亲的心愿 昭和16年12月8日的时间 让日本有了更大的野心 并以达到美英为目标的 举国一致体制 国民都以必胜的信念 忍耐着物质的缺乏 自动参加完成战事的行列 可现在最让阿信担心的便是 阿熊要被送去战场的这件事 而这种担心 是超越道理的母性本能 这时候的龙三 更为了军队物资而努力 并而感到自豪 但令龙三和阿信 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日本居然会战败 昭和17年4月 阿熊顺利地进入了 京都帝国大学 这时候太平洋上 光辉璀璨的战国 连日被跑到 这也使得在物资缺乏中 生活的国民 扬起了一片士气 但是只过了一年的时间 昭和18年 战争的阴影 也渐渐地显现出来 因为物质的匮乏 使龙三的熟食工厂 不得不停业休息 阿信这才有机会 在家整改庭院 阿熊知道母亲会很难接受 但他还是决定 亲自跟母亲说明 他将母亲给自己的反战 书籍递给母亲 阿信看着桌上的书 有些不解 但当他听完 儿子所说的话 却彻底让他陷入了绝望 文科系的学生 没有办法再得到 缓针的许可了 当然我有服兵役的义务 我就是下定决心 要入伍才回来的 阿信看着俊作哥哥 送给自己的书籍 他永远都记得 俊作哥哥所说的话 人与人之间 绝对不能互相残杀 妈妈只有一个人 即使没有什么力量 也不能够不反对 我一点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孩子 会被挣招去打仗 尽管阿熊含泪跟母亲说 自己一定会活着回来 但阿信还是接受不了 他跑进房间 将自己关了起来 他始终无法接受 自己的儿子去当天打仗 他只是一个母亲 他无法接受 看着母亲伤心的样子 阿熊也是心痛至极 尽管父亲好言相劝 但在阿熊的心里 母亲是比父亲 还要重要的人 爸 其实你一点都不了解 妈的心情 你不知道妈花多大的心思 才把我给养大 从小不论什么时候 我都跟妈在一起 妈对我的感情 是跟爸你不一样的 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后悔心情 深深地重记着阿信的心 阿信知道 他一个人反对战争 并无任何作用 可是他仍然自责 不曾反对 丈夫跟军队 做生意的自己 赵和18年的秋天 大学文科的学生 不再暂缓正兵 已经20岁的阿熊 大学独立一半 就离开了他在京东所租的房子 回到了医室 阿信原以为 在大学就读的人 是不会被拉去当兵的 但没想到自己儿子 还是逃不过 要去打仗的命令 阿熊的入伍时间是12月1号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也是阿熊离家的日子 为了让儿子安心离开 全家人都在故意 不去谈论阿熊入伍的事 而阿熊也在调节自己 保持心情的平静 不知不觉中 阿熊入伍的日子 也终于来临 他拒绝了父亲 跟自己准备的换送仪式 并希望父母亲 不要送自己离开 他要一个人走 这也是他离开前的 唯一行愿 小说在阿熊离开前 为他送上了离别礼物 这是他特地为阿熊 准备的千人针 并希望这能保佑 他平安归来 而阿熊也在自己离开前 最终跟小初表白 我真的好喜欢小初啊 自此他也希望 小初一定要等着自己回家 小初也明白阿熊的心意 并发誓一定会等着他回来 阿熊就这样一个人 静静地离开了田仓家 没有盛大的欢送场面 阿熊为了要尊重阿熊的想法 想送行都没办法送 此时他心中也充满了 无限的悲哀 学中的缓针中降结束 大学中途入伍的阿熊 开始接受心病教育 在家人不清楚 阿熊金钟壮钢的情况下 一转引就到了昭和19年的5月 战争使人民的生活 变得异常辛苦 也包括田仓一家 阿熊担心阿熊会吃不饱饭 而变得异常犹豫 直到这一天 他终于收到了阿熊的来信 才面语喜色 上期许可 5月30日可以来会面 如果大家都忙的话 就不必特地跑来看我 并祝安好 儿 雄锦上 收到儿子的来信后 让阿熊感到异常开心 明天就是探望阿熊的日子 但龙三因为工厂的事 决定不跟着前去 孩子们也不信 他们也要在工厂里帮忙干活 但阿熊还是决定 将小初偷偷带去 阿熊看着小初 也一定会非常高兴 而且他会帮忙瞒着父亲 两个人只要分开出发就行 阿熊心急如焚地等着 直到看着儿子出现 这才让他放下心来 他递给儿子 连一位他敢做的糕点 事宜让他多吃一些 也因为这一次的会面 阿熊又认识了阿熊的战友川村 他希望两人能在军营相互照顾 下次他一定会多备些糕点 希望他与阿熊一起享用 这一次的会面是短暂的 在阿信千叮零万嘱咐 让阿熊一定要写信回家后 他又到了回不对的时候 看着儿子离开的背影 阿信打从心底的憎恨战争 因为战争毫不留情地 夺走了他心儿的儿子 而此刻的阿信 只有目送 恍如在另一个世界的阿熊的背影 渐渐地消失在他的眼前 因为邻居家的孩子 病得很严重 阿信决定拿一些好东西前去探望 但却被邻居拒之门外 自己的好心却被邻居当成了驴肝肺 让阿信感觉到心寒 因为物质的匮乏 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 虽然阿信嘴上不说 但这又让他再一次打心底的憎恨战争 在九月的某一天 阿熊又寄来了一封信 收到儿子的来信 又让阿信担心且阿熊会被派去哪里 又会不会被派去前线打仗 几个月后 阿信因为担心阿熊被派到战地 特地写信向二哥询问 听说阿熊被送到了安全的地方 阿信这才松下一口气 从龟次郎口中阿信才得知 日本本土即将遭受空袭 反而在国土上的安危更令人担忧 日本也走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禁令阿信的心凉了半截 并决定趁早将阿珍送到乡下 躲避空袭 阿信与丈夫商议后 准备将孩子送往在龙三工厂 做工的人的家乡去避难 阿信为了不让孩子在别人家受苦 准备了许多自家都不敢多用的食物当报酬 将阿珍送到后 阿信便快速离开了这里 他怕孩子不舍 更怕自己待久了会流眼泪 刚送走阿珍 为人就向父母亲表示 自己想去参加少年飞行员 不听为人的说辞 阿信就气不打一出来 他一把掌扇在为人的脸上 是头让儿子清醒 但似乎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第二天 为人便偷走家中的生活费 私自跑去了航空队 阿信祈求龙三快点将儿子找回 说不定还有时间 但龙三却认为 既然他已下定决心 就该让他去做 不久之后 为人就到了三重的航空队入伍了 从那一年的11月底开始 以东京地区为中心 空袭也越来越频繁 一想到有一天炸弹和手楼袋 也会突然落到自己头上 阿信这才觉得 让阿珍离开是正确的决定 在这一生当中 阿信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 如今又不得不放走三个孩子在外面 对他而言 这是令他感到最为难过的一段事情 而战争的残酷 这才正要开始 转眼间已经到了昭和20年 日子匆匆地过去 春天也即将到来 听闻3月10号的东京空袭 让日本损失惨重 所以阿信跟龙三 不得不把家用品 全部转移到防空洞 也就在阿信这位孩子们担忧时 阿珍却独自跑回了家 询问后才得知 阿珍在乡下苦得并不好 每天吃饭就只有一碗菜汤 阿信听完心疼不已 并决心要把阿珍留在家中 但龙三却坚决反对 现在空袭正是严重的时候 面对生命和吃不饱饭 他情愿将阿珍留在乡下 尽管阿信含泪祈求龙三 但他都不为所动 第二天一早 阿珍就有一个人 搭上了客满的火车 再度回到了疏散的地方 看着阿珍不忍离去的眼神 阿信在心中又想起 俊座讲过的话 连阿信有一天 也会被捲入战争的漩涡 一旦被捲入 阿信也一定要加以反对 作为母亲 竟然让孩子们 沦为战争的牺牲品 不敢怪别人 要怪就只能怪自己 这事在阿信的心中 就只剩下无限的懊悔 也就在这天夜晚 正在龙三感叹 今晚难得的安静时 整个镇子却传来了 一阵阵防空警报的声音 空袭又来了 空袭炸弹的火事 很快蔓延到了他们的家 阿信眼看着家里着火 便担心起儿女们战后的住所 今晚龙三让他尽快离开 但是他不愿意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被烧光 他要赶紧灭火 守住自己和孩子们的家园 这是昭和二十年七月的 一个晚上的事 这一战争结束 也已经为时不远了 也正因为有阿信的奋力救火 他们的房子还得以保住 龙三的几个工厂 也全部被大火烧光 但也正因为有阿信的乐观开导 全家人也因此庆幸 自己保住了性命 又保住了自己的家园 正当阿信准备今晚煮白米饭 为全家人庆祝时 一个噩耗也正在悄悄的来临 龙三拿着政府的通告 瞬间变得神情呆滞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 要为阿雄上香 龙三 小雄 战死人 看着政府发下来的通知 阿信不愿意相信 仅偏一张纸 又让他如何接受 儿子已经离开的消息 阿信将纸拿到小初面前 询问他是否相信 如果小初也相信 那阿雄就太可怜了 龙三坚持晚上要跟阿雄守灵 但阿信不愿意 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儿子还活着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夜里阿信就开始 缝补阿雄爱穿的衣服 他将等着儿子回来好穿 小初看见这一幕 只能躲在门外偷偷抹泪 阿信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他一定要相信阿雄还活着 即使等他一辈子 他也愿意 这也成为了阿信活下去的支柱 在接下来不到一个月后的八月中旬 阿信先是听闻广告 然后再是长期 丢下了一种新型炸弹 只要被那种光照射到 就会丧失生命 所以他们不得不在家 特制一种白色的帽子来防御 而维仁也写信回来告知全家人 他即将要上战场的消息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中午 阿信从收音机上听到 被称为运营放送的日皇广播 这是关于停战的宣誓 几次满洲事变长达十五年的战争 终于结束了 这对于阿信和任何人来说 多无法了解其中的意义 而阿信只担心战争结束后 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回家 但此消息 也让为军队全心付出的龙三 难以接受 一心认为日本会打胜仗的龙三 却在一息之间 全部前功近期而感的难过 夜里 龙三就趁着微弱的烛光 写下了一封信 但是他没有让阿信知道 龙三觉得是自己协助了战争 也因为邻居的一些孩子 听信了自己的话 从而自言走向战场 丧失生命 他也害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所以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 去补偿所有人 这一夜 阿信并未发现丈夫的异常 他与妻子两人坐在门口彻夜长谈 两夫妻相伴已有二十年之久 龙三感谢阿信的陪伴 同时还感谢阿信 为自己生下了几个孩子 是他给了自己数不清的幸福 阿信谢谢你 我也是 第二天 龙三便穿上了崭新的西装皮鞋 借口要感谢 曾经所有帮助过自己的人而出门了 而阿信还不知道的是 这也将是自己最后一次 在看见龙三 那一夜 龙三并没有回家 今晚阿信的孩子们都非常着急 但是他们都无从得知龙三的去处 直到第二天晚上 龙三还是没有回家 他们还是没有龙三的消息 直到第三天早上 阿信这才收到了龙三的来信 信上的内容是表示 他已不在人世的消息 原本阿信不愿意相信 正当他准备出门寻找丈夫的下落时 隔壁村的村干事 却先来通报 这可能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希望你们要有心理准备才好 直到阿信看见龙三的遗体 他这才知道龙三的那一夜 只是在跟自己告别而已 他确实是离自己而去了 来掩饰的医生 也很尊敬的先生 他用一把短瞄 干净利落的刺中心脏 死得很重严 龙三切腹自尽的事 是发生在日黄广播 向美国投降的第二天 当阿信接到通知 和西平一起去见龙三最后一年时 那已是两天之后的事情 由于村民的一番好意 龙三的遗体在该送火化之后 阿信就抱着龙三的骨灰 把他带回了家 尽管阿信伤心 但他还是选择接受 自己的丈夫死得壮烈 他用自己的方式结束了一切 给所有人赔了罪 而他也要尊重丈夫的选择 不久之后 婆婆听闻儿子自杀的消息 前来一时探望 看见儿子的灵魏 他气愤地指责儿子 丢下妻儿独自离去 你放下了阿信 跟你儿子 叫他们怎么过日子 妈妈 婆婆原本想带着阿信 孩子们一起回左后过日子 毕竟那里不会因为 吃饭问题而发愁 而阿信却直接拒绝了婆婆 她想来这里 等着两个孩子回家 只要他们没回来 她是不会离开的 我想留在这里 等他们回来 我相信他们会回来的 最后婆婆还是感谢阿信 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龙三的照顾 辛苦了他 又委屈了他 第二天 虽然阿信再三阻拦 但婆婆还是带着 龙三的一块遗骨 毅然回到了祖鹤 在婆婆离开不久之后的 8月28号那天 美军的占领军 到达后幕空军基地 听见这个消息 让很多人感到心神不宁 但为人的平安返家 也是全家人意想不到的 原先为人 对于日本的投降感到不甘心 直到母亲的反复叮咛 她才决定努力活下去 并承担起了照顾全家的责任 在熊哥回来以前 我就是我们家的负责人 在战争结束的混乱中 为人都突然回家 对于失去了龙三的阿信而言 给他增加了不少生存的勇气 这也点燃了他 等待阿熊国家的希望 第二天 为人就背上背包 真的出门采购食物了 尽管阿信担心的不得了 但一想到为人已有16岁 也该是他放爽的时候了 夜晚 为人就带回来了很多东西 一袋大米和一袋黄豆 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做这个生意 第一天 为人还要求将在乡下的妹妹接回 现在父亲不在了 他也有能为担起家庭的重担 只不过他们一定要 瞒着阿珍父亲自杀的事情 毕竟他还小 根本不懂父亲的那种信仰 就告诉阿珍 父亲是重病去世的就好 阿信看着儿子 似乎在那一瞬间 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孩子 这是连阿信意想不到的 第二天 他们就将在乡下避难的阿珍妹妹 接回了家 虽然吃的东西很简单 但能跟孩子们一同吃饭 阿信就打算心底决的幸福 不久 九月来临 全国的学校都纷纷开学 自从停战以来 田仓一家都在匆忙中度过 但是现在也该是好好考虑 为人和西平前途的时候了 新学期开学了 阿信认为 读书才是未来最有前途的发展 所以为了要让为人和西平继续就学 他决定一个人去做黑市买卖 只要一攒到钱 他就重新开一家店面 小初知道母亲的心愿 他决定和母亲一起去从事黑市买卖 供弟弟妹妹们上学 不久之后 阿信和小初就开始当起了小贩 到了十月 而阿信则进入了小学四年级九度 阿信去找过一些 过去卖鱼的时候去过的农家 向他们买进米 面粉 鸡蛋跟蔬菜 然后再运到大街上售卖 在街上过去的老主顾也颇为捧场 这也使得阿信的生意 又有了一丝新的曙光 但也就在阿信回家的这一天晚上 家里却来了一些陌生人 说是要收回他们现在所住的房子 这让阿信感觉到莫名的荒唐 这是我的房子呀 我们去汉城的时候 当时我们委托军方 帮我们租出去的 现在我们回来了 请你们搬出去 自己和孩子们住了好几年的房子 家里突然来了一群陌生人 说这是自己的房子 竟然还要赶自己一家出门 这让阿信感觉到莫名其妙 不但如此 他们说的话也是极其难听 这我们住在汉城的时候 竟然想利用混乱期间 占领这个房子 这行不通的 自己拼死在火海中救起来的房子 现在这些人回来 就想夺回房子的做法 令阿信感到吃惊 更何况 自己丈夫在生前 就已经跟军方买下了这栋房子 现在他又怎么可以 就这样拱手让人 阿信做不到 他拿出与军方交易的合同 试图证明这就是自己的房子 但屋主看了 虽然说自己完全不知道此事 难道他们是被别人坑了吗 但阿信并没有搬出去的意思 他一定要在这里等着阿信回家 但结果就是 两家人同住在了一个屋檐下 并开始了两家人 这间不愉快的共同生活 阿信试图找丈夫 申请帮忙供货的军队 却询问房子的事 但却都无功而返 现在军队都解散了 他又如何能找到 当初更用三千合同的那个人呢 两家人住在一起的矛盾是非常多的 也因为家庭环境的差距 让所有人都有些接受不了 阿信也只能不断地安慰孩子们 这个家就是自己的这个房子 这也是他们奋力在湖海中 抢救过来的房子 他们没有理由搬走 他们又在烤马蜀了 阿信 可是 真的好香啊 对于孩子们的感受 阿信十分清楚 同时他也觉得自己的孩子太过可怜 但是一旦搬出去 他们就只能露宿街头 阿信现在没有人可以依靠 也没有钱再去租房子 目前他也只有想办法 让一家五口不至于饿死 而继续地努力做一个小贩 这种痛苦的时光不知不觉 已经过去了半年 但也就在这一天 阿信被警察盯上了 因为米类都已经成了管制品 不允许再私自贩卖 我的丈夫已经去世了 长子出生之后一直没有回来 我想要去工作 也没有地方做事 我们唯一能做就是黑市买卖 如果连这个都不让我们做 那我们一家人就只有饿死了 但警察根本不会管这些 他们只负责维持社会秩序 就这样 阿信好不容易换到的东西 全部被警察没收 在本就不负义的生活中 他们又迎来了一次打击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阿信小责了山行老家的大哥 他决定回去一趟 跟大哥借一些钱 来度过这些的难关 现在 那里是妈妈 唯一可能请求帮忙的地方 因为战争过后 城里的许多店铺都无法开张 再加上政局的混乱 乡下的生活 反倒比城里好过了许多 城里的富人们因为缺少口粮 所以他们不得不花高价钱 来乡下采买 大哥大嫂看着阿信的到来 似乎明白了阿信的用意 但他们并没有要帮忙的意思 如果你是要跟我借钱 我现在是办不到的 因为地主要分给我们的田地 需要一笔钱去买 我们现在还想向别人借钱呢 但阿信不愿意放弃 他不希望空手而归 让自己的孩子们饿肚子 尽管阿信极力祈求大哥能够帮帮自己 但大哥还是以别的借口打发了他 阿信本来有好多话要讲 可是如今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同时他也后悔自己太过天真 竟然曾经想要依靠他的哥哥 在阿信落寞的心中 便下定决心要回到伊士 而把阿智夫妇对他的款待 就当作是此次回到故乡的回忆 从山姓空手而归之后 也让阿信彻底死了那条 想要依靠别人的心 他也就此在心中按下决心 不管怎么样 即使被警察抓再多次 他也要继续从事黑市买卖 等小熊回来了 我们就住进 只有我们自己住的房子里 我一定会拼命地来帮忙的 也就在阿信转头的一瞬间 他似乎看见了一个 像阿熊一样的身影 阿信惊喜地跟着追了出去 由来是阿熊的战友川村 还没有来得及询问阿熊的情况 川村就告诉阿信 阿熊已经去世的消息 而他这一次来的目的 就是帮阿熊送你一物回家 川村将带回阿熊亲手写的日记本 交到了阿信手中 并亲诉了阿熊是如何死去的实情 川村的一句句话 深深地刺痛了阿信的心 他已经痛到无法呼吸 一难复书至 二难心战死 夜久雨生绝 如闻气幽艳 在那阿信翻开阿熊的日记本时 上面全部记录着怀念母亲 给自己做过的各种食物 而那种快乐的时光 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自己能够重新选择 他情愿放弃一些东西 跟母亲好好生活下去 但有一些事情 是他自己无法控制的 他只能请母亲 原谅自己的不孝 那一夜 阿信以痛恨的心情 吹奏着郡座哥哥 留给自己的口琴 郡座哥哥教导他 应该去反对战争 可是他却无力去做 因此他痛恨自己 这也算是为了因战争 夺取生命的龙三 跟阿熊所吹的阵亡曲吧 当年郡座借着口琴 表达的情意 而今却变成了 阿信心中永远的痛 深切地敲击着 阿信的内心深处 看着丈夫与儿子的照片 阿信就此下定决心 从今以后 妈妈要拼命地工作 你爸爸已经去世 你哥哥他也回不来了 妈妈再不努力是不行的 在阿信得知阿熊 是饿死的事情之后 他便下定决心赚钱 他要带着孩子们 搬出这个房子 但他还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要让小初回山形老家 既然阿熊已逝 他也没有理由 再让小初 跟着自己过这种生活 第二天 阿信便跟小初谈起了此事 他希望小初 可以忘记阿熊的礼事 并建议他 重新回到亲生父母身边 不用再跟着田苍家受苦 听完阿信话的第二天 小初便留下一封信 独自离开了田苍家 阿信还怕小初 走不出失去阿熊的痛苦 看着小初的离开 说不定他已经 接受了新的生活呢 这一次阿信 是为小初感到高兴的 他在田苍家 跟着自己受了那么多苦 连应有自己的生活才对 自从小初离开后 为人和希平 一到放假的时候 就会跟着母亲 一起出门做小饭生意 但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对小初满怀担心的阿信 始终没有收到小初 报平安的来信 至少也给写封信来 表示平安抵达 妈 有一个客人来 他说要等你回来 已经等很久了 阿信呢 阿九嫂的突然到来 让阿信的心 瞬间温暖了不少 当阿九嫂进屋 看见屋里摆放着 龙三和小层的遗照时 瞬间眼泪翻涌 同时他也心疼阿信 一个人带着孩子们的辛苦 这一次 阿九嫂准备留在仪式 再度从事批发渔获的实验 因为食物的缺乏 所以上面专门对于船 分配了合理的汽油 他可以继续聘请渔夫 再次出海工作 阿九嫂的这一消息 同时也振奋了阿信的心 阿九嫂此前来的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 他想让阿信和孩子们 搬过去与自己同住 阿信啊 带着孩子搬来跟我住吧 啊 就这样 阿信便收拾好所有东西 准备搬离这个 带给自己有着幸福 又痛苦回忆的房子 就这么离开时 阿信突然收到了自己期盼已久 小树的来信 里面带有一些钱 还有报平安的话 但并没有著名地址 但这也让阿信更加担心 起小树现在的情况 就这样 阿信与三个孩子搬到了阿九扫驾 看着房子 一切还是那么的熟悉 只不过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就在一晃瞬间 他似乎正听见 小熊在叫自己妈妈 妈妈 但也在一瞬间 龙三和小熊都消失不见 熟悉的门前 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恍如跟自己 隔了一个世界的浩太 阿信 你怎么会在这儿 故事人非事事休 欲云泪心流 泪眼对花人空瘦 他年已改 病发衰 也许是沉浸在心中的痛苦 无处发泄 也许是经历了这么多苦难 又重新看见故人 阿信埋在浩太怀中 终于开始哭出了声 好久不见的两人坐下来 谈论这近千年发生的事 都已经泪眼婆娑 浩太队龙三 以及小熊的过世感慨不已 被发誓以后 阿信有什么困难 尽可能找自己 只要自己帮得上忙 他定会尽力去帮 两人又走过 一如往常的海边感叹 这里倒因为战争 却没有丝毫变化 阿信曾经跟阿熊 对着卖鱼的小车 在这条海边的路上 不知走了多少趟 如今儿子不在了 他却要一个人 重新再度开始 现在活下来的人 反而不得心 但是我毕竟是活下来了 是啊 毕竟是活下来了 所以他必须承受 所有的委屈和痛苦 重新出发才行 阿信回头看着 一如往昔的海浪 他似乎又看见了 已过世的所有人 正笑着看着自己 家带小姐 袁伯 家和屋的老太太 父亲 母亲 阿熊 还有龙三 此时在阿信的一生中 不知又是第几次 再重新出发 在这些年失去的东西 他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 重新把他们夺回来 阿信在心中 不止疑似的这样对自己说 这一年 是昭和二十一年的夏天 此时的阿信 已经有四十六岁 但他已经终于好心情 准备重新再次出发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五日 随着战争的结束 阿信的命运被大大的改变了 赵福龙三的自杀 长死阿信的战死 战争中为了储蓄所购买的公债 全部融为废纸一掌 变成身无分文的阿信 把从农家买的东西 在街上卖出 才能勉强跟孩子们 维持着艰辛的生活 也就在那个时候 阿信又遇见了 昔日曾经帮助过他的阿九嫂 从那一天开始 阿信就踏上了 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他又开始 从卖鱼的方向重新出发 渐渐的就已经过去 了四个年头 到了昭和二十五年 那时的阿信 已经卖入了五十岁 也正因为有阿信的 努力和好台的帮忙 四年之后 他又开了一家 属于自己的田仓商店 为人和西平 都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 帮助母亲做饭鱼工作 他们起先是卖鱼 后面就要卖蔬菜 再到乡下的人 偷他们买的一些 家用的小东西 谁知道生意越做越大 再后来 又开了这么一家店铺 然后又买了 一辆三轮摩托车去叫卖 这样的生活 让阿信变得更加充实 也渐渐地走出了 没有龙三和阿雄的日子 有了店面 也到了阿信 带着孩子们 搬离阿九嫂家的时候 也就在阿信离开的这一天 他又收到了小叔的来信 里面依旧有一些钱 和一些报平安的话 但还是没有著名地址 从离开田仓家的这四年来 小叔每个月都会提前回家 自己把他当成女儿一般养大 也曾经考虑过 把小叔嫁给自己的儿子阿雄 但到现在 阿信仍然不知道小叔的下落 每一次收到小叔寄来的钱 就让他感到十分难过 虽然现在事局是已经安定了下来 但是在自己能和小叔重逢之前 在阿信心里的战争 可以说是还没有结束 为人对于开店 一直保持着理想 他希望之后可以开一间 属于自己的百货公司 现在店面虽小 但这也让为人感到高兴 他不等母亲同意 便拿了一大批商品回家 兴奋地在店里 把所有物品摆放归类 阿信一回来 就感觉到了不满 这样放 那不就没有卖鱼 跟蔬菜的位置了吗 他便让为人 赶紧把这边区域收好 阿信认为为人的想法 就是好高骛远 现在他们开店的目的 就是得先把 卖鱼和卖菜 这个生意做好 人总不能一口吃个大胖子 这是需要他们 一渐渐地用心去做的 然后再把店面慢慢扩大 很快 田仓商店又重新开张 店里热闹得厉害 阿信的梦想 也算是正在实现 他们的店铺 还是以着重卖鱼为目的 而且生意很好 也幸亏有孩子们的帮忙 才得以让阿信轻松了些 今天店里面 别的东西都没有卖掉 大家还是认为 我们只是卖鱼 或者是卖菜而已 我们光靠卖鱼卖菜 就有今天的成绩 算是不错的了 我才不愿意 要让一家新的店铺走上正轨 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是对做生意 有经验的阿信而言 他更加能够体会到 其中的辛苦 这一次的开店 可以说是阿信 这一生中最后一次开店 同时这也影响着 没能够上大学的 为人和习评的将来 对于阿信而言 这一次他是绝对 不会允许自己失败的 开店之后 地理的事情 他就全部交由儿子们去打理 而他还要骑着三轮车 继续开往各个地方叫卖 然后再顺便收一些 农家的新鲜蔬菜 再转买给城里人 也就在这忙碌的一天中 阿九早为阿信 带来了一封阿剑寄来的信 信里面说 是有小厨的消息了 阿信便决定把店铺 交由为人和习评打理 他一定要去东京 看看小厨才行 我们田仓商店呢 好不容易做出了信用来 可别把招牌给砸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 阿信还是放下了 电影的事情 一个人前往东京 他原来是不希望 把刚开张不久的店 交给为人跟习评 可是在他的心中 又希望早一点 知道小厨的下落 一到东京 阿信便赶紧前往 做头发的师傅家 不知道师傅 现在还是否住 在原来的地方呢 一转眼间 阿信阔别东京 已有二十年之中 对不起啊 请问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一家 叫做长谷川的美容 师傅 阿信 三人坐在一起 回忆往昔 随后又聊起了 鸽子的家常 闲聊过后 阿信便带着阿信 去寻找小厨的下落 对于小厨的事 不知何故 阿信闭口不言 这使得阿信的内心 感到了不安 阿信就这样默默地 跟在阿信身后 脑海里又浮现起了 当初小厨 知道阿雄的死讯时 哭得死去活来的样子 越往里走 越让阿信感到不安 随后阿信 让阿信在外面等着 自己则独身 走进了一家 喝酒的店铺 直到半个小时后 阿信便从里面 带着一个 农庄艳母的女孩 出了店门 阿信看着面前的孩子 他有些不敢相信 但还没来得及 跟他说整一句话 小厨拔腿就跑 阿信则紧追其后 直到把小厨抓住 使他动弹不得 阿信看着面前的小厨 实在心疼得不心 他拿着手帕 泄心地帮小厨 拆掉了他脸上的妆容 阿信跟着小厨 来到了他的出中屋 那拿出小厨 这些年寄回家的钱 还给了他 里面的钱 阿信一分没动 他希望小厨 能跟自己一起 回到衣室 好好过日子 但小厨觉得自己 已经做到了这种地步 他已经没有脸面 再回去面对所有人 但直到听见 母亲对他说的一些话 还是让小厨感到动容 因为整理小厨的公寓 他们在东京待了五天 于阿信和师父告别后 阿信开心地带着小厨回家 但刚一进家门 他就发现了不对 店里的东西 竟然一样不剩 这也成功让阿信 误以为是店里进了贼 阿信询问后才得知 他们是因为交不出款项 才被批发商 搬走了所有货物 阿信得知人向后 反而表示庆幸 他终于可以借起主 做贩卖鱼类和蔬菜的生意 其实啊 批发店也有苦衷 你一再延误付钱给人家 资金就会不流通啊 每个人都向我们延误付钱 那还得了啊 小厨的回家 让所有人都高兴不已 他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 一家人在一起了 只不过唯一的遗憾 就是少了阿隽跟龙三 小厨还是如以前在家一样 承担起了家里的一切 做生意他也是臭臭有余 而且以前的老顾客 也都还认识小厨 也为他能回来感到高兴 这样的简单生活 也让小厨一场珍惜 西平借母亲的生意稳定后 便鼓起勇气对母亲表示 自己想成为逃逸家 不让阿信却极度反对 并坚持要将西平 培育成优秀的商人 且重新创建家和屋 西平 你是九天道敏的大批发商 也是家和屋唯一的继承人 虽然说店面倒闭了 但是你有责任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再一次把家和屋的招牌 给树立起来 见母亲嫉妒反对 西平瞬间变得萎靡不振 这些年她喜欢 极恶会话跟陶逸 也像极了年轻时候的 家带小姐 但平时虽然温顺 对阿信也是最为服从的西平 却给阿信带来了 最大的打击 当然 阿信是绝对不会允许西平这么做的 看着西平如此低落 为人选择鼓励西平做自己喜欢的事 她不应该为了自己父辈的恩情 从而放弃自己的梦想 就在阿信和小猪出门做生意期间 西平准备趁这个时候离开 当两人还是如往常一样回家时 阿信却得知 西平已经有你家的消息 而伤心不已 隔天 阿信便跟着西平留下来的地址 前去探望 西平看着母亲的到来 不敢相信 当阿信跟西平的师父戏聊之后 他这才知道 儿子对于陶瓷的热爱 并选择尊重 如果儿子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还请师父尽快让他回去 阿信走出屋子 并细心地叮嘱西平 要能够独当一面 听说要十年的世界 千万别让你师父失望 你知道吗 西平的翅膀终于长硬了 并飞离了阿信身边 阿信在心中无限地对自己说 也许这样是好的 于是阿信还是抱着一颗破碎的心 独自回到家中去 但是违背阿信的不止西平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也即将要离阿信而去 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这一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 整整五年 市局的混乱也逐渐消失 日本也即将迎来经济成长的时代 自西平走后 为人对现在的生意感到更加的不满 他的梦想是扩大店面 开一家百货公司 而不是光做一个卖鱼的小贩 再像这样忙下去 他们也不会挣更多的钱 与其想别的事情啊 不如对一件事情 全心全意地去做才最重要 鱼跟菜都卖不好了 别的事还能做得好吗 为人见母亲始终不同意自己的想法 他便等母亲出门做事之后 又偷拿了家里的钱 买了去东京的车票 阿信回来就发现钱少了些 为人便跟母亲说明了他的梦想 以及自己想要去东京的百货公司 实习当员工的事情 也因为这个事 母子俩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今晚母亲反对 但为人还是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一进房间 他就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准备明天出发 虽然阿信嘴上不同意 可他还是为为人准备了去东京的生活费 出门前便让小初转交给为人 就当做是小初给他的心意好了 就在为人跟阿珍交代好一切准备出门时 小初便掏出母亲给他的钱 实话实说地告诉了他 母亲让他去东京的事情 就这样 为人也随着自己的梦想出发 人和西平在家 家里倒是空虚寂寞了不少 但生活总归还要继续下去 小初听闻很多工厂都很晚下班 阿信在里面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家庭主妇 他建议母亲 他们可以做完白天的生意 晚上就把车开到工厂附近 去卖鱼跟蔬菜 阿信没得小初的提议非常赞愁 阿信让西平到姚场去当学徒 如今让我为人独自去东京闯荡 平时依靠的两个儿子都出门了 但阿信并不后悔 以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这不也是自己曾经所经历过的事吗 从第二天起 阿信就会多进一些鱼跟蔬菜 等地理的事情做完后 他就把三轮摩托车停在工厂附近 贴着刚从工厂下班的人做起了生意 正如小厨所预料的一样 他们的生意的确出奇的好 为人在东京安定了下来之后 便写信告知家里人自己在东京的情况 而他也将要独自面对 在东京一切不可一知的困难 为人满怀希望的来到东京发展 却在百货公司只被分派到了运送货物的工作 因此他对自己的职位表示不满 因为职位满足不了自己的内心期许 他便赶紧找到昔日的友人见面 希望他能帮忙让自己在第一线工作 但于有人戏聊之后 他才知道百货公司的第一线 是需要靠文庭学历才能上任 而他却连中学都没有毕业 所以他无法升任那个工作 为人去往东京以三个月有余 阿信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他也越来越高兴 他便每天更勤勇用心地做好自己的买卖 明镜过年 阿信和小厨每天都会熬夜腌制好 各个鱼类准备出售 现在的天气越来越冷 店里也多出了很多下火锅的材料 阿信突然间又有了一个想法 为了能让顾客回到家就立即下锅 我想呢 卖鱼卖菜 还卖他们的配料 先把鱼切好 少量的配好 就可以立即下锅了 也说在这一天 配鱼的时候 阿九扫将阿信拉到了自己家 说是家里来的那位稀客 阿信知道 那肯定是浩泰了 浩泰现在已成为了 并幕食品公司的继承人 而且店面都在升级装修中 浩泰看着阿信如今的成就 也为他感到十分高兴 并直言 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他 浩泰的这些话 指着阿信的内心充满了温暖 阿信的奶奶努力工作了一辈子 都没能吃过一碗白米饭 从那时候起 他就在心中下定了决心 他绝对不要像他的奶奶那样 以悲惨的人生结尾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他一直会想起年幼时 吃不饱饭的日子 那个回忆似乎已经太过遥远 但是他梦想的将来 也已经不会太远 阿信对自己的将来也充满了信心 夜里 阿信看见了桌上 小出鞋给维仁被驳回的信件 顿感不妙 他便给维仁所在的百货公司 打电话询问 询问后再得知 维仁已在十天前离职 阿信虽然担心 但他却觉得维仁已经这么大了 在东京做什么事都不会饿死 便随他去了 阿信开店已经过去半年 忙活了年底 昭和26年的新春也来临了 但维仁的下落依旧不明 正在几人讨论起维仁的问题时 这时的门外就想起了一阵敲门手 原以为是维仁回来了 结果就是阿信的战友川村 川村的到来是所有人意想不到的 他祭拜了阿信 随后便与阿信了解了这些年的事情 他的母亲妹妹 也是因为斩重永远都回不来了 他羡慕阿信 还有一家人等着他回家 现在的他倒是孤家寡人一个 他来这里的原因 也是想帮阿信孝成他的母亲 现在的川村 除了做一点股票之外 还开了一家贸易公司 发展的还算不错 阿信看着如今发展不错的川村 也为他感到十分心灭 我能做的事情 请让我代替小熊来做 就把我当做小熊一样 您不客气地分布我 不过他此前来的目的还有一个 那就是取小初为妻 今天我只是想表示我的心意 随后川村又对小初一顿表白 他永远记得 阿熊在临死前对自己所说的话 他让自己一定要帮他照顾好小初 并给他幸福 所以这五年半以来 他拼命努力赚钱 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个目标 取小初为妻 非常谢谢你的好意 但是我不能够接受 拜托您 您答应我好吗 川村向小处求婚 已经过去了三天 阿熊又到了开店忙碌的时候 刚一出门 阿熊又遇见川村前来拜访 听他说 他发现了火车站前面 有块地要买 所以他决定买下 他知道经过几年的发展后 那块地绝对是做生意的最好地方 这附近呢 不可能会有什么大商店的 站前那块地 我决定买下来 只要过一年 他价值就会增加一倍 如果伯母想在那里开店的话 我可以借给你 但阿熊看来看小初 还是拒绝了川村的好意 同时他也跟小初感叹 现在的时代真是变化得太快 甚至都让他觉得 钱真的可以买到一切 到了昭和26年的春天 阿熊仍然没有为人的消息 在阿熊和小初的努力下 生意虽然稍有进展 但为人的事 却给田舱家带来了因应 川村应有时间 就会跑来田舱家里探望 面对小初表达 自己内心对他的心意 但小初依旧是很抗拒的 听完小初的话 川村其实并不在意这些 他是真的喜欢小初 而且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的他 只是想和小初好好过日子而已 阿熊听完小初的事 觉得川村是个 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并让小初自己做决定 他都会支持 有些的两人做完生意 回家准备开电视 门口却突然出现了 一个陌生女人 说是为人 待在自己的住处 不可离开 而且还欠了自己三万块钱 并且要求田舱家 归还三万块 并带回他的儿子 阿熊得知为人闯祸的事 决定不给儿子帮住 他自己闯的祸 零四季解决 但小初还是放心不下为人 并决定跟着女人 去往他的住所看看 时隔半年 小初终于在一处 出租屋内见到了为人 他落魄潦倒的样子 让小初放心不下 便试图劝为人 跟自己回家 不要妄想 就在隔天 阿熊准备带着小初 出门做生意时 为人却收拾好一切 回到了家中 阿熊看着为人 想清楚回家 并没有半点 要责怪他的意思 夜里 阿熊便跟儿子 坐在一起谈心 得知为人是因为文凭 而放弃了一份工作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 说他才好 直到为人跟阿熊发誓 说他现在已经安下心了 准备做自家生意 搬货 运货 他都愿意 听见儿子说的这些话 阿熊还是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并借此机会 试图激励为人 你想重新来做的话 那我们就得想一个 能够增加收入的好方法 不然的话 你回来就没意义 小初终为人回家后 有心想增加家中的收入 因而想起了川村 在火车站的那块土地 小初找到川村 便跟他谈起此事 如果他愿意把土地 借给为人做生意 他便会答应嫁给他 其实川村早就想好 要把那块土地 送给田舱家 他不愿意小初 为了那块土地 再嫁给自己 如果他们需要急用 这些天 他就会把过度土地的 手续捆好 并交给田舱家 阿熊不懂川村的用意 突然间的要送土地 给自己 他不能随便接受 但川村心意已决 就当他是为了阿熊而活 所以这块土地 就算是送给田舱家 作为纪念品好了 阿熊看川村 做到如此地步 也没办法再次回去 既然接受 他也不能白白接受 不管是要花五年 或者十年时间 他们也一定要定一个 偿还的条件才行 如果您一定要这么做的话 那就随您的意思好了 就这样 阿熊在土地城上的 合同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几天后 小初便收到了 川村寄来的挂号信 但刚一进屋 他就发现了 家里的气氛不对 阿熊递给小初 今天的报纸 上面竟是川村 被人杀死的报道 原来是因为川村 贷款给其他人 因为逼人家太紧 到了后来 债务人实在忍受不了 才起了杀人之心 报道川村被杀的那天早上 阿信收到了川村寄来的 火车站那一块 200平土地的让读书 和以阿信名义 登记的抄本 对于川村来说 这是在战场上 看到阿熊的死 而活着回来的 一种补偿吧 阿信将无依无靠的 川村遗体领了回来 把他跟阿熊 葬在了同一个墓地 川村的意外离世 让阿信的心中 充满了无限的悲哀 但是川村留下来的土地 也使得阿信有了新的未来 昭和26年 阿熊占有川村的意外死亡 川村代替阿熊 送给阿信的那片土地 成了阿信更为人 开拓新生意的门路 一转眼 踪踪四年就过去了 阿信的生意 也可以说是越做越大 阿信总是带着孩子们 时不时地 就来川村的墓碑前祭拜 并感恩他 送给田舱家的土地 就如川村所预料的一样 这块土地 确实是一个好位置 人多的 让他们每天都忙不过来 所以在店里 阿信又请了一名帮拥百合 百合来他们家 已经有了三年 自阿甄进了 明古屋读大学之后 百合就像阿信的亲女儿一般 在从他的母亲去世后 他的父亲又娶了一个太太 百合也就此 变成了家里的眼珠钉 因为家里的日子不好过 所以他才选择 独自出来工作 还好 他的性格开朗 从来没有为此抱怨过 现在的经济眼看 就好转了许多 他们家开了如今这家店铺后 还多出了一百瓶的土地 而为人的想法 远不止卖鱼跟蔬菜这些 他想把另外一百瓶土地 也利用起来做一些其他生意 但阿信却是想着 等着为人结婚 给他改一个新房 但对于没有大学学历的为人 依旧不甘心地 只做卖鱼跟蔬菜这些小生意 他决定独自去往东京考察几天 也做了为人准备去东京的一天夜晚 小叔听见了一些动静 便出门查看 却做此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看见为人进了百合的房间 迟迟没有出来过 昭和三十年 经历了战争后的十年社会 正在迅速地发生着变化 田仓商店跟随着时代的波浪 也即将开始发生变化 而他们的家世 也开始出现了新的问题 为人向母亲提出 自己家要去东京几年的消息 但他并不愿意透露 自己要去东京的目的 儿子所要做的事 阿信也并没有多问 事实上 为人去东京 就是为了和女友盗子见面 据说盗子的父母亲 在火车站前 还多出一百平米的土地时 突然又答应了 自家女儿又为人的婚事 而且为人中学没毕业 也没有关系 并还要求与她见面 西萍也去师父带忙自己的事情了 家里又只剩下小处跟阿信 因为脖子经常不舒服 百合每天夜晚 都会不愿气烦地帮阿信暗暗 小处见母亲对百合满是夸奖的话 并想借此机会告诉母亲 为人经过百合房间的事情 如果他能当爱人媳妇的话 也许很好 其实小处觉得为人跟百合 还是蛮相配的 但当阿信听到小处说的事 还是大吃一惊 甚至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一心只想着做生意的他 突然听见这个消息 这对阿信的打击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对于儿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阿信还是想找百合问个明白时 但却被小处拦了下来 妈 如果你要去问百合 还不如问阿人的好 不知道他想不想负起责任 虽然说为人是自己的儿子 但现在的阿信 却越来越不知道 儿子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虽然百合是个好姑娘 但阿信还是觉得 那么多好的对象 自己儿子怎么选 也不会选上百合呀 妈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记得那时候 阿熊跟我在一起 爸爸非常的反对 可是妈妈还为我讲情 我这辈子 不曾有过那样高兴的事 阿信被小处的话剁笑 是啊 一上了年纪 她的思想竟跟自己的婆婆一样了 难怪之前婆婆会反对 自己跟龙三在一起 她也终于体会到了 即将要当婆婆的心 通过阿信的仔细意想 其实为人学的百合 因为尝不是一件好事 这件事她准备不去责备为人 等着时机成熟了 或许她会亲自告诉自己呢 也好 百合是温顺的孩子 也许不适合做生意 但是她能够把家事处理得好 这也不错啊 对于母亲的转变 小处也是为止感到高兴 而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为人在东京 已经跟别人私私定下了婚约 在听完小处对自己说的那些事后 阿信对百合的各个模样 都极为满意 小处看母亲说落嘴 时不时地就会在旁边提醒 而另一天的为人 已经跟稻子家的父母亲见了面 稻子的父亲还跟为人下了通知 希望他亲自跟自己母亲说明 他与在家女儿要结婚的事情 现在稻子的父亲 还给为人报了一个研习会学习 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婿看待 你要尽快安排我们跟你母亲见面 我们把我们的意思全部告诉他 这样做呢 对你们两个只有好处 就这样 为人在盗子父母的紧密逼迫下 并答应了此事 为人在东京参加了研习会之后 被回到了家 全家人看着为人的回来都高兴不已 他们希望听为人亲口说出 自己要去百合的话 但谁是他却并没有提要去百合的事 而是建议母亲把店面改成自助式服务 如果他们还跟不上潮流 那么他们的店铺也即将会被社会淘汰 顾客和现在的同行竞争这么激烈 听完母亲的话 为人依旧不肯罢休 他试图劝母亲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是让他们店铺的营业额才会上升 但阿信却坚持阻止了为人的这种想法 这个店铺是他这几年来的心血 他也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儿子胡来 这次的谈话也因为此事 就这样不慌而散 但当阿信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他还是决定瞒着儿子去往东京参加研习会 其实阿信也想过 要改变他们做生意的方式有更高的收入 但他真不知道该如何改变才好 或许闻人说的这些也有道理 第二天 阿信便瞒着儿子前往东京 去参加了自助式服务的买卖研习会 在参观完其他店铺的买卖生意后 阿信向丢了神一摆 他这才明白时代变轻的速度 闻人询问后才得知 母亲是去东京参加了研习会而感到开心 这也表明母亲是同意了自己的想法 虽然阿信同意 但这个自助服务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们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去才行 而他们又从哪里 筹集到这么多的资金呢 这点你不用担心 只要你肯同意的话 自然会有人出钱的 我未来的岳父会自助你 突然听见儿子说要结婚 而且结婚对象并不是百合 这让阿信接受不了 也是气愤不已 那百合又该怎么办呢 至于你跟盗子的婚事 你自己最好考虑的清楚一点 不管我们这个店到底需不需要做改变 阿信独自一人想了好久 他还是决定亲自跟百合谈谈 并探谈他的想法 他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对百合负责 百合发现了事情的不对 在烧水期间 他便跟在泡澡房的为人谈起了此事 听见为人所说的话之后 他这才知道为人少爷并不爱自己 而是另外有了门当乎对的结婚对象 如果百合要让自己负责 他也会放弃一切马上跟他在一起 只不过他所有梦想的一切 也即将化为乌有 听见这些话的百合 决定对太太隐瞒自己和少爷的事情 他并不想因为自己而毁了少爷的梦想 尽管百合被为人开脱 但阿信早已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并坚决要让儿子补偿百合 绝对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 如果他跟对方结婚 田仓家的梦想就会实现 我想我应该要退去 百合所说的话 让阿信感到难受 自己的儿子伤害了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他到底该如何补上百合 才能修复他心中的痛苦呢 阿信也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的儿子竟会变得这么的无形无意 他记得自己从来都不是这样叫他的呀 为人向母亲提出自己家要去东京几年的消息 但他并不愿意透露 自己要去东京的目的 儿子所要做的事 阿信也并没有多问 事实上 为人去东京就是为了和女友盗子见面 就说盗子的父母亲 起先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的 当调查出田仓家在火车站前 还多出一百平米的土地时 突然又答应了自家女儿 有为人的婚事 而且为人中学没毕业也没有关系 突然听见儿子说要结婚 而且结婚对象并不是百合 这让阿信接受不了 也是气愤不已 那百合又该怎么办呢 你真是不知廉耻 阿信听着儿子说的那些 对百合漠不关心的话 气愤至极 百合从一开始都是为田仓家着想 而儿子却想高攀富人家 来帮助自己的事业发展 他从没有想过儿子会变成这样 也因为这件事 阿信和儿子的关系一定的越来越差 我自己生的孩子 为什么就不能照着我的意思长大 阿信不能接受为人对百合 食乱中气的态度 他决定 就算有儿子断绝母子关系 也要把百合留在身边照顾 这也算是自己对百合的一种补偿了 但第二天一早 百合却消失在了田仓家 他还留下了一封信 他知道自己配不上为人 便已对这段不可能的感情死心 同时他也希望他们母子 不要再为了自己而争吵 为人见百合离开 反而觉得没有什么 他们是和平分手 他走也是理所应当 让阿信听见儿子的这些话 更加生气 也表示自己是不会同意 他与盗子结婚的 即便盗子娘家拿钱出来 帮忙整修他们的店铺 他也不会同意 而他更应该担起一个男人该负的责任 那就是把百合找回来 百合离家之后 便来到了摇厂求助西平 他们并没有对西平 说出自己离开田仓家的其中理由 既然百合不愿意说 西平也没有多问 百合求西平留下自己 做什么是他的愿意 刚好摇厂现在也需要人手 西平便向百合保证 这件事就交给自己 并让他安心住下 意识到了傍晚 百合还是没有回家 可是为人还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态度 这些阿信都看在眼里 他不敢相信为人现在变得这么绝情 为人半夜以出门打牌的借口 与女友盗子见面 盗子因为一直没有得到 为人让他母亲跟自己的父母亲见面 商量结婚的消息 而感到烦恼 如果他们家没有这个意思 那么他们也就没有必要再在一起了 他也不是非嫁他不可的人 也希望为人能自己想清楚 尽快给个答复 为人垂头丧气的回家 正与西平在家谈起百合的事 得知百合在窑场很受欢迎 也一切都好 为人心情瞬间大好 见西平在这儿 他便不得母亲说话 提前替母亲做好了 他要与盗子结婚的决定 阿信面对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儿子 便直言道 你怎么高兴就怎么去做吧 我管不着你 西平听完这样的对话 大概是明白了百合离家出走的原因 听完小说的话后 也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想 他来到为人房间 试图问个明白 西平认为做人不能这样自私无情 但为人却表示 只要能完成梦想 甚至被其他人讥笑谩骂 他都不在乎 并希望把百合托付给西平照顾 弥补他对百合的一切伤害 西平见为人 有心想扩大填仓商店 便答应他的祈求 他还在母亲面前 替为人说起了好话 至于母亲对于百合的亏欠 就让自己来弥补好了 并希望母亲好好处理为人的婚事 安排好一切后 西平又重新回到疗场 几天后 西平便写信回家告诉母亲 百合已经完全紧出了伤痛 一切都好 为人听后非常高兴 既然不用替百合担心 那么他就再也没有什么顾虑的 可以和稻子结婚了 他诚信地祈求母亲 周五能和稻子的父亲见面 因为阿信一直没有同意 小初便安慰母亲 为人虽然有时后悔不听话 但他也不是一直留在母亲身边 帮忙照顾店里的事情吗 也许他是真的有心 想把田仓商店扩大呢 如果我坚决反对 我想他会恨我一辈子的 昭和三十年引进自主式服务 可以说是很大的冒险 但是为人去把自己的梦想 寄图在了婚姻上 准备孤注一掷 而这天 也到了两家父母见面的时候 阿信刚一出门 就近稻子的父亲 在门口规划这一切 一见面 他便张口就是 要投资这个店面 卖所有物品 还有就是要专门设置一个货架 摆放自己的成衣 稻子的父亲做了这些 让阿信感到了侮辱 但他又不好当面对他都说什么 见阿信并没有拒绝 他便主动谈起 要亲自设计这家店铺 他已经规划好了 他们店铺未来的发展蓝图 我这样决定的话呢 我就赶快找人来设计这个店面 这一点呢 交给我来处理 为人的女朋友川普到此 和他的父亲仙造 一起访问了田仓家 这也是阿信第一次见到准儿媳 可是第一次见面 阿信却不喜欢到此跟仙造 他不喜欢自己开的店 被那些人指使点点 于是阿信也就此做了个决定 就算店面要改装 我也绝对不会用别人的一毛钱 妈妈 你看着好了 要扩充设备啊 我自己也办得到 好 一切都靠自己双手奋斗的阿信 对于第一次见面 稻子父亲的态度 让他深深感觉到了 自己有被冒犯到 看着儿子死命巴结稻子的父亲 他坚信 自己可以把自己的店铺扩大 他也不用别人来叫 阿信还表示 自己不会干涉儿子的婚事 但对于田仓商店的事情 他是绝对不会让仙灶介入的 隔天 阿信就提着礼物 拜访了浩泰 阿信在和浩泰充分地讨论过 自助式服务店后 才感到了安心 也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双手 将田仓商店 配向自助式服务商店 但关于钱的问题 他想向银行贷款 且需要担保人 你要我做担保人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真的是非常谢谢你 夜里 阿信高兴地回家 还对为人说起 自己要亲手把店铺 转向自助式服务 并让为人亲口回绝到自父亲 几天后 阿信经浩泰介绍 请了设计师设计起了 店铺改造的方向 而这个时候的仙灶 也带来一个设计师 在门外高兴地规划这一切 当被小出请进门时 阿信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因为没有得到通知 他才带来设计师规划设计 他不懂阿信的用意是什么 再到这 阿信拒绝他的一切资助 并和自己改变店铺时 仙灶便气愤地回到家中 坚持让自己的女儿 不要与田仓家联姻 盗子听见父亲 带设计师前往田仓家 去车的闭门羹 便更加坚决地要和为人结婚 且将父亲表示 自己一定会说服为人 来利用田仓商店 由于整儿媳盗子父亲的刺激 这使得阿信为了事业 决定放手一搏 55岁的阿信 好像又开始了 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 因为家里要许行动工钱的仪式 得到通知的西平 也回到了家中 西平得知母亲开心店 不会动用盗子娘家的钱 即使如此 开心店后 也必须要有一位称职的老板娘才行 很快 田仓商店的动工仪式开始了 仪式过后 盗子父亲便询问设计师 摆放成衣的专柜在哪里时 他却被阿信告知 因为店面太小 且成衣需要的货柜较大 所以并没有加入设计中的行列 这是为人私自答应过他们的 先造不满阿信 取消陈列自家生产的时装 于是便要求为人 务必与自己一个交代 否则将取消彼此的婚姻约作为了结 盗子便也在一旁附和道 如果卖场过小 那么二楼为为人结婚准备的房间 也可以装修成卖场 专卖他们家的时装也行 先造一厅 也觉得这个主意可行 至于他们结婚后要住的位置 就让他爸在附近买一栋新房好了 新店落成之日 也就是为人跟盗子大喜的日子 除了新店开张的辛苦之外 阿信马上也将要面对 婆媳之间相处的问题 动土仪式结束了 田仓商店的加盖工程也开始了 已经决定引进自助式服务的阿信 一方面做着鱼跟蔬菜的生意 一方面也开始学习 店铺经营方式的常识 一回家的他 就对儿子思思辞掉 电影的售货员而感到了不满 人手亲王不见的时候 我认为不应该再管那些 没有利润的生意了 你实在是太自私自利了 为人不愿意面对母孙的指责 便借口出门 殊不知为人刚出门 另外一件事 又让他感到了不快 设计师询问阿信 第二层楼是否还是需要赶上卖场 这让他有些不解 经过阿信的仔细询问 便了解到这又是儿子的主意 阿信气愤儿子的做法 便冲了出去 便让为人给自己一个说法 听完儿子说 稻子嫁进田仓家后 要和他搬出去住 阿信便更加生气 他而儿子把稻子带来 既然两人决定结婚 但他也应该是来见见婆婆的时候了 既然儿子将稻子带回 阿信便开门见山 直接了当地对他说 如果他真的愿意嫁入田仓家 他还是很高兴的 但有一点 他是绝对不可同意二人搬出去住 阿信还表示 和生意人结婚住在婆家 是理所当然 稻子 你要嫁的是生意人 如果你住到店以外的地方去 你怎么做一个称职的老板娘呢 听到这些话 让稻子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便跑回家跟父亲诉苦 殊不知他的父亲 经对阿信的话 也表示相当赞成 为人因为不满母亲的做法 生气地躲在房间 就没有出来过 如果有阿雄在 或许这样的事情 也就不会发生了 阿信感觉为人就要离自己而去 他始终觉得 让稻子嫁到家里来 是男性自尊的表现 他认为这也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但当他一想到以后 必须一个人背负起 经营新店的责任时 阿信就觉得更加孤独了 阿信扩大经营 引进资助式服务 重新出发 这些计划也在陆续进行中 不管这是不是成功 但这在昭和30年的日本 也是首开风气的剧动 这个赌注很大 风险也不小 但是有个比新店开张 更让他烦恼的事 就是儿子的婚事 文人经过了一夜的 深思熟虑之后 他还是决定 跟母亲说明自己的想法 为了做川普家的女婿 而不要妈的话 我做不到 所以我想还是 找一个 愿意跟我们同甘共苦的女孩好了 也就在一家人商量讨论时 仙造学的这一时 带着女儿登门拜访 他非常诚心的跟阿信道歉 并非常支持亲家的这种做法 还就此同意了 女儿住在田舱家 来帮忙打理他们生意上的事 阿信听完此事 也终于放下心来 小女儿非常的任性 住在一起 还要请老太太多多包涵 如果稻子能跟我们一起住的话 我一定会体谅稻子的心情的 但没高兴多久 仙造又自作主张的 就像两人的婚宴 举办在娘家名古屋 而感到不悦 赵和三十年十二月 经过一番折腾 为人终于还是要结婚了 因为儿子要在女方那边 举办婚礼 阿信始终高兴不起来 阿信对为人的新娘子 有过一些幻想 但稻子并不是 他心目中的理想儿戏 虽然如此 为人和稻子的婚礼 还是顺利完成了 西平在参加完 为人和稻子的婚礼后 又回到了姚厂 也就在刚回去的时间 他便听闻师傅 同意将自己的作品 送进姚厂里烧制 从而非常的感动 并下定决心要好好努力 准备参加春季展览会 为人与稻子的蜜月旅行结束了 他们也将要回到田仓家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当小初跟阿信高兴地 为两人准备了一桌子好菜 迎接他们回家时 他们却在这一时 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为人稻子 不回家要在娘家过夜的消息 这让阿信瞬间火冒三丈 不满两人的做法 隔天 稻子在蜜月结束后 便跟随丈夫回到了衣室婆家 也因为太多小事 阿信从跟稻子住在一起的这天起 彼此的关系就变得异常紧张 这也使得田仓家的生活 也就此蒙上了一层阴影 阿信不满意稻子 大家小姐的脾气 便直接跟稻子挑明 要求他从今以后 要担任起田仓家主妇的责任 经过小初对稻子 细心且温柔的教导之后 稻子还是接受不了 他不愿意接受自己 要像帮庸一样处理家务事 便趁着大家不注意时 偷偷跑回了娘家 正当大家为稻子担心时 维仁便接到了 稻子父亲打来报平安的电话 也许我哪里讲错话了 可是我跟他说话的时候 已经很小心了 娶了媳妇进门 竟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 这将阿信情和一看 阿信看到维仁 被这么个千金大小姐 耍得团团转 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他的内心是既气非又难过 稻子接受了婆媳同住 一夜旅行回来 还不到半天 稻子却瞒着所有人 跑回了娘家 这正是昭和三十年岁末将近 大家正忙碌的时候 隔天一早 尽管母亲不满稻子的做法 维仁还是出发去了名古屋 准备接稻子回家 但当维仁刚走没多久 先造却带着稻子 登门道歉 先造让稻子给婆婆一个解释 殊不知 他便直接向婆婆提出 自己要与为人离婚的消息 媳妇因为不想管理 田舱家的家务 与儿子结婚不到一个星期 却跟婆婆提出 他想与为人离婚 做田舱家的媳妇 应该做的工作 可是我很笨 我觉得我自己 真的是坐不来 让田舱家应该找一个 适合他们的媳妇才对 尽管自己非常爱为人 但他想着 如果自己不能讨不不欢心的话 那他们也一定会经常吵架 而到了最后 他们的感情 也会变成一地鸡毛 从而相互怨恨对方 阿信细心地 听着儿媳说的一切 便突然想起了 自己在婆家的时候 也深切体会到了 自己当时的苦衷 既然两个孩子相爱 他又何必再度管闲事呢 至于以后呢 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话了 只要道子你尽力而为 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阿信的开明 是道子面露喜色 他决定继续留在田舱家 好好跟为人过日子 年底的忙碌也终于过去 除夕也关了店门 为人跟道子 马上就出门滑雪了 田舱家又只剩下阿信 跟小初在迎接新年 阿信以为为人结婚后 就会安定下来 没想到一休息 他就与媳妇跑了出去 原本以为青年过年会热闹一些 但西平也因为 自己的事情不能回家 招合31年又是新的一年 这对于阿信来说 这一年是他胜负的关键 而另一方面 西平也从此踏上了 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 西平因为要用心 完成陶瓷作品 并没有回家 这一次可以说是 考验他成绩的时候 阿信想着 如果西平这次没有成功 那么他就让西平回家 如果店里有西平在 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 寂寞的新年就这样结束了 为人跟道子也回到了家州 田仓一家又开始忙碌了起来 新店的加盖工程也大致完成 大概还有三个月 他们的新店也就要开张了 西平的实践作品 已经开始入窑烧制 这一次是检验成绩的时候 他没日没意地守在路子旁 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好的成绩 而百合也在无时无刻地 照顾陪伴在西平身边 另一边的为人 经常与母亲发生争执 他觉得母亲可以放弃 送货上门这项服务 这些都需要人力 利润还小 马上他们店铺也要全力 转为自助式服务 多加一些商品 他们的利润也可以大大提升 又何必在乎这些营头小利 但阿信却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就是靠这些老顾客 介绍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他说什么也不会放弃 马上新店就要开张了 阿信现在只有一个愿望 他希望西平回家 跟他一起经营管理天堂商店 等着西平有了独立创业的能力 再另外开一家店铺 那么他也算是完成了 家带小姐的遗愿 也就在阿信担忧起西平这次 是否能够成功时 西平却在这时推门而入 他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告诉母亲 他成功了 他终于可以吃这个行业的饭了 阿信为之高兴的同时 西平还对母亲说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要与百合结婚的小行 听完此事 让小初和阿信都吓了一跳 但听完西平与百合的所有事情之后 阿信还是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并真心祝福 百合所受的伤害 在我心里也一直是一个痛苦的心结 而我们的西平 也可以给他幸福的话 那我们说 阿信本希望西平投入新店经营 并希望西平能够挂起 家和屋招牌的梦想 但他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但当他看到西平正在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时 还是为之感到十分高兴 原本他对新店的未来充满了不安 但现在西平和百合临近的婚礼 也给了阿信一丝新的希望 昭和三十年 年终以后 景气好转 一时也开始进入高度经济增长的时代 昭和三十一年的春天 从事逃逸工作的西平和百合 也到了举行婚礼的时候 那他们的婚礼只有阿信与小初前去 为人因为和百合的私事 所以并没有参加二人的婚礼 但这也让道子有所疑问 而他也只能以新店开招要忙的借口 来回复妻子 西平与百合的结婚仪式很简单 阿信就静静地坐在一旁 看着西平跟百合 两人的平凡中 又透露出对生活的坚毅态度 阿信的心也被深深地打动了 夜里 为人看着西平送的回礼 不禁开始吐槽 为人的这些话让阿信受不了 不懂可以不说 但讥笑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了 阿信叫住了准备离开的两人 并问起他们的晚饭是在哪里吃的 阿信非常气愤 他认为到此加入田舱家 就该省吃仅用 而不是回娘家要零用钱 为此他把两人痛批一顿 到此非常不满婆婆的说法 并在房间向为人哭诉 自己并没有做错 昭和31年2月底 田舱商店的加盖工程也大功告成 两台摄影机也送到了改装以后的田舱超市 店里要摆放的货品也陆续搬了过来 当所有事情都准备好 田舱超市也就要重新开张了 这也是阿信向命运挑战的第一步 阿信发信店开张之后会忙不过来 变好心的进屋 让道子也学习学习 方便以后 他也能得心应手的管理自家店铺 道子对新店不管不顾的态度 让阿信非常气愤 他找到为人就要跟他理论 但为人也是坚持己见 为了自己与妻子不再吵架 他让母亲以后再少说一点 以前在婆家看婆婆脸色 现在媳妇回家 竟然还要看媳妇脸色 这是阿信从没有想到过的 还好有小厨经常的开刀 阿信的心情也舒畅了很多 开业之前 店里的事情是非常繁重的 阿信看着所有的东西 都贴上了价格标签 他便担心起鱼跟蔬菜又怎么办 而为人却在此时提出 让母亲放弃鱼跟蔬菜的生意 没有办法自助市服务的货品 我看就算了吧 我们是鱼铺子 怎么可以不卖鱼呢 阿信见儿子要取消 卖鱼跟蔬菜的生意有些生气 他们就是靠鱼跟蔬菜发家 他说什么也不会同意儿子的这种做法 如果妈跟小初姐要卖鱼的话 当然我也没有什么话说了 可是别打稻子的主意 这天电影来了一位陌生人 他是为人的战友陈泽 应受为人的请托 他是来填仓商店工作的 拥有在美国超市打工五年经历的他 为人相信他一定能给予新店开张一些帮助 刚来的陈泽没有休息 就因为电影盲弱起来 他懂得最多知道如何去摆放货品 来增加电影的收入 原本对陈泽不信任的阿信 看着陈泽做事的态度 还是让他感到了欣慰 阿珍还没有到期末考 就被哥哥叫回来帮忙新店的开幕 这让阿珍感到不快 本来就不高兴的阿珍回到屋里放行李时 就像大嫂在屋内悠闲地看书 他对大哥不公平地对待 便抱怨起大嫂的行为 看着大嫂不理会自己 阿珍便跑到哥哥面前讲理 这个电影以后也会是哥哥嫂子的店 等着自己出嫁 她也不再是田舱家的人 如果嫂子再不到店里帮忙 她便会立马回到学校 为人听见这些 便找到母亲让她管管阿珍 但阿信却认为 阿珍说得在理 决定不理会此事 也正在阿珍跟母亲抱怨嫂子的做法时 为人却在这一时 着急忙慌地跑了过来 说是稻子呕图不止 阿信便让小厨赶紧请医生 自己责上楼查看起伏的情况 阿信知道这肯定是稻子怀孕害喜的症状 他便关切地让稻子倒下休息 还有两天便是田舱超市开业的日子 所有人都在加班家庭的赶活 为两天后的开业活动做着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 稻子的父母亲来到了店里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 就是得知女儿怀孕的消息 怕女儿在这里受苦 便想着接回去照顾 阿信见先造坚持接稻子回娘家安胎 虽然有所顾虑 但为了即将开幕的商店 他还是选择了让步 稻子见母亲来接自己回家 非常高兴 并很庆幸自己在这个时候怀孕 并向母亲感叹 他终于不用担心被别人使唤了 他回家一定要吃火锅大餐 在这里他都只能吃鱼 看着女儿在婆家受了这么多苦 稻子的母亲便发誓 一定要让女儿在娘家 待到生完孩子再回婆家 忙完了所有事情 趁则便开始安排起 明天所有人的工作 而阿珍也在不情愿中 被安排到了店里收银的工作 明天可以说是田舱超市 检验成绩的时候 阿信是绝对不允许自己失败的 漫长的准备之后 阿信的商店又要重新开张了 这次可以说是田舱家族的备水一战 隔天一大早 阿信便早早地将鱼跟蔬菜批了回来 阿信听闻陈泽响以特价的方式 把鱼跟蔬菜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来吸引顾客时 为此阿信感到十分高兴 鱼跟蔬菜都是特价品 我们一定要用这个来吸引顾客 田舱超市以前毕竟是鱼铺嘛 次郎 蒸男 快点出来帮忙啊 西平音乐自家超市开张 也敢回家帮忙 阿信期待已久的这一天 终于还是来临了 与所有员工喝完庆祝新店开张的酒后 他们也要开门迎接顾客了 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昭和31年3月15日 经过漫长的准备 终于重新出发的田舱超市 是当时屈指可守的自主式商店 这一次的出击到底能不能成功 没有人可以预料 但是一路走过来的辛酸 就在阿信心里翻腾着 第一次尝试自主化服务的商店 虽然人多 但遇到的问题也不 比如顾客不知原因 将购物栏提出超市准备带回家市 员工需要拦截药回篮子 反而引起顾客的不快 还有就是有些人趁着人多 都多将商品塞进自己的包包 如何轻松解决这些问题 并化解顾客的尴尬 这也是考验所有人应付能力的时候 忙完开业后的第一天业力 当阿信算起今天总营业额与纯利润时 还是让阿信感到失望 虽然看着总营业额比以前翻了好几倍 但纯利润也没有多少 而这些都还不够花银行的利息 我们在做生意吧 眼光应该放远一点的 也许吃亏就是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 让客人觉得我们店里面的东西真的很便宜 儿子说的这些让阿信打心底的高兴 但到了第二天开门的时候 阿信又遇上了一丝麻烦 因为填仓商店开张优惠活动大 吸引了许多消费者 但这让商业界的干事们感到了不满 借他们反弹低下胜策 反而更加激起了阿信的斗志 他准备将店里的特价商品继续演唱 今天开始 我们要营业到晚上七点钟 对一些下班以后来买的客人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供一些家常菜呢 这个主意好啊 深夜街对于填仓超市的低价反弹 反而使阿信坚定了自己的决心 他绝不靠任何人 努力地把填仓家的生意做起来 填仓超市为了庆祝店铺重新开张 而举行的三天特价活动顺利地结束了 经过核算下来 川普家的童装倒是很受欢迎 利润较大 而为人还觉得这时候 上薪的菜品会增加人工且利润小 他建议母亲不要多浪费时间 但是在阿信的心里 辛苦真的不算什么 他知道积少床多 阿信坚母亲为了商店辛苦付出的样子感到心疼 他们下定决心 也要为了家里更进一份心力 他们的辛苦付出是有回报的 新厨的菜品很受那些上班从女性的欢迎 晚上准备了卤海带 鱿鱼 一上午就会被抢光 从而又吸引了一大批新的谷歌 店里的童装也卖得不错 所有人都在为了新店开业的超市努力着 这一天到此的父亲突然登门断访 他看自己放在超市里卖的童装销售得不错 并决定让自己的店员再送来一批 并表示利润什么的他都不需要 只需要给他成本一下就行 只不过他还有一件事有求的跟阿信 他想把女儿热在家里都住些日子 阿信见亲家做到如此地步 也不好意思回绝 并点头答应了此事 这天为人突然又做了一个让阿信大吃一惊的决定 他见陈泽做生意的才华相当不错 以前妹妹对于做生意很有天赋 便私自地向母亲表示 希望能将他们凑到一起 来协助自己商店的经营 阿信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自私地为人竟会说出这种想都想不到的话来 想到为人的冷酷 这让阿信感觉到了可怕 为人为了留下责臣 希望他尽心尽力地帮助自己管理填藏商店 他便决心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 当阿信听见此消息 第二天他便称哥哥不注意 偷偷跑回了学校 因为在学校他就已经有了一个男朋友 找不到妹妹的人 为人也只能就此打消这个念头 阿信回到学校的第一件事 就去见了男友 阿信见女儿忘了带点花钱 便血信帮她游路过去 为了增加店里的收入 继续供女儿上完大学 阿信想只在为店里增加几种家常菜 然后再做一个料理台 为了填仓家 为人希望阿信嫁给泽臣 这个计划在阿信回名古屋上学之后就破灭了 阿信也随即送了一口气 而此时刚刚开张的新店 因为银行贷款的压力 阿信也必须全力以赴 阿信男友经常带着他混迹于各个舞厅 即使没有钱 他都会跟阿信拿钱玩乐 而这一天 他有个更过分的要求 他想让阿信留下不要回家 并发誓会永远跟他在一起 阿信怒用男友的这种做法感到了恶心 并推开男友独自跑回了出租屋 当阿信回到家中 看着母亲的来信 还要邮寄给他的钱 他才惊觉自己和男友 垂名于奢侈的娱乐活动 而深感内疚 隔天 他没擅自休息回到了医室 他决定以后都留在家中 帮母亲做自家生意 看着阿信的突然回家 让阿信有所疑问 毕竟他是想让女儿读完大学 有自己的出路 但阿信却是心意已决 他觉得自己读完大学之后 即便上班也会面临嫁人的问题 然后再做一个家庭主妇 那他还不如留在家中 与母亲待在一起 把店里的事业做大 随后他还跟大哥表示 他愿意与泽诚结婚 这次的谈话 也因为泽诚的到来 被突然打断 而他还完全不知道 无人要帮自己与阿信联姻的事情 回家的这几天 阿信开始泽诚帮母亲的做事态度 让他甚感心动 而这也激起了阿信 对于做生意的激情 这一天 阿信拉住了阿珍 他不想因为女儿 是为了自己家事业而结婚 所以他是不会同意这么回事的 人们以为店里的事情 有为人跟自己就够了 可没想到 自己现在竟然连女儿的心思都摸不透 这让阿信感到了无限惆怅 隔天一大早 阿信没早早的起床 在店里等着泽诚 他想亲自问问泽诚 愿不愿意娶自己 阿信 阿信终于鼓起勇气 他对泽诚说了那些话 可惜泽诚却毫无此意 阿信觉得 自己就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 原本以为泽诚会欣然接受自己 结果却出人意料 好不容易煎熬般地度过了这一天 夜里 阿信却听闻泽诚要辞职离开店舱家的消息 阿信见泽诚是因为自己离开 便跟母亲说起了 她在鸣鼓屋谈了一个难有的事情 她知道如果她再这样下去 她的一生也就完了 所以她决定及时止损 但当她一回家 这段泽诚尽心尽力为自家生意努力着时 她知道泽诚就是自己的理想对象 如果跟她在一起 她才能活得更像自己 当然即使泽诚拒绝自己也没有关系 这样也可以让她学到一点教训 我绝对不能破坏了伯母 对阿信的期望 阿信听完两人的话 既然一个愿娶一个愿嫁 那她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两个人可以为了一个事业去奋斗 这也是为田舱家再好播的事情了 因为店里的事情太忙 阿信女泽诚的婚礼只能延后举行 这件事的几天后 先到因为觉得女儿在娘家待久了不好 便将她送了回来 盗子回到田舱家 距离上次离开也有三个月了 盗子虽然回家 可以多做任何家务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 从不愿意出门 而小树最默默地在背后 替她担待着一切 这些阿信都看在眼里 一天两天还可以接受 但是时间长了 她还是忍不住去赤字盗子 难道你真的以为小树 是我们家里的佣人吗 像你这个样子 整天什么事都不做 肚子里的孩子会长得太大 那就对你不好咯 盗子接受不了 婆婆整人说自己懒散 便气愤地收拾些东西 回到了娘家 怀孕满五个月 终于回到田舱家的盗子 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娘家 此时的阿信简直不是生气 而是不知道该如何示好 回到家的盗子 还不断跟父母亲抱怨 我看我那个婆婆 简直是这个地方坏了 现在要听闻女儿在婆家 是因为小树的事情不好过 便特地以请来道歉的借口 讲递小树作媒 把她赶出田舱家 这个男的刚刚退休 他今年55岁 五年前呢 他老婆死了 阿信听完脸色一变 便直接替小树回绝了这本情事 小树知道盗子父亲的来意 便不顾母亲反对 说自己会考虑清楚 毕竟自己已经到了试婚的年纪 夜里 阿信一把小树拉下来谈话 他是绝对不允许小树这样糟叹自己的 现在有人提亲的时候不要 恐怕以后连提亲的人都没有了 小树为了盗子 准备听信盗子父亲的话 嫁给一个55岁的老男人 阿信听见小树的这些话 气愤不已 他忍不住扇了小树眼光 阿信是绝对不允许小树这么糟蹋自己的人生 既然是为了盗子 那么以后就让他不要回来好了 他只想让小树忘记过去的一切阴影 找一个真心对他好的人结婚 好好过自己的人生 不然他又如何跟死去的阿雄交代 怀孕五个月的盗子 已不能顺任大家庭繁重的家务 我也有回到了娘家 昭和三十一年深秋 盗子临棚的日子也近了 这天夜里 为人得知盗子为自己身体生下了一个儿子 幸福不已 跟母亲报喜后 他准备赶去明古屋看看妻子 阿信拉着儿子 并再三交代他孩子的名字里 一定要带个笼子 为人口口声声地答应 但第二天一回家 他就告诉母亲 岳父一帮孩子取名为田苍刚 为人处处试试妻子家的意思 让阿信感到十分气愤 亲家实在是太过分了 全找女方那次去做 长色的七夜一事 阿信果然没有去参加 小叔跟阿真还担心母亲这么做 忽然田苍家跟川普家的误会更深 但是阿信却坚持这么做 孩子出生了35天后 盗子带着孩子回到了田苍家 当全家人高兴地抱着孩子时 盗子就在一旁不高兴地 拉着为人让他说说话 为人还表示 盗子这次回家 决定一个人带孩子 以后家里的家务就交给小初好了 说完便不顾大家感受 带着妻子回到了房间 昭和32年2月 阿真跟陈泽举行婚礼 田苍家内接力扩大 举行了中年特价活动 4月时龙三跟阿熊过世13年的忌日 然后他们又在附近的庙里 超度了阿熊的战友川村 而西平也赶快来参加 这时候 57岁的阿信 也终于摆脱了漫长的苦难 他跟随着时代高速发展的脚步 也开始有了新的跨度 自从昭和32年的春天 田苍超市举行中年特价活动以后 一转眼 10年的时间已经匆匆过去 此时的阿信已有67岁 昭和42年的春天 田苍家也有了许多变化 原来的田苍超市 比以往扩大了一倍 售后员又增加了二十几个 现在就只有小初跟阿信 还是住在原来的地方 为人和妻子 以跟阿信分开来住 现在他们已有三个孩子 阿真和陈泽 也有了自己的房子跟卖场 而西平还是跟百合 过着平坦且充实的日子 今天是田苍家相聚的日子 为人特地召集大家一起吃饭 也想顺便跟大家讨论 开连锁家梦店的事情 虽然知道母亲会站在反对的立场 但她仍然积极表示 如果现在把握机会进行投资 那么他们的家族企业 完全可以做到更大 也可以有新的突破 而且阿真和陈泽也表示支持 而这个时候 百合一打电话过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西平的作品已获大奖 这也表示她的事业 即将走向正轨 阿信听见这个消息 便答应了为人想要 开连锁店的想法 只不过她还有一个条件 同见家和屋的责任 太过重大 而光靠西平一个人去完成 肯定是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她要帮助西平独立起来 这样她对家带小姐 才好有一个交代 在阿信眼中 一直忍耐着贫穷 后庭转动人碌碌的西平 以及默默在一旁 鼓励着她的百合 都让人感到心疼 所以西平的得奖 让阿信感到难言说的快乐 这一次她必须帮助西平 独立起来 然后再重建家和屋 隔天 阿信便独自来到了西平师傅家 并希望师傅能让西平自立门户 师傅听完没有多想 便直接答应此事 当近40年的日子 阿信一个人背负着家带小姐的承诺 做到了今天 现在这个承诺 可以说是终于可以兑现了 对阿信来说 让西平自立门户 拥有自己的谣场 这时实现了自己当初 对家带的承诺 也报了家和屋对自己的恩情 西平和百合 其实是坚决不同意 接受母亲的资助 但听完这是生母家带的遗愿之后 两人还是相当感激 西平还是决定接受母亲的好意 并建立自己的摇潮 然后再以自己的能力 让家和屋重建 这如今事情已经全部妥当 阿信便与小叔讨论起了退休之后的生活 不到这时 店员突然来告知阿信 逆里来了一个疯女人 她拿着刀子垫里挥舞 并扬扬要和阿信同归于尽 女人拿刀又与阿信同归于尽 阿信准备询问其原因 仔细看清楚之后 原来是认识的人仙子 当阿信正准备与这好好交谈时 警察却在这时带走了她 原来之前的填藏家 很受仙子的父母亲照顾 仙子的丈夫是他们家的上门女婿 因为好赌 把他们的家里败光 然后再走到如今卖地的地步 就是因为为人 私自买了他们家的地 仙子才跑来大闹一场 阿信气反而则之忘恩负义 并让为人另找土地再开新店 但为人却觉得母亲太过仁慈 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 那么只是花钱买地而已 就这样母子两一丝吵得不可海角 夜里阿信更仔细盘算了一下家底 她还为小叔留下了以后 让她衣食无忧的股票 但连开两家分店是需要很大资金的 卖低价贷款才能勉强足够 但如果开了分店 就不够给西平建谣 小叔建议母亲把留给自己的钱 就让给西平创业好了 但阿信却不肯这样做 突然间阿信想到了一个两全的好办法 到阿信听了阿信说家带的儿子西平建谣有难处时 并二话不说答应了给予金元 田仓家的第二家第三家连锁店开始动土了 同一时间还有西平的姚长也在兴检当中 阿信又投入了她所有的财产 向未来继续发起了挑战 这一年的秋天 田仓超市的二号店和三号店相继开业 依次开两家分店 说明田仓家的实力雄厚 幸运也不错 第一天开业就挤满了人潮 这完全在为人和陈泽的预料之中 三天的开幕特价活动总算是结束了 成绩也是相当的不错 而未然还想着继续开第四家分店 儿子这种做法让阿信开始担忧 如果再持续这样下去 他们的超市也会因为自信周转不足 然后再全部倒闭是必然 隔天阿信便去探望了百合 因为明天就是他们搬新家的日子 百合看着母亲的到来非常高兴 并激动地向母亲表示感谢 如果没有母亲的帮助 西平也不会自来门户 与西平一家吃过晚饭后 阿信和小叔开心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讨论是西平搬新家的事情 但刚一到家 他们却得知百合出车祸的消息 妈快到西平那儿去 小叔姐也起去 百合她出车祸了 两个小时前还跟百合吃过晚饭 怎么一会儿时间就发生这种事情 阿信坐在车上像多了魂一百 但两人赶到医院时 百合却已经离开了人世 西平将百合带回了他们的新家 好不容易要过好日子了 百合却离开人世 西平抱着百合 幸入了无尽的痛苦中 在阿信和小叔离开之后 百合突然想到新房子的厨房灯抛坏了 他要马上去买 他说过厨房是他们的城堡 是最重要的地方 他就对百合带着家雄出门的时候 却发生了车祸 西平说着说着早已经泪流满面 隔天一大早 阿信便收拾好东西 准备去参加百合的葬礼 而为人与盗子也准备跟着一同前去 但阿信始终无憾忘记 为人对百合的无情 便决绝不让他跟着前去 阿信不知不觉地 就把为人以前对百合做过的事情 说了出来 这些话是不是会影响到 为人夫妇来的感情呢 这是阿信没有想到的事 到和42年的秋天 西平的太太百合因为车祸过世 刚好是他们准备办新家的前一个晚上 她留下了四岁的独子家围 失去了母亲的家围 使所有来参加葬礼的亲友都为之 一句同情之类 阿信看着西平落寞的样子 再加上加雄不停的闹脾气 他便决定把加雄带回家照顾一阵子 好让西平能够专心工作 毕竟心要刚开不久 为人家借了那么多钱 他也要想爸爸去还 就这样 阿信将加雄带回了家 没过多久 为人突然回家 他对母亲表示 妻子得知了自己曾经与百合的关系 男人因此大吵一架 盗子又带着孩子们回了娘家 阿信这才得知 因为自己无意中说的一些话 让夫妻俩不好过 第二天一大早 他被整理好一切后 认为出发明古屋 将盗子带回 对于为人跟盗子的家务时 阿信好像也很难袖手旁观 一想到做母亲的责任 永远的没完没了 就让阿信的心病得更加沉重 可想而知 阿信来到明古屋 就被亲家母大骂了一顿 并表示他会让自己的女儿 与为人离婚 他斥责阿信不懂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如果当初发现自己的儿子 与百合在一起 他就应该让他取了百合负责 为人跟盗子结婚 那肯定是有利可图 随后他又被骂起了丈夫 自己的丈夫竟也为了自己的利益 将自己的女儿送入田仓家 这些话直接让仙草听不下去 他便当着阿信的面 扇了起子一耳光 仙草见女儿出来 便直接了当地说道 正当到此心意一觉 准备进屋选择跟为人离婚时 阿信还是放下身段 承信与盗子道歉 尽管受到信家母伤人心的话 阿信还是选择忍让 毕竟是自己儿子不对 直到盗子看见孩子们出来 要跟奶奶回家时 他突然间心软了 盗子还是跟着阿信回到了家 昭和42年年底 百合做完七七之后不久 西平的工作室即将举行 简单的落成一事 而就在阿信与小初 为西平准备一些红豆饭时 盗子半夜又突然来到了田仓家 他在阿信诉说着内心的痛苦 并因为丈夫每天晚归 势必在外面有了女人 而阿信也没有办法 他只能劝说盗子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并表示等为人回来 自己一定会好好说他 盗子刚走不久 为人便满身酒气的回到了家 原来即使为人有家里的钥匙 也被盗子反锁在了门外 而且他受不了自己 每天进行经历的为家里赚钱 回家还要看老婆脸色 不然之间 为人又发现了 以前百合对自己的好 如果当初娶了百合 也许她也不会这么早死 文一直觉得 只要自己有钱了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反倒是有钱了 她现在却失去了 其他珍贵的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跌倒了 知道痛了 怎么会了解这一些事情 也算是给她个教训 昭和42年年底 又到了过年的时候 自百合离世后 还不满一年 阿信便想着 把西平和小初 凑成一对过日子 毕竟两人性格方面都挺适合 而且小初一直到现在 都是为了这个假 就让小初托付给西平 也就放心了 夜里 阿信又跟小初谈起了此事 但这也让小初吓了一跳 但既然母亲说起 但她也只能等着西平 来和自己谈谈 隔天 西平面找到了小初 准备与她妹妹交谈 小初明白母亲的心意 也明白西平 有多宣爱这百合 所以经过两人的商量后 他们还是决定 把感情继续停留在姐弟关系 两人谈好后 西平面跟母亲道歉 阿信瞬间明白了两人的意思 她觉得外表开朗的小初 真是太过可怜 本来她是想替小初着想 可没想到却伤害了她 此刻的阿信感到其后悔又难过 昭和43年正月 回到田仓家过年的西平 想把托付给母亲 和小初照顾的家雄带走 怕孩子哭闹 西平便趁着孩子睡着 决定偷偷带儿子回家 家雄刚刚离开 小初便不舍地 趴在家雄掉过的被子上 失声痛哭 这个孩子打小就跟自己投缘 孩子突然离开 使小初的心里变得空空唠唠 一个月后 阿信因为怕西平照顾不过来孩子 并来到了西平的摇场探望 田家雄已经完全是 能跟父亲一起生活 并就此放心下来 这一年的2月 西平开始烧起了自己的摇 她的作品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西平也成功地踏出了 陶一家的第一部 头一年 田仓家的4号店 5号店已经陆续开张 田仓超市出现了惊人的成长 但这就让阿信感到害怕起来 因为他又看到为人像着了魔一般 拼命向外扩充 这让阿信感到了不安 为人着急着扩大营业 在6号店开张过后 虽然营业额快速窜收 但他却没有想到 自己的家庭 早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林从妻子口中得知 儿子小刚半夜没回家 竟被带去警察局管束 询问后才得知 他是因为不想回家 才用母亲的钱 为了两个朋友去明古屋 拿电玩被抓 他不想回家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不想再看见爸妈争吵 阿信虽然担心 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因为现在与他那个年代 教育孩子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为人让母亲不用担心 他自己会和妻子 好好处理家庭问题 经过夫妻俩的营业生谈之后 他们想把现在的房子卖了 然后在郊外 再盖一堵大一点的房子 然后再把母亲接过去同住 经过阿信的一番思量之后 他还是决定搬过去 为人夫妇住在一起 他不想再耽误小初一辈子 他也应该有自己的人生理想 阿信也不想让小初跟着自己 再跑去为人家当用人 如果以后自己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在这家也就没有人在护着小初了 我有一个计划 你应该有一片自己的店 所以阿信想着 必须让小初独立出去 这样他才能安心 小初虽然坚决一辈子守护在田舱家 但为了让母亲对自己放心 他决定要独立创业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毛线行 几天后 小初便找到了一间适合自己的店 阿信很高兴 虽然不知道未来的发展如何 但西平跟小初都能找到自己的出路 还使阿信感到特别的安心 但是这样一来 田舱家也将要面临新的转变 这按阿信的心中又充满了感慨 小初看上了店面 阿信决定让田舱家帮忙负担 这让小初非常感动 因为直接赠予要扣很多的税 为人想着以小初姐的名义贷款 然后他们帮忙还 但小初却认为 自己店里的贷款 得应让自己来还 不用了 只要店能够开起来 我可以自己还 店里的利润应该足够还贷款了 为了避免让田舱家有所负担 小初拿出了自己在田舱超市 帮忙的补贴金交给为人 里面的钱也应该足够 利用在自己的毛线行 但为人却坚持 不打算动用了小初的存款 并表示他们不会因为这些小钱 就用田舱商店逃命 小初对面马上就要装修好了 为人和西平都先来祝贺 当小初出门订东西时 为人便私下向母亲和西平谈仇 自己之所以帮助小初 是因为他对田舱家 全心全意的付出 认为自己有照顾他的责任 阿信听的这些话非常感动 只要儿子们明白这些就好 以后他走了也可以安心 昭和43年年底 阿信结束了长久以来 跟小初相应为命的生活 并搬进了为人刚盖好的新家 他跟为人夫妇还有孙子们住在了一起 小初也在城里 开了一家手工艺点自食其力 他们两人又各自开始了不同的人生 为人也打算将西平的作品 放在超市帮忙宣传出售 不仅如此 他要让西平成为人人所生的艺术家 他也希望小初不只是卖卖毛线 并还让小初成为一流供应家 他要好好为家里人利用田舱超市的场地 为了他们的事业做出有用的贡献 昭和43年田舱超市6号店开张 这一年年底 为人为阿信盖的新居落成 他的事业也达到了巅峰 尽管阿信对于为人的自信 抱有怀疑的怀疑 但为人强势的吸引手段 确实是成功了 昭和57年的夏天 田舱超市成为在系内拥有16家店的重要企业 而这一天也正是阿信81岁的时候 阿信的子子孙孙全部到齐 为他庆祝着生日 为人在母亲生日当天 决定送给他一项特别的生日礼物 那就是田舱家即将建立自己开店以来 规模最大的第17家分店 他也对母亲分享了 自己在这期间的交涉过程 是多么的艰辛困难 看到阿信看见第17家分店 是要建立在并幕食品的旁边时 这让他顺感不妙 那不是浩泰的食品店吗 如果在那边开了超市 那他们的店铺生意也一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倒闭 为人还在一旁兴奋地计划着第17家店的发展方向 而阿信就在一旁勃然大弄起来 为人 第17家店 还是另外找地方吧 妈 你不能够指挥我 现在我才是总经理 妈 你只是副总经理 昭和57年的夏天 为人准备投入身上的所有资金 建立自开店以来规模最大的第17家分店 而且他还看上了并幕食品店的土地 准备将其店面收购 谁知道并不成功 阿信见为人这次看上浩泰的店面 感到相当的不谅解 经过仔细考虑后 阿信还是决定告诉为人 浩泰先生对于自己 其田仓家的恩惠 并希望他不要恩将仇报 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不弄清楚的话 自己会被牵连的 儿子说的这些让人凉透心的话 让阿信感到了可怕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儿子竟然变得如此利益献心 阿信又忍不住伤了儿子一耳光 即使如此 隔天为人还是不顾母亲的反对 坚持召开了记者会 并公开了田仓家 要开第十七家大型超市的消息 阿信看着报纸上刊登的消息 感到心绪不宁 这一天 他决定去拜访浩泰 他除了跟浩泰道歉以外 已经没有其他的话可说 但能够了解他心情的 现在也只有浩泰一个人了 浩泰明白阿信的立场为难 便特地安慰他 别在意孩子们的事情 从这一天开始 阿信面不再顾问电影的事情 他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了为人 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家里 昭和58年3月 田仓家的第十七家分店终于落成 排章的日子也即将来临 这一天 阿信突然接到了话台的一通电话 朱友集市商谈 这让阿信的心中 突然又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但是阿信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电话竟会关系着 整个田仓家的命令 阿信与浩泰见面后 并听闻浩泰的儿子 为了抵抗田仓超市 他们联合火车站附近的其他商户 打算集体将土地 转卖给另一家大型超市 但最终决定权 还是在浩泰手中 阿信没想到的是 现在他们田仓超市的局面 竟与当初完全相反 反倒是他们遇上危机 但没有关系 他让浩泰完全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好 要怪就怪为人 当初不接受自己的意见 既然遇到危机 那也是他自作自受 他反正是过关的苦日子 为人现在还年轻 跌倒了再爬起来就好 这一次也当是给孩子们 有生意的教训好了 明天就是田仓超市 第十七家店开张的时候 为人在客厅 与所有重要的人员庆祝 但阿信去把自己 关在房间没有出去 吕浩泰谈过之后 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郁闷 而为人还不知道的是 他将面临一次破产的危机 阿信决定让为人 独自续面对这次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理应自己承受 第二天一大早 阿信便悄悄地 一个人出去旅行了 谁也不知道阿信 会在新开张的这一天 离家出走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首先有家雄的陪伴 阿信才顺利前去山行 东京 左鹤 一室 回一过往 一个月的事情很快过去 阿信原以为一个月后 也该到了田仓家败落的时候了 但万万没想到 当自己回家时 竟没有一丝变化 为人借母亲回家一场激动 他祈求母亲能去 与丁木先生 谈谈土地上渡的问题 这样田仓超市也就有救了 原来自己出门旅游后 浩泰并没有 与那家大型超市 签署土地让渡合同 稻子因为婆婆出门 不管儿女的死活 还让他背负着 对婆婆不好 才让他离家出走的骂名 而气愤不已 他便天天与为人闹个不停 所以阿信这次回家 稻子并没有给婆婆好脸色 原以为出门 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阿信 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离家 并没有给田仓家 带来任何好处 反而还是需要 自己再度出面 和浩泰谈论土地让渡之时 最后 阿信还是下定决心 让浩泰不用在乎自己 了当地让大型超市 进驻到伊士 这一年的年底 那家大型超市 在镇上的车站前 盛大开业了 他们的宣传之大 那是田仓家根本离不了的 而阿信也只能在心中 默默祈祷 为人他们能够 顺利度过这次难关 在阿信跟为人 开设田仓超市 一号店的三十年后 因为为人的强势作风 跟阿信的努力 这种使得原本的一家小店 到现在拥有十六家店 昭和五十八年的春田 他们甚至还开了 规模像百货公司一样的 第十七家分店 可惜因为同一个镇上 出现了大型的百货公司 抢走了田仓超市的顾客 为人将以前赚来的钱 统统投入到 第十七家分店的结果 使得田仓家 遭受了重大的打击 周年昭和五十九年的新年 他们也在沉重的气氛中度过 本以为第十七家分店 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入 但因为有其他 大型百货公司的介入 带不了第十七家店 在银行的利息 阿信建议为人 趁早放弃第十七家分店 如果还不了银行的钱 他们的声誉也将要下降 如果贷不了款 资金就会不流通 那么他们也只能宣告破产 阿信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在一旁不断鼓励儿子 盗子知道田仓家 将面临破产危机 准备带着孩子们离开 他也受够了为人 只顾自己生意 不顾及家庭和自己的感受 阿信听闻两人 要在这个时候离婚 便斥责为人 现在正是田仓家 要携手度过难关的时候 即便让他下规道歉 也要让他把盗子留下 你老把自个儿的事 摆在第一 对老婆不闻不问 真是糟糕 夜里 小处和细萍知道 田仓家有难 便带着个子的房子权壮 交给盗子 并希望他能运用这些房子 周转资金 和为人一起 携手努力下去 不料 盗子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两人 并表示自己已经心灵了 他早已做好了 要跟为人离婚的准备 盗子正打算带着女儿们 独立生活时 却得知孩子们 竟多想留在父亲身边 为家里献一份力的想法 此时的为人 因为听了母亲的教导 回到了家中 他放下身段向妻子道歉 并还说说了 他想要挽留彼此的婚姻 我不想就这样 结束我们的关系 再试试看 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说 经过两人对彼此 坦诚的户俗中场之后 为人夫妇最终还是决定 要一起携手共渡以后的难关 田仓家一路走来 因为是戏价超市 也成了戏内 无人不知的重要企业 也因为为人着急 想要扩大田仓超市的心 他们也将要面临一次 即将破产的慰藉 小书间道子 不肯收自己与戏品的房产 他们带着他们两人的房产 亲自交给为人 但是为人却执意不肯收下 马上就要盘点了 我们夫妇两个 再怎么苦都无所谓 可是妈的年纪大了 我们应该 让她好好的 度过余生 小书不清楚田仓家的经济状况 但是他知道 为人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他似乎已经觉悟到 田仓企业的毁灭 即将就在眼前 但是为人却表现出 意外的平静 他已经做好了 要迎接所有的挑战 这样的为人 要小书放心了很多 为人终于发现了 吃自己的问题 才导致田仓家沦落至死 他跟母亲道歉 也跟全家人道歉 他先看着 儿子的觉悟 并没有责怪 反倒是非常高兴 田仓一家就做好了 田仓解药破产的心理准备 结果这一次的危机 也让田仓一家抱得更紧 这也是阿信没想到的 佳雄因为跟奶奶旅行一趟 听了奶奶所有故事后 他也就此在心中定下了决心 既然自己的父亲 没有做到的事情 那他就要担起 重建家河屋的责任 阿信听后非常感动 即使自己现在 去见了家袋小姐 他也无憾了 这一天 浩泰打来电话 又将阿信约了出去 因为担心 他想亲自问问 天堂在现在的情况 当他看着 阿信轻描淡写的 诉说着一切事 这样反倒 刺痛了浩泰的心 他们两个生活 在同样的时代 相爱却不能结合 最后就走上了 不同的人生道路 对于浩泰来说 阿信是一位 超越了爱情的朋友 而看到阿信的不幸 浩泰自己也像受了伤一般 使他觉得痛苦极了 盗子看着母亲 很晚没有回家 便招心地打着电话 到处询问母亲的下落 直到阿信出现在门口 他也就此放下心来 悟悟回来了 都是奶奶不好 盗子跟孙子们 这一次这么关心阿信 使得阿信感觉到 非常的开心 但是好不容易 一家人和母相处的日赛 过了没多久 阿信又要跟盗子 以及村子们分开了 一月底 为人家在郊外的房子 抵押贷款 开了第十七家超市 因为超市经营不善 没有能力偿还债务 他们的房子 也即将被收回 一家人便匆匆忙忙地 收拾起行李 准备搬家 和阿信也要搬到 小处的毛信行 与新一起生活 因为要离开这栋 住了三十年的房子 盗子为此准备了 一大桌子好菜 准备为大家送别 所有人也都前来帮忙 也就在大家准备这一切时 浩泰就在这时登门拜访 他来这里的原因 就是想告诉为人 如果他们是因为 第十七家分店 要面临破产 那么他已经为他们 找好了买家接手 就看为人愿不愿意卖 他们也愿意接受 偿还第十七家分店的 所有贷款 想要接手他们分店的 就是那家大型百货超市 他们想把田草超市 改成自己的姊妹店 如果你们放弃了这家店 所有的债务 都可以还清了 对不对 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带你们出面 浩泰带来的这个消息 无疑是可以让田仓家 起死回生 这让阿信各位人 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好 全家人得知这个消息 也都兴奋不利 他们最终坐在一起 感慨人生 一种东西 在你早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或者说是已经绝望的时候 他却又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那一种开心 是比你第一次拥有他的时候 来得更加珍贵 由于浩泰的帮忙 使得田仓家第十七号店 顺利的卖给了超市集团 三月初他们的交易也顺利完成 田仓家准备 整顿其他的十六家店 重新开始出发 阿信云浩泰搀扶着走过 一往走过无数次的海边 这里竟已如此不同 经过时代的变迁 这里也就只剩下两人了 他们如亲人似朋友 又如相濡以沫的爱人 以后的路 他们也会依旧相反东西 看你们两个升起这么的硬朗 真是让人羡慕的一对 祝福你们 有谁看出我的脆弱 我来自何方 我尽归何处 谁在下一刻 呼唤我 天地虽快 这条路却难走 我看遍这人间 坎坷辛苦 我还有多少爱 我还有多少泪 要藏天之道 我不认输 感恩的心 愿先有你 伴我一生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感恩的心 那些命运